七天时间一会儿过 水泥干了 其实五天就干了 但是保险起见 李道玄还是等足了七天 才允许小人们走上这条崭新的水泥路 鲜路开通的第一天 村民们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全都涌到了这条新路边上 大人们小心翼翼 先伸出一只脚到水泥路上 点了点 啊 这路好硬 硬得像石头一样 发现了这个之后 村民们就敢搭着胆子上去了 双脚都站上水泥路面 脚下有一种很平稳 很踏实的感觉 这路好平啊 一点凹凸不平都没有 那边有点邪 可以玩了 小孩子们跑到公路的一个上坡处 坐在坡顶 刷的一下滑了下来 大人们吓了一跳 赶紧冲过去拉开孩子 胡闹什么 天真的先路是给你玩的吗 大家让开让开 跑车了 高出五和郑大牛 驾驶着太阳车二号 顺着水泥路跑了过来 在水泥路上行车 那就比在黄土关道上舒服多了 当真是又平又稳 跑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以前两人运着满满一车村民 速度不敢跑快 用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跑六里路 互相拌嘴48距才能到 但现在路好了 两人敢把速度提到80公里了 从高家村去到郑家村 只需要拌嘴24距 快了一倍 不过 做了一条路之后 李道玄也把水泥匠 这个活计做腻了 今后的路 不打算再亲自动手 抓了一小撮水泥给32 打印了一页说明书给他 今后还要修路的话 就让小人们自己操作吧 为何一转眼 时光飞逝如电 箱子里进入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新来的县令梁士贤 每过一段时间 就到李家来求的一些救灾粮食 到处失州救民 城城县的老百姓 得到了难得的一段休养时光 巡检程序的脑袋也保住了 他本以为新县令是东陵党人 走马上任之后 立即就会想法弄死他 没想到这梁士贤一天到晚 就忙着到处失州 根本没来和程序说半句废话 郑和军的两位官员 暂且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 京城 皇宫 刚刚才走马上任的崇祯皇帝朱有俭 正坐在御书房里 查阅奏章 16岁本该是意气风发的年龄 但朱有俭的脸上 却看不到半点年轻人该有的朝气 他翻奏章的动作很慢 因为他龙袍下面的月白中衣上 打着几个补丁 若是因为动作太大 掀起了外袍 露出里面补丁来 他这个皇帝就丢死人了 在奏章里翻了一阵 看到了一篇陕西城城县令梁世贤发来的奏章 让年轻皇帝在一起来 辅念情灾重大 关系匪清 赤下户部负义 将天启七年赴倩 并金碎家派帝母聊享 及次免征 赴将见年者酌碱一半 其余君享宗路一并宽缓 不然 即日取此恶嫖避之障下无一眼 更其皇上赤部 俯查万历十一年 并十三年全闪大荒势力 楷发躺经浅观镇绩 予以救灾民而安地方 一日公家之父 有渴望之将来 如约内堂一溃 朱想不计 捐赠两端 盖境不失 万一霍乱大作 天下动摇 勿为臣今日坚口不严 朱有俭双目一条 大胆 这家伙居然敢威胁朕 要赠用内堂去救灾 还说 否则天下动摇 别怪他现在没说 简直岂有此理 正想先捉骂人 叫人把这小县令抓回来砍了 突然发现 下面跟着厚厚的一叠奏章 似乎都在说这事 翻起来一看 全是文官 说的都是 这陕西之事 个个都在劝自己 拿出内堂 就陕西之灾民 朱有俭的火气 疼得一下窜得更高 但是 一个人惹他发火 他可以砍人 一百个人惹他发火 他虽然火大了一百倍 却不能砍人了 朱有俭将这厚厚的一叠奏章 往旁边一扔 流中不发 既不答应免税 也不答应拿自己的内堂救灾 也不派人去催收税赢了 反正就这样扔着吧 只要正看不见 这件事就不存在 天下大得很哪 小小城城县 朱就看露一眼又如何 朱现在不能得罪文官集团 得靠他们弄掉魏忠贤 先把属于朱的权利 收回到手中再说 否则 再任由魏忠贤 嚣张跋扈下去 朱这皇位 只怕都难以保全 至于李道玄嘛 也得到了难得的一段休息时间 箱子里平静 他也就不用天天死盯着了 每天早上起来 随手投点食物 保证小人们的基础生活 打开一用雾化器 给小人们降一点绵绵细语 他就可以安排一下 自己的生活了 爸 我最近赚一点小钱 想给你和老妈买套新房子 哎呦 道玄 你做了什么赚这么多钱 难道是做了什么 世界级的设计图吗 哈哈 我最近经营抖音视频号 靠流量赚钱呢 啥 啥流量 流量还能赚钱 爸你不懂就算了 反正你知道 赚钱了就行了 我已经给你卡里汇了两百万 你和妈一起去挑套新房子吧 这 我们奶能用你的钱 我们自己有房子住 也有退休金 你的钱留着自己花 娶个媳妇先吧 我才二十刚出头 娶什么媳妇 我隔壁 那个叫蓝欣扬的胖子 三十五岁才结婚呢 现在不娶 也得把钱存着 将来娶媳妇实用 我和你妈不会用你的钱 自己留着吧 我回头 把钱给你汇回来 老爸凶暴地挂断了电话 好吧 李道玄心中暗乐 你想汇都汇不回来了 你的银行卡 没有开通大额转账 而且开通手续非常麻烦 你和老妈肯定搞不定 哈哈哈哈 她手上钱还多呢 卖威雕卖玩具什么的 赚了不少 平时又不爱出门 想花钱都没地儿花去 难道真要找个媳妇帮自己花 算了吧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暂时不考虑 出去吃点好的 一个人看电影 一个人逛红崖洞 一个人看1949大剧场 一个人听歌乐会 自由的感觉真好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傍晚 李道玄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家中 白天她约了蔡新子 去嘉陵江边 两个老友吹着秋日的凉风 煮茶尬聊 好不快活 又去吃了个滋博烧烤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 才尽兴而归 回到家中 就习惯性地坐到了箱子边 先俯视一下高家村 看看村子是否如常运转 再切换视角到郑家村 看看已经冒出头来的 秋小麦田地 正好看到郑家村的 二十余口人 乘着太阳车二号 在夕阳的余晖下返程 快 太阳要落山了 高出五急得不行 再晚一点 咱们全车人都抛在路上 郑大牛 我已经把帘子拉开到最大 现在是全速前进了 高出五 全速怎么也这么慢 郑大牛 因为太阳已经快要不行了 两个憨憨急得满头大汗 车上的乘客却哈哈大笑 似乎一点也不易 这么大一车人呢 就算太阳真的落山了 他们一起推车 总是能把车子弄回去的 但他们就是不说 看两个笨蛋着急 也挺有趣 李道玄也不经玩耳 视角再切回到高家村 就见到高一夜 正和一群小孩跳皮绳呢 她现在越来越放飞自我了 不再故意保持着圣女的高贵模样 而是听天尊的法指 要做回最初的自己 她是高家村最任性调皮 捣乱胡来的女孩 才不是什么大花瓶呢 偏要和小孩们一起 跳绳玩游戏 小孩子们一边跳绳 还在一边唱着拼音歌 张大嘴巴AAA 圆圆嘴巴OO 扁扁嘴巴EE 牙齿对齐一二正唱的欢快呢 教书的王先生 提着一根戒指从高家宝杀了出来 高三娃 你这混蛋 你给我交上来的作业 鸭子的鸭字 居然写了个鸭在那里代替 岂有此理 简直岂有此理 高三娃慌了 赶紧往高一夜背后躲 高一夜却一反手将它拎了出来 丢在了王先生的面前 先生用力打 哈哈 王先生挥起了戒指 啪的一声 高三娃的手掌心瞬间就红了 王先生还不解气 去给我把鸭字写一百遍 李道玄大乐 高三娃的童年完整了 再转头看 一群匠人坐在匠井里 对着夕阳尬聊着呢 罗腿毛 最近你怎么老往县城跑 你是著作匠 逃了两个月的义了 回去就不怕被抓到 罗腿毛黑黑直笑 县城里现在很多难民 等着县令老爷失周 我混在里面 谁也不会查我 我这几次回去 是去找几个工匠老友 给他们说了高家村这里的事情 过得几日 他们也会来了 李大笑 你要是真的拉来几个工匠 天尊他老人家肯定很喜欢 定要重赏你的 罗腿毛也笑 赏不赏赐都无所谓了 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 都是拜天尊所赐 我虽然人小立威 但若能做点什么 让天尊喜欢的事 那是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就在这时候 宝外响起了 嘚儿嘚儿的马蹄声 一辆马车飞背而至 旁边还随行着树匹快马 到了宝前 驾车之人跳下马车 一袭白衣飘飘 正是白冤 他双脚一落地 就得意地仰头大笑 哈哈 我这马车遇得真棒 君子六亿中 遇这一亿 依旧一点也没落下 宝中的三十二 早已经得到哨兵的通知 带着他的师爷 谭立文迎了出来 白先生 许久未见 风采依旧啊 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给吹来了 白冤精神一震 先给三十二随手 抱了个拳 然后抬起头 对着天空 郑重地行了一个大礼 这才开口道 白某 这次来到高家村 是有一事相求 李道玄心中暗棋 看来是不小 连马车都出动了 夫人和公子了 三十二道 何事 白冤道 我想把妻儿 记住在高家村 还望三管事 代为照服 现在三十二 已经被大家 称为管事了 不再被称为师爷 听了他这话 三十二心里 咯噔一声 发生了何事 你妻儿居然需要避险 白冤叹了口气 白家宝的旁边 就是黄龙山 这个你知道的吧 三十二点头 知晓 白冤 最近这些十日 黄龙山上聚集了 一伙凶贼 人数达数千之众 天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 会从山上杀下来杀下来 恭敬我白家宝 我左思右想 还是将妻儿 先送到高家村来 更加稳妥 三十二吓了一跳 数千之众 这么多的吗 白冤脸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三十二 心愿献令梁士贤 不再催收税银 反而到处失周 城城县老百姓 应该已经能活下来了 怎么还会聚集起 如此规模的反贼 莫非是王儿又卷土重来了 我们与王儿有些交情 你也曾入山救过他的性命 他因白冤压低声道 不是白水王儿的人 是从西边的洛川县 以及北边的宜川县过来的人 你们不惜走动 所以消息不灵 现在城城县虽然已经平稳了 但是北面树县 情况一片糜烂 洛川县 宜川县 青剑县 福谷县 米之县 到处都是乱贼 比咱们城城县两个月前的模样 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二吓了一大跳 这么多县 都乱起来了 我还以为只有咱们城城县 闹得欢白冤摇了摇头 你不知道王儿那一次造反的影响有多大 他在陆林中生微卓著 可谓是振臂一呼 九州浮裂 李道玄听到这里 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叹了一口气 哎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刚才白冤已经提到了米之县 也就是说 那位和自己同性的大神 现在也已经处于萌发状态了吧 如果自己现在的视野范围 能一道米之 说不定还能阻止 然而并不能 再说了 大明朝的崩坏 是各种避震与天灾 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 并不是管住性里的大神 就能拯救的 就算阻止了李大神 也阻止不了大明的负面 白冤 总之 白家宝随时可能遭到贼军的攻打 我只能将妻儿托付到高家村 拜托 白冤是高家村的老朋友 他的要求 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三十二赶紧把白冤的夫人和公子 和几个奴仆丫鬟 请进了宝里 让师爷谭丽文 给他们安排房间和日常用品 白冤抱了抱拳道 多谢天尊 多谢三管事 我妻儿在这里住下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现在就返回白家宝 组织民团 随时准备抵御贼军 三十二咒没想了想 几千贼军 你白家宝就算玩出花来 也抵挡不住吧 此事 终究还是要靠官府 白冤 官府 哎 你也知道的 城城县就只有巡检程序一个人 带着一百多个兵丁 平时打打小贼也就罢了 碰上数千贼军 他只能去见他太奶奶 三十二 白冤道 总之 我就先回去了 若是白家宝抵御不住 我也会逃来高家村 到时候还望高家村再救我一次 三十二回了一里 保重 见识不对 立即过来 白冤翻身上了马车 驾着空车 向来路奔去 随着他一起来的家丁们 也一起驱马跟上 一群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转眼间消失在了夕阳之中 李道玄看着白冤离去 心里也有点小担心 这白冤是个乐子人 李道玄在天上 看他看得久了 也看出些许的感情来 就好像你经常看宋小宝演小品 看得多了之后 某一天 你听说宋小宝要去空手 单挑一百个手拿棍棒的歹徒 你也免不了担心他一波呀 看来 是时候出动了一太阳车三号 一夜 去把高出五和郑大牛叫过来 高一夜赶紧行动起来 开始充当转树官 李道玄将早已经改装好的 太阳车三号 缓缓地放到了高出五和郑大牛的面前 巨大的太阳车 长达十四厘米 明末这边是二十八米 九丈多 摆在身高还不到一厘米的小人们面前 那视觉效果 简直炸裂 高出五和郑大牛仰起头 看着这庞大的巨车 就像现代人的 站在大挂车前一样 嘴巴都合不拢来 这么大 李道玄 不够大的话 运不了投尸机 两位憨憨 运投尸机干嘛 三十二碰碰地给了两人一人一个暴力 还不明白 天尊要你们两人 用这辆巨大的车 给白家宝运投尸机过去 帮助白先生御敌 两人 这才恍然大悟 明天日出之后 你们两人先熟悉一下这辆车 驾驶方式 与以前的太阳车是一样的 只是这辆车更大 惯性也更大 转弯更加不灵活 你们需要好好适应一下 速度一定要慢 第二天大清早 太阳刚刚出来 两个笨蛋就开始练习驾驶太阳车三号了 他们人虽然笨 但是动作灵活 反应也快 倒是挺适合开车的 只花了一天时间 便可以将大车熟练驾驶了 第三天大清早 李道玄便拿出上次对付 无上名王石用过的小投石机 放到了车上 这小投石机才三厘米长 放在车上完全没问题 还可以重叠着放好几台 只是到了白家堡之后 白渊要将他们从车上弄下来 只怕要费些力气 但李道玄对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有信心 他们一定能把这些投石机利用起来的 高出五和正大牛出发了 运着满满一车投石机 向着四十余里外的白家堡 前进 车子太大了 官道显得有点窄 车子的轮胎 经常都会压到官道之外的草地上 好在车子的轮胎够大 两人只要开慢点 避开大坑和大石头 稳稳地向前倒是没有问题 与此同时 九品巡检程旭 正率着自己手下的一百多号士兵 向着黄龙山前进 十泥背 程旭嘴里骂骂咧咧地没完 老子费不尽得力 终于把程程县的狗屎贼军都给灭了 哪料到转眼之间 外线的贼军又来了 操 操 我真的操他们的娘 洛川县令 遗川县令 我操你们两个的十八代祖宗 傅巡检低声道 老大 咱们应该骂的是洛川巡检 和遗川巡检呀 是他们没有绞好贼 使得贼军过境 您怎么骂县令 程旭 那两个巡检 都和我一样是五官 我当然明白 他们的苦衷啊 贼军是大 他们和我一样 只有一百来号不下 哪里抵挡得住 这是不能怪他们 都怪文官崔克圣库 逼良为贼 咱们五官是没有责任的 手下们 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仔细一想 又觉得是对的 傅巡检低声道 老大 咱们到了黄龙山 立即攻上去 程旭 攻个屁 你没听说吗 洛川过来了两三千贼人 遗川过来了两三千贼人 架在一起至少五千 我们这一百多人去打五千 你他娘的 是不是咸病长 到了黄龙山下 老子一步 也不会上山 就到白家堡里喝个茶 赖在那吃大户 贼子若是退回洛川和遗川 我们就回去报宫 说咱们以一百敌五千 大破贼军 将他们赶走了 贼一军若是攻过来 哼哼 傅巡检 就跑 然后上书朝廷 贼一军是大非 战之罪 程旭拍了拍 傅巡检的头盔 你小子总算聪明了 说着说着 前面就是白家堡了 程旭眺望了一眼 前方的白家堡 这白家堡 家后家高了堡墙啊 看来最近花了不少钱 前面堡门开出 白渊迎了出来 对着程旭抱了抱拳 程将军大驾光临 白家堡蓬毙升辉 程旭大笑 肯定知道我为什么来 白渊 当然是为这黄龙山了 说到这里 两人都不自禁地 转头看向了黄龙山 为了的黄龙山 就在白家堡北面耸立着 山高数百丈 蜿蜒曲折 山势雄旗 两人现在站立的位置 能看到的 只是黄龙山的一角 根本无法亏得全貌 程旭 白先生 数千贼人就在你旁边的山上 你居然还不慌不忙地留守于此 这份胆气 倒也难得 白渊苦笑 这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 都指望着 我来保护他们呢 岂有贼子一来 我就先跑了得倒脸 这与理不合 而理这一项 乃是君子六义之一 在下对这个 可是很讲究的 程旭心里暗笑 都什么年代了 还总把君子六义挂在嘴边 现在是明朝了 狗都不学君子六义 程旭道 白先生 本将军也就不说废话了 这黄龙山上的贼军 若是去了别的县 就不关我事 但若进了城城县来 我就必须得管 所以最近些天 我得在白家堡叨扰了 白渊知道 这家伙所谓的叨扰 其实就是要赖在这里吃喝了 这种事算是老规矩了 朝廷军队出征 走到哪里 就吃哪里的大户 若是没有大户可吃 那就很有可能会纵兵掠明了 当然 纵兵掠明 若是被当地文官参上一本 武官也有可能掉脑袋 吃大户时 如果吃到了背景大 后台硬的 也有可能被参上一本 还是要掉脑袋 大家都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白渊倒是不介意有官兵来吃大户 宝里若是能驻扎一对正规的官兵 对于现在的白家堡 来说也是件好事 哪怕打起仗来 这些官兵十有八九会逃跑 但他们只要驻扎在这里 就能对贼人形成震慑的效果 吓得贼人不敢来进攻 那才是最理想的结局 白渊微笑 程将军愿意驻扎在我白家堡 是我白某人的福气 也是白家堡附近 方圆十余里内所有老百姓的福气 请进 程旭率军进宝 只见白家堡的堡墙正在翻修 加宽加厚加高 可惜的是 白家堡人力有限 堡墙建得不够快 现在也就是个半成品 还停留在乡绅大院的水准上 远远达不到 抵御大规模贼军进攻的地步 几十名家丁和上百名名团的人 拿着弓箭 守在堡中各处 四个角楼上都有哨兵 一直密切地监视着四方 程旭心中暗想 这白家堡还算强劲 然而 就凭这些远远不够 就算再加上我的一百名士兵 想要抵抗五六千贼人 依旧得去太奶奶那里报道 太奶奶啊 曾孙还年轻 还不能去你那里 若是贼人来了 曾孙肯定第一个逃跑 还请您不要怪我弱了 程家的威名 他正想着些有的没有的 角楼上的哨兵 突然低下头大叫起来 老爷 老爷 他这一喊 差点没把程旭的魂给吓出来 哇的一声叫 什么事 贼军来了吗 白家堡抬头 说 那哨兵欢喜地叫道 高出五来了 高出五 白家堡抬道 谁啊 少兵大汉 高家村那个笨蛋大个子 来过咱们这里好几次了 白家堡这才恍然大悟 哦 我想起来了 是那家伙 我记得很清楚 家丁们 少兵大声道 高出五和郑大牛 架了一辆很大的车来 车上摆着仙家投食机 白家一听这话 顿时大喜 仙家投食机 是咱们当初对付无上名王的时候 用的那种吗 少兵上次也随白家 参加过无上名王之战 所以认得 大声道 是的 就是那个 白家囡大笑 快 快快打开宝门 迎他进来 少兵 那车太大了 看样子进不了宝 只能在宝门口停下了 程旭站在旁边 听白家囡和少兵说了一通奇怪的话 实在有点听不懂 什么车能运得了投食机 自古以来 投食机都是工程方临时伐木制作 要么就是蒙古人用的回回炮 装了四个轮子 由军队推着跑 从来没听说过 有什么投食机是用车子运的 这得多大的车 程旭干脆两步并坐三步 窜上了宝墙 站在脚楼上 向着外面一看 入眼是一辆近九丈长的超级巨车 正轰隆隆地沿着关道冲过来 那庞大的车轮 碾压过关道两旁的枯草 沙尘四起 声势惊人 程旭的下巴 差点掉到地上 吓 什么鬼车 傅巡俭凑凑到他耳边 低声道 老大 我想起来了 上次我们伏击小霸王叛军时 突然窜出来一辆怪车 将小霸王撞死 然后扬长而去 莫非就是 程旭摇头 当时那辆怪车 比现在这辆小得多 傅巡俭 但是车上面的怪板子 还有这奇怪的黑轮子 是差不多的 他说的是橡胶轮胎和太阳能面板 程旭仔细一看 还真是 非常相似 压低声 多看少说话 看看这白家宝和这怪车 究竟在闹什么幺蛾子 太阳车三号 停在了白家宝的门口 高出五和郑大牛 从车上跳了下来 笑着招呼白家宝的家丁们 白云也迎了出去 马上组织人手 将那巨大的投尸机 从车上弄下来 长宽两张的巨大投尸机 贼臣 但这还真难不倒干力气活的人 白家宝的人 先用绳索捆在投尸机上 几十人一起发力拉绳子 再派几个人爬到大车上 用长棍子 用力敲另一边 就这么两边一起使力 那庞大的投尸机 便缓缓地从车厢里滑出 程旭站在白家宝的角楼上 看着他们干活 嘴角微微歪起 这群笨蛋 这么大的投尸机 从这么高的车厢上拉下来 落地摔那一下 就得摔散架了 它可是挺娇气的玩意儿呢 它话音未落 投尸机落下来了 轰的一声砸在地面上 但程旭想象中的 摔散架画面并没有出现 塑料哪有这么容易摔坏 它不但没坏 还蹲蹲蹲地弹了几下 Q弹得很 程旭 我操 这是什么鬼投尸机 巨大的投尸机 一抬一抬地从车上拉下来 用滚木做轮子 推进了白家宝里 不一会儿 居然摆开了十台 白元心中大喜 抓着高出武道 回去替我向天尊谢恩 高出武抠着头憨笑 好的 投尸机都给你了 那我们就回去了 白元挥手送别 再回过头来 精神大振 把宝里力气最大的农户叫过来 我要教他 怎么使用这种投尸机 程旭站在宝墙上看戏 心想 这些五颜六色 很不正经的投尸机 上面连一根牛筋都没有 怎么弹得出去石头 这玩意儿 根本用不了吧 但他马上就被打脸了 白元指挥着农户过来 抬了石头 放进投尸机的大勺子里 然后指挥着农户 用大锤子猛击击扩 那投尸机的塑料壁 无声无息地震起 一抛 巨大的石头 就翻过了宝墙 飞到了外面的空地上 落得轰的一声巨响 程旭 我操 这看起来奇怪的投尸机 居然真的可以用 怎么做到的 负寻简也猛得不行 这一下 白家宝就有了石台投尸机呢 贼子人越多 投尸机砸过去 越容易砸中人 程旭 笨蛋 投尸机砸得死几个人 这东西真正的作用 是砸坏贼军的士气 贼子本就乌合之众 打仗时不肯用命向前冲 这投尸机 只削砸上几块大石头 在贼军阵中 后阵的贼子 就退缩不前了 而前阵的亡命之徒 埋头猛冲 军阵便会断成两截 可轻易分头击破 说完 他又摊了摊手 切了一声道 就算把贼军切成两截 使之首尾不能相顾 以我们现在的兵力 加上白家宝的民团 依旧无法抵抗贼军 与投尸机相比 程旭更在意的是 那辆古怪的大车 那车子太大了 太威武了 连两丈长宽的投尸机都能运输 若是用它来运输兵源或者粮草 简直是 他又想起了上一次 那怪车冲进小霸王叛军阵中 横冲直撞 贼扣被撞的四面翻飞的场面 心里暗想 这才是真正厉害的东西 可惜的是 太过笨重 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无法行驶 刚才他送完投尸机掉头离去的时候 光是掉头这个动作 就耗费了许多时间 转弯时又慢又呆 若是自己指挥士兵 迎战这辆巨车 便会趁着这车子转弯掉头的时候 命令士兵攀爬上去 乱刀砍死驾车之人 罢了 这白家宝终究是守不住的 他满脑子逃跑念头依旧不变 敷衍了事地 和白渊研究着防守白家宝的事情 耳朵里听到的话 全没往心里去 两个多时辰之后 饭点到了 白家的管事 开始给士兵们张罗饭时 承煦也准备好了吃大户了 就在这时候 耳中又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 承煦接过白家管事递过来的两个馒头 一边啃着馒头 一边爬上了角楼 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 那奇怪的巨车又来了 白渊又一次迎了出去 高出五和郑大牛 把车停到宝门口 咧开嘴笑 白老爷 天尊又让我们拉第二车好东西来了 白渊好奇地看 这一次拉过来的 居然是一堆五颜六色的巨弩车 这些巨弩车 就是和李道玄合作 搞抖英小黄车的那个 宁阳玩具有限公司 专门为小人国的日常主题 定制的一比二百巨弩车 李道玄又给白渊送了十台过来 这巨弩车 除了材料用了塑料之外 整体造型与古代的巨弩车一模一样 白渊和程旭 甚至都不需要学习怎么用了 一眼就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白渊大喜 多谢天尊 又给我送来守城利器 程旭心里也在想 巨弩车守城的效果 就比投石机好得多了 投石机 杂人全靠运气 巨弩车却能指拿打 不过 你这巨弩车的箭矢 又是什么鬼 原来 这些巨弩车标配的箭矢 都是塑料小箭 小孩玩具嘛 箭头是盾的 看得程旭直摇头 白渊将手一挥 小的们 天尊慈悲为怀 箭头没有磨尖 但咱们可以给他加装新的箭头 去削个竹筒 套在箭头处 白家宝的村民们 立即行动起来 砍来巨粗的男竹 将竹筒套在盾顿的箭头上 然后再将另一边削尖 这样一来 这些塑料箭矢 也就变成了尖锐的力气了 巨弩车没有抛射能力 不能放在宝墙后面 必须弄上宝墙 索性这玩意儿 比投射车小得多 也轻得多 多来点村民 一起发力 还有还有含起好起 就将他弄上了宝墙 安装在了墙顶上 程旭左看看 右看看 不知不觉 这白家宝 居然就有了十台投射机 十台巨弩车 他猛地一拍脑门 醒了过来 唉唉唉 这小小白家宝 比边军一个大将手里的工程兵器 还要多了 旁边的傅巡箭 也是一脸猛逼 凑过来低声道 将军 白家宝搞这些东西 算不算谋逆之罪啊 程旭歪起头来 很认真地想 撕住盔甲 肯定算是谋逆之罪 撕藏火器 也是谋逆之罪 但是撕住工程武器算不算呢 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啊 这就进入到他的知识盲区了 摸着头皮想了半天 不知道 想那么多做啥 白家宝越厉害 我也越受益 若是能在此处挡住贼军 不让他们进入城城县 那终究还是 我的功劳 这些工程武器 我就说成是我指挥村民们打造的 那不全是 我的功劳了吗 干嘛非得说成是白家宝自己准备的 还无他一个谋反之罪 给别人找不痛快 对自己又没好处 我又不是那些喜欢打小报告的文官 那些生儿子没屁眼的家伙 傅巡俭 将军所言极是 两人一边尬聊着 一边目送宝外那巨大的怪车 又一次缓慢地掉了个头 向着来路去了 程旭突然好奇起来 走到白云身前 白先生 那奇怪的巨车 是从何处而来 这些工程器械 又是从何处运来的 白云道 是从高家村运过来的 高家村 又是高家村 程旭脑海中刷的一下 闪过两次去高家村看到的画面 心里莫名发起毛来 白先生 你说的是哪一个高家村 白天那个 还是晚上那个 白云大旗 高家村还分白天夜晚吗 程旭道 我一次天快黑了 走到高家村 看到五彩城墙 里面还有一群表情古怪疯狂的村民 后来一次白天到高家村 看到高大的家宝 我还在那里捡来了 郑艳夫和 总光道的首级白云笑了 哦 程将军见到的两个高家村 都是同一个高家村啊 他只是 变化得比较快而已 随时随地 都在变来变去 至于那种光道和郑艳夫嘛 不自量力 想要夜袭高家村 嘿 高家村是能夜袭的地方吗 白云可没胡说 他每一句话都是真话 但这句话听在程旭耳中 却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汗毛刷的一下倒竖了起来 旁边的傅巡俭也全身发毛 冷汗直流 两人退开到一边 傅巡俭低声道 将军 听白先生的意思 天去高家村就无妨 若是晚上去高家 就是一村猛几百贼军 全部是被鬼杀了 程旭满头大汗 以后天黑了 切勿靠近那鬼地方 我可不想看到太奶奶 就在白家堡紧锣密鼓 准备着防御黄龙山上的贼军 入侵的同时 黄龙山深处 一个不知名的山谷内 六千多贼军 正在山谷里挤成一团 闹闹哄哄 力 而另一半三千人中 也大多数是战斗力低下的 普通轻壮 与高家村的轻壮 区别不至六千多人 并非全是能战之兵 其中有一半是老弱富儒 根本没有任何战斗能大 只有为首的那一千人 是彪汉的汉匪 这一千人 还分别来自好几位江湖文明的好汉 陆林大哥 其中一个陆林老大 叫做布詹尼 史诗人物 来自洛川县 手底下有五百汉匪 另有一千轻壮 一千五百老弱富儒 另一个叫做左挂子 史诗人物 来自宜川县 手底下也同样有五百汉匪 一千轻壮 一千五百老弱富儒 两人实力相当 各占贼军一半的分量 布詹尼正拿着一只兔子腿 啃得欢 他的部下今天在山里打到一只兔子 像宝贝似的给他送来 便将兔子烤了 邀请了左挂子来 一起分享 两个陆林老大哥你一口 我一口 吃得正爽 布詹尼 用嘴撕下一块兔肉来 一边嚼 一边含汉呼呼地道 挂子 我那洛川县 现在是回不去了 洛川巡捡带兵堵在了黄龙山口 那家伙带过边军 是个狠角色 我若下山回洛川 迎头就得撞上他 左挂子一嘴兔子油 喊喊呼呼地应道 嗨 我那宜川县也回不去了 他娘亲的 宜川有个都良道 名字叫洪城愁 好他娘的厉害 我这几千人 居然打不过他手下一群家丁 被他率着家丁 把我一路砍进了黄龙山 至今这家伙 还堵在黄龙山口 我是不敢回去了 布詹尼 听得嘴巴都张大了 家丁都这么猛 这洪城愁 究竟是何方神圣 左挂子 我他娘的哪知道 两人说到这里 几乎是同时道 看来只能 去城城县了 黄龙山位于三县交界之处 向西市洛川 向北市宜川 而向南吗 就是城城县了 既然洛川和宜川都不能去 那自然 只剩下城城县这一条路可走 布詹尼 我听说城城巡检城旭是个废物 白水王二起誓造反时 这废物追了王二几个月 硬是摸不着王二一根毫毛 左挂子笑了 我也听说过 这货非常怕死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就会率军逃之夭夭 布詹尼 嘿嘿嘿 那就这样定了 咱们先派人去城城县那边踩踩盘子 摸清楚山下动静 然后就去城城县里跑点吃的出来 左挂子也黑黑笑 我逃进山之前 还听人说过 新任城城县令梁士贤 正在施州记名 说明他手上还有不少梁士 咱们杀进城城县城去 剁了那刚上任的狗官 将他的梁士 全都抢过来享用 布詹尼 好 就这样干 城城县的风声 一下子又变得紧张起来 黄龙山里 盘踞着大量贼军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县城 城里的老百姓一阵慌乱 上一次白水亡二作乱 城中富户可是吃足了苦头的 不少人妻女受辱 身手易处 一些人侥幸逃得了性命 家里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 就连一些穷人也因贼军放火 火势蔓延 烧掉了他们的破木屋子 只能流落街头 整个城城县的老百姓 都犹如惊弓之鸟 新来的县令梁士贤 当然不能做事 可不想像张药彩一样 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 立即组织三十几个衙役 每个衙役再召来三到五名帮衔 组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军队 接着鼓励县城周边的农民 拿起武器 组织民团 协助官府抵挡贼军 这突然而来的 组织一支大军 当然需要大量的武器 梁士贤便派人召来了 官方攻防的匠师老头 你速速组织所有著作将和轮班将 全力打造各种兵器 以应民团之需 匠师老头露出尴尬的表情 启禀献尊大人 梁士贤齐了 匠户因何不足 匠师老头儿道 不知为何 最近这些日子 连续有多位匠户逃亡 尤其是轮班将 个个莫名地有了底气 交了匠班营之后 甩手而去 搞得诺大的官方里 现在冷冷清清 只能见到几个著作将 梁士贤 匠师老头儿道 小人昨日 还将数十名轮班将 交上来的匠班营 一起成交给了师爷 献尊大人一问便知 绍兴师爷赶紧递上来一页文书 梁士贤低头一看 上面列着一排名字 都是轮班将 每人都交了六年到三十年 不等的将班营 由此看来 短时间内 是别想让他们回来干活了 学富五车的梁士贤 立即在脑中开启了推理模式 刚刚看过的资料 在脑海中翻滚 各种可能性纷繁交错 仿佛走马灯一样旋转 最后叮的一声 所有的推理组合成了一个结果 有人帮他们 梁士贤哼了一声道 有人需要工匠帮他干活 所以拿出大笔银子 帮他们交了将班营 此人实力雄厚 定是城城县附近的世家大族 乡身土豪 要查到此人也不难 这些轮班将 既然肯来交将班营 就说明 他们不愿逃亡 不想成为没了身份的刘明 他们中间必定有人交代了去处 速查 师爷赶紧去查 不一会儿回来 低声道 他们去了高家村 高家村 梁士贤当然记得高家村 自己师周就民用的粮食 就是高家村的李家给的呢 明白了 梁士贤道 原来是李家 难怪有这等实力 李家 是良善人家 我们须以李相待 师爷 你亲自走一趟李家 请李家相助 借些兵器来用用 带击退贼寇 这些兵器 本官全都如树凤还 绝不贪磨 绍兴师爷 小人指控李家不愿意 梁士贤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本官为的是城城百姓 可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李家是良善人家 断断没有不出手相助的道理 绍兴师爷 小人明白了 这就去高家村走一趟 大清早 李道玄躺在床上 正在和宁阳玩具 有限公司的经理 一桶布丁聊着微信 老哥 你们真的做不出 一笔二百的手弩玩具吗 做不出 一桶布丁道 这个比例下 手弩实在太小了 我们无法将击扩 做到这个大小 哪怕最简单的击扩也不行 李道玄 好吧 也就是说 只有公了 一桶布丁回复道 是的 公没问题 古代长公的公壁 一般是1.5米长 一比二百的玩具 是7.5毫米 这个大小的塑料玩具公 我们是 可以精松做到的 实际上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希望您在下一次视频中 可以挂个小黄车卖一卖 样品已经给您发出 咱们说话这阵子 可能已经快到了 哟 这么效率 李道玄听到了暗门铃的声音 跑出去开门 快递员塞给他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 还真是一盒玩具公 公壁长7.5毫米 小巧可爱 还用超细的皮筋绷成了弓弦 简直可爱到爆 单把弓实在太小了 李道玄手上这一小盒 起码装了上千把 密密麻麻的 看一眼就密集恐惧症发作 差点当场去世 这属于特殊玩具 目标用户群体很小 也就只有爱看小人国的日常那群人 会买这种比例的小玩具了 配几塑料小人玩具一起使用 可以在家里摆个巨大的古代战场 最近这个主题的玩具 卖得很不错 李道玄提成不少 李道玄正好就是这个特殊群体 这东西 他自己都乐意先买上几盒再说 随手从里面拿出一个玩具弓 递进了箱子里 一夜 你随便找个村民 让他试试 这把弓能不能用 随便找个村民吗 我就是村民啊 高一夜自己先试了试 用他娇小的胳膊 拉动弓弦本以为这么大的弓 他拉不满 却没料到 他居然能拉得开 哇 天尊 这弓我居然也能用 李道玄乐了 少女拉弓看来挺轻松 仔细一想明白过来 传统长弓 用的是上好的木材作弊 紧致的牛皮筋作弦 想要拉开 当然需要很大的力量 射出去的箭矢也非常有力 但是他这玩具弓 用的是塑料弓壁 加上松胯胯的皮筋 那当然容易拉开了 这么容易拉开 射出去的箭矢也不会有力 你把弓弦收一收 收紧点 找到最适合你的松紧度 你就能射出有威力的箭矢了 好脸 高一夜解开弓弦 登井 重新缠在弓壁上 这次收得太紧了 少女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没能把弓拉到全开 累得他鼓着腮帮 呼呼直喘气 李道玄乐 少女咬牙鼓腮帮的样子 想轻 就在这时候 李道玄眼角的余光扫道 高家村又来客人了 这人的脸很陌生 但穿着打扮好像有点眼熟 想了好一会儿想起来 县令的绍兴师爷 三十二早已经得到绍兵的通报 已经迎到了宝门口 两人都是师爷 一搭上话 就是满天骚话乱飞 说了好一会儿 还在打花枪 没说到正题上 李道玄都懒得去听了 干脆把注意力转回到高一夜身上 看他完弓 他把弓弦又松了一点点 这次再拉弓 终于能拉得开 又不至于太吃力了 李道玄也没剑可以给他 这一盒弓是不配剑的 高一夜自己找了一根源头竹子 扣在弓弦上 然后拉满弓 一松手竹子划空飞出 翻过几排围巫 飞不见了 哎呦 远处一声惨叫 高一夜吓了一跳 糟糕 我射中人了 李道玄的眼光跟过去一看 饿了 没事 射中的是县令的绍兴师爷 不是咱们的人 而且源头空心竹子 伤不了的 他胸口重剑 只是吓了一跳 高一夜 不 他早就感觉到了 天尊超户短 自家的小人各个宝贝 他也小人完全不当一回事 王先生讲 西游记 里面那些神仙 纵容自家宠物下界调皮 被孙悟空找上门算账 他们也不惩罚自家宠物 只是带回家便了事 看来神仙都是这样的做派呢 高一夜低声道 天尊真好 李道玄没听清 嗯 高一夜大声道 我去三管市那边看看 说不定需要我帮天尊传法旨呢 李道玄 哦 去吧 少女把弓背在背后 啪哒啪哒地向着那边跑去 李道玄直接将注意力转了过去 三十二陪着绍兴师爷 在高家宝里随意地溜达着 两人一边走 一边说着话 绍兴师爷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还好是一只圆头竹剑 三十二 也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在调皮 回头我肯定好好骂骂他 人之命 特来李家求接一批兵器 绍兴师爷 算了算了 小事一桩 别吓着孩子 在下这次来李家拜访 是奉献尊大三十二的眉头挑了挑 借兵器 绍兴师爷搓着手 在下也知道这个 要求有点 但是三管市应该也听说了 洛川县与遗川县的贼子 极具黄龙山 贼士号大 起码有五六千之数 这么大规模的贼人 若是杀入城城县来 只怕县城难 爱道士后 你们李家 只怕也难以独善其身 三十二早就得到白渊消息 倒是不吃惊 但是听到县城南宝寺的字时 还是吓了一跳 虽然高家村是安全的 但是自家夫人 还在县城的城隍庙里普度试人呢 贼军要是冲击县城 我那美丽的 白白的胖乎乎的夫人 哎呀 后果不堪设想 三十二 白家宝顶在黄龙山下 贼人若不攻破白家宝 又怎能到得了县城 绍兴师爷 三管市 您把贼人想象成正经的军队了 只有正经的军队 才会挨着一个一个的 城池打过来 贼军可是完全不管这些的 若是白家宝难打 他们就换一条道路出山 绕过白家宝 直接流窜到后方 若是突破冯元镇 便会直取县城 所以 现尊大人才想再组织一支乡勇军 再组织第二道防线 请看张平 位置关系图 三十二 这话还真是在理 若是白家保守得住 贼人便会乱窜 那也是大大的不妙 李道玄听了两人的对话 稍稍地想了想 开口道 一夜 告诉绍兴师爷 我们可以借他五百张长弓 高一夜听到天尊法指的同时 也刚好跑到了三十二和绍兴师爷面前 跑得有点急 气还没喘匀呢 双手撑住自己的膝盖 弯着腰 呼呼地直喘气 绍兴师爷定睛一看 哎 这不是李家大夫人吗 怎么背着一张大功 高一夜今天并没有穿上全村最好的衣服 但他现在穿的 也不是低劣的粗麻衣服了 李道玄提供了好几次棉花 村里的妇女们大量纺织 做了许多棉布 不光制作了许多棉甲 也做了许多套棉布衣服 高一夜现在穿的就是一套挺修身的青色棉布衣服 纯棉百分之一百 不用担心 里面混了化仙 这衣服虽然相对李家大夫人的身份来说 显得单调了点 但也不会让人一眼就觉得 他身份很低微了 绍兴师爷傻愣愣地看着高一夜 李夫人 高一夜听到他叫了一声李夫人 才想起来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吓了一跳 瞬间转化为端庄模式 气也不喘了 双手也不撑着膝盖了 腰板一下挺的笔直 强行端庄 纹丝不动 进入非静止画面 只是病发边上有一溜汗珠 缓缓滑下来 才让知道画面并没有定格 绍兴师爷 刚才的剑 高一夜 不是我 我没有 绍兴师爷心中暗想 你背着这么大一把弓啊 高一夜仰头 做冷漠状 假装看不懂绍兴师爷那怀疑的眼神 射箭的是 那是死也不会承认的 不然 让人以为天尊的圣女 李家大夫人 是个调皮捣蛋的女孩子 天尊和天尊化身的李老爷 同时丢了面子 绍兴师爷察言观色的能力 那可是一流的 见人家一服死也不会认的模样 赶紧把这个话题打住 扔到九霄云外 重新开始 可 李夫人端庄秀丽 能文能武 真是李老爷之福 您来得正好 在下奉献尊大人之命 前来李家 借些兵器以敌贼寇 还望夫人 高一夜不敢多说话 免得暴露了没文化 凑到三十二耳朵边 低声道 天尊有令 借他五百张长弓 弓已经堆在望楼前的天井里了 你自带他去取用 三十二微笑 明白了 高一夜 那我就先走了 说完 他根本不理会绍兴师爷 直接掉头就走 一服骄傲得很 不把绍兴师爷放在眼里的架势 绍兴师爷还不敢生气 他可是 听县尊大人说过的 这女人家世显赫 见过达光贵人多如牛毛 别说他一个师爷了 连县令人家都不放在眼里 师爷拱起双手 上半身微微前倾 恭送李夫人离开 待高一夜走远了 三十二才微笑道 夫人刚才说了 咱们李家可以借出五百张长弓 师爷大喜 当真 三十二 你随我来 他带着师爷穿过几条通道 几个天井 前面就是望楼了 到了楼前一看 天井里堆着好大一堆长弓 全都是那种 弓壁长达半丈的好货 比猎人们手里的轻弓大了 不是一半点点 唯一有点奇怪的是 这些弓才质古怪 而且五颜六色的 像是有点不正经的颜色呀 见惯了天尊神物的三十二 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天尊经常赐下一些五颜六色 花里胡哨的神物 什么五彩的城墙 五彩的投石机 五彩的巨弩车 甚至连给劳改贩们住的房子 也是五颜六色 花里胡哨的 看惯了就不觉得奇怪 但是绍兴师爷却惊恶地张大了嘴 咦 这些弓干嘛欺成这样 三十二集中生智 咱们家大夫人特别爱玩弓 但她不喜欢太丑的弓 必须要欺得五颜六色 才得夫人欢喜 你刚才没见到吗 夫人背着的那把弓 也是翠绿色的 绍兴师爷恍然大悟 大户人家就是大户人家 给夫人的玩具都这么大手笔 五百张长弓 全妻成这样给附到人家玩耍 简直是暴殿天物 既然如此 这些弓 我便去叫民夫来运走了 绍兴师爷抱了抱拳头 李家多次相助 县尊大人必定不会忘了李家之恩 三十二也抱了抱拳 很认真地道 请务必守住县城 别叫贼子打了进去 师爷回了一礼 这是自然 我等必定死命守住 三十二 一定要保护好城隍庙啊 师爷头上缓缓地跳出一个问号 三十二自知师爷 赶紧道 城城县城隍庙 使见于唐代 屡遭损毁 在下实在不忍心再次看到 他毁于战火 所以才请你们 一定要将他守住 这就叫实习珍藏 师爷摇头叹道 叛军就算再无法无天 也不至于放火烧毁道观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在座 天在看啊 三管是放心吧 城隍庙不会有事的 与此同时 黄龙山 一支贼兵小队 顺着山坡滑下来 立在一块大石上 向着山下的白家宝眺望 白家宝安安静静地立于娇阳之下 一名贼兵看了几眼之后 嘿嘿笑道 这白家宝比普通的地方大院 要厚实一些 但也不过如此了 宝墙又矮又薄 我等一击可破 另一名贼兵道 你仔细看 白家宝的墙上 摆着一些巨大的东西 用黑布覆盖 不知为何 看 宝墙后面也有 看不出来是啥 好大 先前侦查那贼兵笑道 还能是啥 区区一个香绳家宝罢了 就算那些黑布里 盖着大量的滚木类石 他们也没多少人手 可以拿来砸我们 这倒也是 应该只是些手成物资 什么滚木雷石一类的玩意儿 数数里面的人头 我已经数了 明处能看到的哨兵不到十人 看穿着打扮 有几人是白家宝的家丁 另外几人穿着官兵的衣服 诚诚巡检程序 应该驻扎在宝内 程序是个怕死鬼 不足为虑 他手下一百多个兵丁 一开战就会逃跑 那这宝里 顶多一两百个香勇名团 不足为据了 回去通知大哥 干他娘的 一票大的 太阳还没完全升起 天空只是刚刚升起于堵白 白家宝的角楼哨兵 就敲响了用竹筒制作的警报器 空空空的声音 回响在整个白家宝的上空 白渊和程序两人 几乎是同时翻身从床上跳起 用最快的速度 跑上了角楼 向着北方的黄龙山上眺望 他们马上就发现了 山坡上大群贼寇 正在下山 他们不是 从一条山路上下来的 而是从数条山路上分散下来 就仿佛山顶发洪水时 沿着各条小溪 向着山下狂涌的污水 好多 白渊也不禁有点紧张起来 贼军来了几千 我看完全看不出来 一千五 站在他旁边的程序 只是一眼就看清楚了贼军的数量 哼了一声道 还真是有点多 白渊 听说黄龙山里 驻扎了五六千贼人 怎么才来一千五 程序道 贼军虽然浩大 但至少有一半是老弱妇孺 能占的只有三千 而这三千人 又分数洛川布沾泥 一川左挂子 这两股贼人 未必肯同时出手 所以 今天来的 只是其中之一 白渊心想 还是朝廷命官手里的情报多些 这些事 我可没有听说过 程序却知道 肯定是早就得到了 洛川县和一川县发来的军情急报 程序哼哼了一声 就算只来了一千五 也难办 这两伙人转战洛川县和一川县多时 比起 你曾经收拾过的无上名王要厉害多了 这一声哼哼里 多少带着点耸镜 他正盯着那下山的贼军呢 就见到贼军里有一个穿灰布衣服的人 远远地抬头 对着自己看了一眼 那人抬起头来 程序就看清楚了 分明是太奶奶的脸啊 他还对着自己咧嘴笑了 张开嘴说了点什么 看那口型 似乎在对自己说 乖曾孙 快来陪你太奶奶 程序赶紧甩了两下头 再定睛细看 好吧 太远了 其实根本看不清那人的长相 刚才的画面完全是自己的幻觉 看到了太奶奶 此战不及 程序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转身就对刚刚起床跑上宝墙的傅寻简低声道 暗中通知所有人 一会儿我一声令下 立即开了南边的宝门开溜 听清楚了吗 傅寻简点了点头 压低声道 属下得令 白云横尔正在说悄悄话的两个寻简一眼 假装不在意 转身对身边的心腹家丁道 贼军下山 周围的所有农户们 马上就要涌来白家宝了 打开宝门 放认识的人进来 不认识的一个也不得进入 他所料未差 马上就有大量的村民们出现了 扶老邪幼 托儿带女 身上还背着包裹 里面装着家里紧余的一点财物 涌向了白家宝 上一次白家宝被无上冥王袭击时 白家准备不足 周围的老百姓也准备不足 被无上冥王打了得措手不及 伤亡惨重 四散乱逃 连白家宝都被洗劫一空 但这一次不同了 白云早早做好了防备 也早早通知了周围的村民 让他们听到风吹草动 立即来白家宝避险 因此 村民们早早就收拾好了财物 一看到贼军下山 便立即弃家而逃 全都来到了白家宝 都是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情 甄别起来也特别容易 根本不用担心放进来的奸血 没用多长时间 乡亲们就全都躲进了宝里 老弱病残退入屋中 有一战之力的青壮年们 则拿起早就已经堆放在仓库里的竹枪 按白云事先吩咐好的位置 站定了 贱妇们也跑到了滚木雷石堆的旁边 做好了准备 小小白家宝 一下子剑拔弩张 程序看到这里 不由地移了一声 对傅巡简道 白云这家伙 怎么一副很有打仗经验的模样 傅巡简低声道 听说这家伙 最近连打了三仗 一仗是输给无上名王 一仗是赢了无上名王 还有一仗是干掉了郑艳夫和种光道 这家伙 现在应该算是经验老道的名团教习了 程序 最后一仗不能算吧 那是高家村的鬼怪帮了忙 傅巡简 呃 这个 白云清点人数 加丁兵二十个 这是他手上的王牌 白家宝名团七十七人 这是他手上的主力 杂鱼青壮一百二十人 这是锦上添花的天头 最后 还有八十名剑负 白云知道这一仗不好打 就这么点人 靠着不太高的宝墙 要抵挡三千贼军 端地是凶多吉少 关键还是要看程序的态度 如果程序不逃跑 这仗还有得打 若是他逃了 那自己也多半顶不住 最后只能弃宝而逃 所以 这一仗的关键是 一开始就必须站到上风 不能让程序感觉到 自己这一边会输 只要他感觉到了一点点输的迹象 带着官兵逃跑 那这一战就真的输了 贼军在北方列阵了 哨兵大叫 白云和程序同时向北方看去 一千五百贼兵 摆成了三个阵 哦不对 应该说成是 砸成了三堆 他们的军阵歪七倒八 不成体统 不能称之为阵 只能称为堆 最后一堆汉匪压阵 撑起一面破破烂烂的大旗 旗上画着一个泥字 程序指着那旗下的汉匪道 最后压阵的是 洛川布沾泥 那么站在前面的两堆人 应该是不沾泥手下的大将 双赤虎 紫金龙 白云哼了一声 心里有点慌 甩开自己的折扇 亮出扇面上的君子两个大字 遮住自己有点发白的脸 这些贼人 为啥都取这么难听的名字 太蠢了吧 程序 取外号是为了隐瞒真名 以免连累青族 谋反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白云 贼人还知道保护青族 真是滑稽 程序翻了翻白眼 别阴阳怪气了 他们来了 这一句话一出 局面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率先发难的事的双赤虎 看他的外号 就知道 他是个动作快的家伙 一声呐喊 连个场面话都没说 直接率领着五百名部下 对着白家宝冲了过来 程序的站位 刷的一下就后退了半步 进入了随时逃跑状态 白云却向前一步 大声道 投尸机 聚弩车 准备听我号令 白家家丁和团练齐声应导 遵命 程序左看了一眼 右看了一眼 娘的比我的手下士气还高 白云一声令下 站在投尸机 聚弩车旁边的白家家丁们 率先行动起来 伸手抓住覆盖在聚弩车 和投尸机上的黑布 猛地一掀 十台投尸机 十台聚弩车 便全都亮了出来 投尸机摆在宝墙后面 外面的贼军视线被宝墙锁阻 看不到 那也就罢了 但是聚弩车却架在宝墙上 或是角楼上 城外的贼军却能看到 顿时吓了一跳 双翅虎不由得一冷 咦 下一个瞬间 白云已经大声喊叫起来 投尸机 发射 早已拿着大锤子 站在投尸机旁边的两名铁匠 同时挥起了大锤 碰得一声砸在了机阔上 塑料投尸机扬起了锯臂 呼得一甩 两颗大石头飞越城墙 向外砸去 双翅虎手下的贼人 刚开始冲锋了 两坨巨大的石头迎空飞来 其中一块轰的一声 砸在了贼军阵中 当场将两人砸成了肉饼 另一块石头打歪了 落到了旁边两三丈的空地 翻滚个不停 带起一大片沙尘 双翅虎 我操 双翅虎的部下们 啊啊啊 就这么两下 不知道多少人吓得尿了裤子 双翅虎猛了 一时不知道该下什么命令 他可不是什么有指挥经验的大帅 平生打仗 只会一招给老子冲 这个命令发出去之后 就是听天由命了 指挥官一猛 部下自然就开始乱来了 就如程旭一开始所料 投石机打的就是个士气 士气一出了问题 贼军就会被分裂成两部分 一部分想退 开始停步不前 但另一部分憨憨 却还在向前冲 白渊大声叫道 巨弩车 发射 站在巨弩车旁边的两名铁匠 也挥起了大锤 碰碰 两声砸在了击阔上 绷紧的小皮惊弯的一声 将塑料剑弹了出去 剑头上套着的尖竹筒 看起来贼有喜感 这玩意儿的准头 就比投石机高得多了 一群憨贼正在冲锋呢 突然迎面飞来两只巨弦 一只射在一个憨贼的胸口 扑的一声响 毫无悬念地洞穿 将它带着 向后飞了一两米 摔倒在地 死得不能再死 另一只剑 正好射中一个憨贼的前脸 这一下就可怕了 一声闷响 那人前脸正中间被穿了个稀巴烂 巨大的箭头 居然把后脑勺盖都掀飞了一片 红得白的一起净裂 吓得旁边的憨贼 哇哇大叫 然而这还没完呢 白家宝的铁匠 早已经换了个位置 又砸下了另外两台投尸机 和巨弩车的机阔 第二轮两颗巨石 两根巨剑弩 又飞了出来 而先前 已经发射过的巨弩车 和投尸机旁边 出现了一大群白家宝的剑副 正在飞快地给他们装填新的弹药 十个剑副一起使用 用绳子将投尸机的巨壁拉下来 在勺里摆上新的石头 另一边 数名剑副一起抱起巨弩剑 将他卡在巨弩车的滑轨上 然后用力向后拉 绷紧橡皮筋 卡在机阔之上 承煦左看两眼 右看两眼 心中暗响 这些剑副也训练过 白渊这家伙 把这白家宝的名团 搞得有声有色呀 奇了个怪了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肯听他的指挥 他究竟许给了这些老百姓多少好处 才让他们死心塌地听话 承煦自己手下那些士兵 就没这么听话过 今天偷懒 明天摸鱼 训练不肯好好参加 一骂他们就摆烂说 没吃饱 军饷没发足 所以饿得没法练 他经常被这些家伙气得冒烟 但军饷没发足也是实情 有时候只能把火按回肚子里 当将军的都懂 如果你军饷没发足 还非要往死里操练士兵 那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滑变 他脑子里想了些有的没有的 再一抬头 就发现第一轮十台投尸机 和十台巨弩车都发射完了 现在是装填 时间 而城外乱哄哄冲过来的双翅虎军 退了 不然够憨 但被十台巨弩车射了一轮之后 再憨也得醒了 转头一看身后 有一大半人被投尸机给吓着了 不但没向前冲 反而再向后退 憨贼也不憨了 怪叫一声 开始撤退 没几分钟 所有贼人都跑回了双翅虎身边 怂怂的 不敢再向前了 贼军第一轮攻势 宣告结束 布詹尼的主阵里 跑出来两个传令兵 钻进双翅虎和紫金龙的阵中 不一会儿 双翅虎和紫金龙就跑向了布詹尼的主阵 三个贼球聚在一块 对着白家宝指指点点 估计是在商量 接下来怎么办 白渊站在脚楼上 刷的一下甩开了君子的扇子 嘿 天增给的仙家兵器就是厉害 一转眼就把贼军的第一轮攻势给化解了 程序从旁边走上来 二十台工程兵器 还真是有够吓人的 就算是官兵碰上这东西 也得猛 贼军被吓退也是理所当然 但他们也不是傻子 很快就会想到 分散着冲过来的办法 白渊点了点头 工程兵器虽然厉害 但准头不佳 贼军很快就会想到 用分散的办法进攻 到时候 就难免要被他们冲到宝墙下了 分散来就分散来吧 白渊道 分散就意味着弱 我们也未必不能抵挡 这话哪需要他说 程序比他懂得多 他权衡了一下利弊 咧开了嘴 让你的家丁 把宝墙第一线让出来 老子的兵来顶 他娘的 老子堂堂九品巡捡 带的是大名的兵 不能让你们这一群外行瞧不起 听到他这句话 白渊大喜 这耸获的信心起来了 终于没满脑子想着跑了 很好 只要官兵肯卖力 那就好办多了 程序一挥手 一百多名正规官兵 顶到了宝墙边 白家家丁齐齐退居二线 民团则退到了三线 宝内刚刚完成换防 宝外的贼兵 就开始有动静了 三个贼囚显然是商量完毕 双赤虎和紫金龙 回到了自己的阵中 然后两人的部下 同时大声呐喊 轰的一声 像被水淹的乙穴里的蚂蚁 爬出巢穴来的样子 向着四面分散开来 人和人之间的站位 超过了半仗 冲 双赤虎和紫金龙两部一千人 向着白家宝杀了过来 贼军分散站位 再一次对着白家宝冲杀过来 投尸机和巨弩车 同时开始射击 飞石砸落 轰的一声 但分散开之后的贼军 受损并不严重 只有非常倒霉的倒霉弹 才会被石头直接砸中毙命 巨弩车的准备 也同样大打折扣 很容易就从贼军中的间隙划过 冲在最前面的憨贼们 哈哈大笑 士气一下子就走来了 布詹尼大哥果然厉害 略施小技 便叫狗官兵拿我们没办法了 不过 最前面的几个人 还没开心到两秒 宝墙上探出一排官兵 粘弓搭剑 对着冲过来的贼军 就是一轮骑射 官兵手里的弓 比起香勇们手里的猎弓 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种弓的名字叫做开源弓 上品开源弓弓力120斤 下品也有60斤 弓兵们的剑术 也不是香勇能抵的 他们这轮一骑射 起码是十剑五重 冲在最前面的憨贼们 笑得正开心 就感觉到胸前一痛 低下头一看 一只箭矢射穿了自己的粗麻布衣 插在胸口摇摇晃晃的 威宇还在颤动 60斤弓力射出来的箭矢 杀伤力就不是玩了 最快的十几个憨贼 刷刷刷就倒了下去 躺在地上 双手抓着剑杆 嗷嗷地惨叫 我中剑 我中剑好工兵们一轮乱剑之后 毫不犹豫 又搭上第二支箭 再来一轮 这时候 贼兵分散站位的缺点就出来了 前排贼人倒下 后排贼人 还得向前多跑几步 才能变成前排 这点点时间 就给了工兵再次 晚宫搭建的机会 一排工兵 马上又一轮乱剑下去 贼人又倒下数十名 再晚宫 再来一轮 躲过了巨剑剑 冲到宝墙前的贼军 却难以躲过工兵的箭矢 不一会儿就倒了一地 我们的弓箭手呢 还击 紫金龙也大吼 贼人拉开了猎弓 对着宝墙上的官兵 回敬了一波箭矢 但官兵身上披着布甲 虽然有点偷工减料 加上甲片生锈 但生锈的甲片也是甲 猎弓射出来的箭矢软布拉击 根本无法洞穿官兵的甲片 全都被弹落在地 锅盖 把锅盖举起来 双翅虎大声怒吼 有锅盖的贼人 赶紧把他举起 护在胸前 木锅盖挡尖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堵堵堵一阵闷响 拿着锅盖的贼人 终于冲到了宝墙边 白家宝的宝墙 也就是普通香绳大院水平 一丈而已 两个贼人只要搭个人桥就能上去 冲到墙外的贼人 正准备给队友荡垫脚时 就看到城墙上 冒出一个手拿大石头的官兵 对着他一石头就闷了下来 锅盖根本挡不住大石头 碰的一声 连人带锅盖一起被砸翻在地 那官兵居然还不懈地对着他黑的笑了一声 脑袋缩回了墙内 官兵扔完石头 扭过头 对身后叫道 石头 一个剑腹猫着腰过来 将一块石头递到了官兵手里 官兵接过石头 又探头出墙外 对着下面用力一石头干下去 眨眼又将一个贼兵砸翻在地 贼兵被砸得人仰马翻 但毕竟已经到了宝墙边 这时候 哪有退缩的道理 死也得拼一波上墙了 很快就有贼兵搭起了人桥 一个汉匪挥舞着刀子 翻上墙来 但他还没来得站稳 三个官兵 三把长矛 同时捅在他的身上 官兵用的长矛 可不是削尖的竹竿 而是铁制的矛尖 一捅一个大雪窟窿 前心透后背 那汉匪惨叫一声 翻身跌了下去 宝墙上多处开始了激战 汉贼不断爬上宝墙 但这个时期的官兵 对于贼军来说 简直就是神兵将士 根本无法立敌 那一百多名官兵 顶在最前面 身上布甲护体 贼人使尽办法 才能伤到一个官兵 却被官兵三招两势 就干翻跌落宝外 更别说 还有大量的白家家丁 和民团帮忙 贼人爬上宝墙 根本站不住 承煦站在后面督战 自己并不上前 看得兴起了 才骂上两句 或者指挥后背的十来个官兵 去填补防线的漏洞 白渊见到有人指挥了 自己倒也省点心了 对着身边的心腹家丁一伸手 大声道 拿弓来 家丁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老爷又要射箭了 白渊哼哼道 最近这些天 本老爷苦练剑术 君子六意中射这一意 早就已经加回无声 哈哈 看本老爷给你们表演一下 什么叫做君子之射 说完 他晚宫搭剑 对准刚刚爬上宝墙的一个贼军 刷的一箭射了过去 好一箭 追星赶月 划破长空 穿刺苍穹 正中一名官兵的背心要害 众人 那官兵身穿布甲 生锈的护心甲片 弹开了箭矢 没有受伤 但却勃然大怒 扭过头来怒吼道 谁他娘的射自己人 吼完了一看 拿着弓的是白渊白老爷 这口气就只能压下了 尴尬的一笑 扭头过去 继续杀敌 白渊老脸微红 君子六意中射这一意 滑掉滑掉 说完又转身对家丁道 记下这位官兵 回头被一封厚礼 带我向他道歉 礼这一意 我可是很重视的 众人 承煦 别闹了 贼军开始退了 白渊抬头一看 果然 贼军开始退去了 因为士气绷不住了 双赤虎和紫金龙 不管怎么吆喝 贼军也不肯用命了 值得宣布收兵 大群贼兵像潮水一样退潮 把能带走的伤员和尸体 全都背起来一起撤 来时有多嚣张 退时有多狼狈 转瞬之间 白家宝就安静了下来 远处那一面倪子大旗 晃了两晃 向着黄龙山去了 双赤虎和紫金龙步 也跟着倪子齐一起退走 白家宝里的人 愣了棱神之后 一起欢呼起来 我们赢了 白家宝守住了 白家宝守住了 家丁 民团 村民们齐齐欢呼 深圳树里之遥 白渊拿出折扇 刷得一下甩开 露出上面的君子 二子 得意得笑 接着他的眼光扫过 那十台投尸机 十台巨弩车 再扫向那些拼命 协助他退敌的村民们 心想 全靠天尊给我力气 还给了我大量的粮食救济村民 这白家宝方圆树里的村民 都能吃得饱饭 才肯拼命鸡贼 真是天尊保佑啊 白家宝守住了 一骑快马 从白家宝的方向飞奔来 到了高家村前 才看清楚 马背上的人是一个白家家丁 扯开嗓子 就对着高家宝 大声吼了起来 白家宝守住了 白老爷和巡俭成旭 联手击退了洛川不沾泥 白家宝安全了 高家村的村民们听到这话 从田间 屋角 墙顶 各个地方冒出了头来 起声欢呼 太好了 白老爷是个良善人家 他没事就好了 白家宝安全了的话 贼人就不会进入咱们县了吧 那家丁则在宝门口翻身下马 在村民们的围观中 大步跑进了宝里 向三十二行了礼之后 一路来到了寄宿在高家村的白夫人 和白公子屋中 向着主母和少爷 汇报白家宝战况 李道玄趴在箱子外面 一边吃着番茄鸡蛋盖饭 一边听他会声会色地 讲白家宝御敌的经过 白夫人一脸喜色 既然贼军被击退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搬回白家宝了 夫人 公子 那家丁道 这一次来犯的贼军 只有不沾泥一步 那遗川左挂子没有出现 若是他也加入 贼军总数多达三千人 到时候 白家宝就未必守得住了 巡检程序 就是个靠不住的 随时可能逃跑 所以 老爷让我转告夫人 还请在高家村 再借宿些时日 听到这话 白夫人常常地叹了口气 哎 好吧 你回去转告老爷 一切小心 不可逞强 剑机不对 就舍了白家宝逃吧 家丁道 小人遵命 家丁拜别了公子和夫人 出门上马 返回白家宝去了 李道玄听完两人的对话 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还没结束 黄龙山里五六千贼人 这才出来打了一阵 宋公明还三打住家庄呢 黄龙山贼匪 也不一定只打一次白家宝就收手 不行 得帮一帮自家的小人啊 白冤和他那群家丁 在李道玄的心中 也算是自家小人 不帮可不行 但是 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到他呢 塑料投食机和塑料巨弩车 战斗力非常有限 而且也无法再增加 投食机和巨弩车的数量了 宝内的空间 决定了投食机和巨弩车 不可能无限的叠加 让高出五和正大牛 驾驶太阳车过去撞 不行 太阳车的越野能力并不强 进入那些沟壑填砍什么的 车子很有可能卡住不能动 那高出五和正大牛 就会白白送命了 需要更加有震撼力 更能让贼人一瞬间 就被摧垮意志力的武器 最好是能短时间内 啪啦啪啦打出去一堆投射武器 隔着老远 就把敌人打得哭爹喊娘的东西 连射 李道玄突然双眼一亮 咦 突然想到了点啥 赶紧打开某宝网 上次依稀记得 看到过一个有趣的小玩具 因为太大了 感觉小人们没法用 他才没有买 但是现在太阳车三号 已经可以投入使用 运输重物也不再是问题 那就可以把那东西买下来了 积木导弹发射器 全长七厘米 放进瓶末会变成长十四米的巨物 非常巨大 但是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拆卸 拼装 完全可以先 拆散成碎片 通过巨大的太阳车三号 把零件运输到白家宝 然后让白渊组织名团 将它拼接起来 好 赶紧下单 给店主来衣 轻 我加钱 顺风加急 加钱神功天下无敌 大半天时间之后 积木导弹到手了 此时 高家村已经临近傍晚 夕阳西下 白夫人站在高高的角楼上 向着白家宝的方向眺望 满心都是对白家宝的担忧 故咱们白家的 您就放心吧 白公子站在他身边 低声道 母亲大人 父亲大人一生正直善良 以君子自行 老天爷也会照白夫人叹了口气 但愿如此 正在这时候 高一夜从旁边的楼梯爬了上来 站在了两人身边 白公子 天尊有一个仙家法器 要教你使用 你认真学会 明天回家去教你父亲 白公子听得一愣 我 他还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 但这岁数的孩子 倒也懂得不少东西了 学东西也是挺快的 听说天尊要教他 又是好奇 又是惶恐 还带着点兴奋 白夫人却吓了一跳 要让我回白家宝 太危险了吧 高一夜笑道 只是回去转教白先生 使用仙家法器 然后马上返回高家村即可 白夫人这才放下心来 高一夜 准备看好 白夫人和白公子赶紧速容而立 瞪大眼睛 只见天空云层开处 一大堆奇奇怪怪 看起来像以前的五彩城墙一样的玩意儿 从天上降落了下来 在高家宝前的空地上 摊开一大片 接着 这些散落的碎片 像被看不见的大手抓着一样 漂浮到半空 咔嚓一声组合在一起 再咔嚓一声 又组合成一起 不一会儿 他们就组合成了一个 长达四丈多的巨大怪东西 白夫人和白公人看得呆了 是何物 高一夜大声叫道 李大 天尊让你去敲那个东西后面的鸡阔 李大阴声而来 提着个大锤子 黑黑直笑 又要释放仙家法器了 啊 这次的法器好大一个 高一夜大声道 看见后面那四个鸡阔了吗 连续敲下去 李大笑道 好烈 他挥起大锤 碰碰碰碰 连续四锤 四个鸡阔一次敲下 而他每敲下一锤 那仙家兵器就扑扑 射出两枚巨大的圆柱形大炮弹 四锤八颗炮弹飞过长空 碰碰碰地打在了远处的山坡上 砸倒好几棵枯树 沙尘弥漫李大 哎呦我的妈 这东西好厉害 白夫人和白公子两人 也看得目瞪口呆 高一夜 白公子 天尊问你 学会了吗 白公子 哎 我学会了 拿大锤敲后面那四个鸡阔对吧 我这就拿着大锤 去敲给天尊过目 哦 高一夜笑出声来 哈哈哈哈 天尊没叫你学李铁匠 叫你学的是 怎么把仙家兵器的碎片组合起来 白公子 哎 组合的办法 糟糕 忘了记 众人 白公子刚才看无形大手 在半空中组合积木时 就傻乎乎地乐了 完全没有去记他是怎么组合的 现在被问到 一张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 尴尬的不要不要的 旁边的白夫人 气不一处来 啪地给了儿子一个大笔豆 天尊教你使用仙家兵器 你却该学的不学 去学李铁匠怎么敲击阔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笨蛋儿子 白公子捂着脸 不敢还口 乖乖挨骂 白夫人 还不赶紧向天尊谢罪 高一夜 不用了 天尊说 不用谢罪 他再给你掩饰一遍 这一次 你必须要好好地看着了 白公子赶紧啪地一下站的笔直 双眼瞪得老大 死死地盯着那个奇怪的仙家兵器 只见他 啪 啪 啪的 一块一块地分解 脱落 不一会儿 又变成了一堆散碎零件 高一夜 好了 天尊要开始组合了 那些积木块再次飞起 在半空中合并 再合并 清脆的积木组合声 不绝于鱼耳 不一会儿 积木导弹再组合完毕 李道玄还伸手到山坡上 把那八枚炮弹也捡了回来 又装回了导弹发射管理 高一夜 这一次 记清楚了吗 白公子一脸兴奋地抬起来 启禀天尊 在下全部记下来了 记得挺快的 高一夜道 天尊夸你聪明啊 白公子倒是没啥表示 旁边的白夫人却大喜 天尊夸我儿聪明 哈哈哈哈 我儿得了天尊的夸奖 哈哈哈哈 后来 白夫人在和别的妇人吹牛聊天时 逢人就会说我儿曾得天尊夸奖 说他聪明 这句话 他吹了整整一辈子 就在白夫人狂喜大笑时 高一夜对着白公子道 明天早上 天尊会派出高出五和正大牛 带上三台仙家导弹 以及大量的炮弹 送去白家宝 你随他们一块去 组合仙家导弹 白公子小小年纪 礼数却不错 对空一个长衣 仅遵天尊法旨 嘿 六一中礼字一向 我跟着父 啪 白夫人给了他一个大笔兜 这方面 不要跟着你父亲学 清晨 程序起得很早 他正在写奏章 虽然是个武官 但他也是时文断字的 只是文采不像文官那么好而已 写些大白话 口水话什么的 寄个流水账 倒也能把一件事讲得清楚 陈帅一百士族 守白家宝 以聚贼军 打造投石机 巨弩车等兵器 训练相拥 数日之后 贼人果然到来 抚天盖地 人数达六千多众 燃臣并无半点畏惧 先以投石机 巨弩车催贼士气 然后率兵掩杀 将贼子一击而溃 贼子丢亏弃甲 逃回黄龙山中 陈贤伟追杀贼军三十余地 杀贼无数 贼子吓破了胆 再也不敢犯我诚诚 他写的眉飞色舞 得意洋洋 立了这等大功 升官发财 指日可待啊 哈哈 正高兴得不得了 傅巡俭推门进来 低声道 将军 我们收到了山中猎户 带下来的消息 承煦 哦 讲 傅巡俭道 猎户说 洛川不沾泥退回黄龙山之后 再次与遗川左挂子 会合至一处 两军现在一起 向着白家宝方向过来了 承煦 我操 他手上的笔 啪哒一声掉了 大怒道 为何 贼子在我城城县吃了大亏 应该不敢再来了啊 他们应该向东北 进入遗川县 要不然向西 去洛川县也好 为何非要来城城县 只要不来这里 就不关老子的事啊 傅巡俭低声道 遗川县那边 据说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助手 陕西多良道红成仇 左挂子被他打得灰头土领 不敢与之为敌 不敢去遗川县 而洛川县那边 据说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巡俭 布沾泥 就是被他撵进黄龙山的 所以 所以 程旭黑着脸道 所以他们柿子悬软地捏 对吧 我程旭看起来就很好对付 是吧 傅巡俭满头大汗 程旭怒 老子哪里 看起来像得软柿子 到底哪里像 傅巡俭 头儿 先别生气了 想想怎么对付这两个贼子吧 他们合在一起 可战之兵足足有三千 咱们凭着 这小小白家宝 终究是不能敌 还是溜了吧 程旭心里直发慌 我本就打算随时开溜 也不是非得守着白家宝不可 但贼子若是死也不肯去洛川县和宜川县 攻破白家宝之后 必然会长驱直入城城县 最后闹得整个县城一片糜烂 我这城城巡俭 能逃得到哪里去 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十五 就算侥幸连十五也逃过 最后皇上问罪下来 依旧是个失职之罪 东陵党那县令再参我一本 我这颗脑袋 可就保不住了 程旭一抬头 突然发现 傅巡俭的脸 变成了太奶奶 对着他咧开嘴笑 乖曾孙 来陪太奶奶吧 啊 他一声大叫 转过身来 回头又看到一个太奶奶 站在背后 乖曾孙 太奶奶好寂寞呀 程旭 啊啊啊 扑通一声 扑倒在暗桌上 汗如雨下 死定了 这一次 真的是死定了 就在这时候 外面响起了白家宝哨兵的大叫声 老爷 老爷 高出五又来了 他又给咱们送东西来了 程旭移了一声 高出五 就是给我们送来奇怪的投尸机 和巨弩车那家伙 他又来了 他精神一震 一个箭步从屋子里窜了出去 果然 那辆巨大的怪车 又停在白家宝的门口了 这一次车上也是装得满满的 依旧是那材质古怪 非金非铁非石非木的古怪材质 只是 这次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像是一堆乱七八糟没有用的方块 车上刷地下 跳了一个白衣公子 看起来约莫十三四岁 嫩得很 嘴上毛都没长 正是白家公子 他仰起头 对着白渊大声道 父亲 我回来了 白渊只看了一眼 就大急 哎 你回来作甚 此地危险 速速回高家村去 白公子露出一脸自信的笑容 父亲 孩儿奉天尊之命 带了仙家导弹过来 因此 导弹需要用仙法组装 天尊怕您不会 特意让我回来 告知您方法 白渊 哎 仙家导弹 什么东西 程序一个箭步窜到了白渊身边 一边惊喜地跟着问道 导弹是什么新兵器 白公子得意洋洋地道 父亲 请速派家丁和民团 将车上的仙家导弹碎片搬下来 孩儿马上来指导他们 组装此物 白渊听说是天尊给的东西 那当然 不需要迟疑 立即挥手下令 大群家丁和民团的人跑了出来 又是拖 又是拉 从车上弄上来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碎片 白渊倒是认得这些碎片 这不就是高家村那五彩城墙的碎片吗 只是这次涂成了灰色而已 这东西有什么用 难道 天尊的意思 是让我们用这个 搭个新的城墙 仔细想想 搭个更高点的城墙出来 也还是有点用的 他正想着一些有的没有的 就听到白公子指挥着旁边的家丁 把那些碎片 抬到了白家宝中的中庭处 这里有一个挺开阔的大院子里 平时是家丁们练武的所在 长宽都有树掌 还挺开阔 白公子比划了一下 感觉在这里摆得下仙家导弹 便开始指挥起来 你们几个 去搬左边那块碎片 你们几个 搬右边这块碎片 好 抬起来 用这边的凸起 对准这边的凹槽队向中间走合在一起来 力气大的 左右两边同时用力推几十个家丁名团 对着两块积木 用力用力向中间一撞 啪 一声很脆的响声 那两块仙家碎片组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块更大的碎片 白渊 承煦 白公子继续 你们几个 把那边那块碎片拿过来 对着这块碎片上的凹槽 对准好 两边的人一起用力把它撞进 啪 又是一声脆响 碎片又组合上了 白渊 承煦忍不住了 这究竟是在搞什么鬼 白渊转过头来 虽然我看不懂 但是感觉大受震撼 承煦 父子两个都有毛病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在玩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白公子 那边的几个家伙 对 就是你们 抬起这片碎片 装到那 对对 再过去一点对准凹槽 使力啪 碎片组合上去了 白公子看了一眼 突然抹了一把汗 糟糕 好像记错了一点 快 把它撬下来 重新安装 白渊 承煦 我操 玩我呢 还要重来 亏我刚才还对高处 送过来的东西 充满了期待 结果你们在这里 搞些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白公子对着承煦行了一个大礼 将军稍后 晚辈刚才只是记错了一个小地方而已 马上纠正便是 承煦 别以为你闻周周的说话 我就会觉得 你说得很有道理 白公子转身 继续指挥 把那个抬过来 静啪 一通眼花缭乱的奇怪操作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看得一头雾水 但只要白渊不下令庭 白家宝的家丁和名团们 就只能继续陪着白公子胡闹 折腾了好一会儿 家丁们累得气喘吁吁 终于完成了 白公子站在了长达四丈多的奇怪装置面前 先行了一个螺圈里 然后才道 父亲 各位书白 各位将军 仙家导弹已经组合成功 现在就有晚辈来让大家看看他的威力 众人不明所以 至今还未明白 这个是什么鬼 白公子挥手对着家丁们道 你们这一群人 一起去推动仙家导弹的转轴 再转过去点 再抬高点那积木导弹 抬起了头来 炮管鞋对着天空 白公子指着一个力气大的家丁 你过去 用锤子击打后面的四个机阔 看见了吗 就是那四个凸起的圆形机阔 轮流击下去 那家丁只够得着下面两个机阔 上面两个还真够不着 还得搭起一张方桌 爬到桌上 举起锤子 才能刚好够到 敲 白公子一声令下 家丁挥起大锤 碰碰碰 连续将四个机阔 全都敲了下去 只听到碰碰碰 连续八声沉闷的响声 八枚比两个人 还长得巨型塑料炮弹 轮流从仙家导弹的炮管 喷射了出去 他们这一飞起来 就飞得极远 划过白家堡的城堡 再划过一片干裂的农田 再越过干枯的河道 最后轰轰轰地 砸在了远处黄龙山的山坡上 射程之远 惊得在场的 所有人都跌掉了下巴 原来 积木导弹玩具 在李道玄的世界 射程是五米 来到明末之后 他的射程就变成了一千米 也即使说 他可以对着两里距离的敌人开火 比射程最远的配重投尸机 射程三百米左右 和巨弩车 一百米左右 远了不止一点半点 整个白家堡所有人 全都看傻 而全场 看得最傻的人 就是程序了 他可是对战争兵器最了解的人 深知眼前这个仙家导弹的射程 意味着什么 程序高高举起双手 仰天长笑了起来 哈哈 天助我也 天助我也 哈哈哈哈 有此利器 区区贼军 不值一提 哈哈 太奶奶 曾孙儿又要晚一点 才能再来看你了 哈哈哈哈 曾孙儿又一次死中盘活了 他刷的一下低下头来 白公子 这仙家导弹 一共有几台 白公子伸出三根手指 程序大喜 快 快快把剩下两台也组合起来 白公子 可是家里没有这么宽大的院子了 这仙家导弹最少也要占四丈 长宽的地方呢 白渊刷的一下跳出来 后花园 假扇通通拆掉 可以再放一台 说完 他又想了想 书阁前的那个院子 拆掉亭台走廊 也可放上一台 白公子道 父亲 书阁前的亭子墙上 有您写的书法 那可是 您平生最得意之作呀 调华调 白渊哼了一声道 为了白家宝 舍掉几幅书法 又有何关系 君子六亿中 书这一亿 先给我化掉化掉 白家宝的人全都动员了起来 连程序手下的一百多个官兵 也加入了行动 拆掉后院的甲山花园 拆掉书阁前的亭子和走廊 白家宝里 就又多出了两个 摆放仙家导弹的空旷院子 在白公子的指挥下 大群人抬着大块大块的积木 玩搭积木 玩得不亦乐乎 上百人一起玩搭积木的盛况 可惜李道学没看到 不然又要乐上好几天了 终于 三台仙家导弹搭建完毕 白公子完成了他的使命 被白渊赶回了高家村 不允许他一个半大的孩子 留在战场上 高初五和郑大牛 又给他们运来了 数百枚塑料炮弹 这些炮弹每一枚 都有两个人叠罗汉那么长 但它并不是石头 而是硬塑料 虽然大块却并不沉重 几个村民就可以轻松地 将这大炮弹给抬起来 塞进导弹发射架的炮管之中 白渊亲自指挥大群村民和建户 练习装填弹药的动作 仙家导弹一次可以连续发射八枚炸弹 每一枚炮弹需要一组人来负责 因此 需要准备八组人 三台导弹就需要准备二十四组人 得一百多名村民 才能完成这个装填弹药的壮举 他们必须要练习纯熟 动作要快 让仙家导弹的装填时间 变得尽量的短一点 迎战贼军的时候 才更有把握 这就使得一百人 不停地围着导弹发射架旋转 反复地练习着装填动作 程序站在一边看着 心里又生起了那个古怪的感觉 这可是大旱灾啊 这些村民不停地扛着 又大又重的炮弹转圈圈 肯定饿得快 怎么肯死心塌地地 听你安排的 他正想着有的没有的 就见白家管家 带着一群家丁走出来 家丁们拎几个大箩筐 每个箩筐里 都是上好的白面馒头 这馒头用的面粉 一看就是好货 白白嫩嫩的 而且馒头做得一点也不小气 个个都幼大幼 时称管家大声吆喝起来 白老爷有令 吃了馒头 再接着练习 村民们轰得一声围了过去 一人两个馒头抓在手里 熬得一口狠咬 馒头上咬出一个巨大的月牙形 腮帮子高高鼓起 如冻 说话也就变得含糊不清了 嗯 好香 好吃 给白老爷办事 就是好吃的管购 承煦看到这一幕 也不禁棱住 娘亲的 以白原居然敢给村民吃个饱 我的兵都不敢这么吃 想到这里 他不禁转头 去看自己的兵 堂堂朝廷正规天兵 现在个个瞪着村民们 手上的馒头流口水 承煦只能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明白的 军户的生活挺苦 朝廷自万历年间 就没有正正经经 发过几次军饷了 左拖又拖越越拖欠 许多军户逃亡 其中不少人 甚至加入贼军之中 个个都成了贼军中的汉族承煦 为了安抚这群 跟了自己多年的兵 甚至自掏了几次腰包 想来颇绝肉疼 此 一个大篓子 摆到了承煦的面前 里面装满了白面馒头 白家管事笑道 承将军 这些馒头 给您手下的军爷们分一分吧 承煦精神一震 我来这里是来吃大户的呢 对着手下们一挥手 吃 不用和白老爷客气 他家祖上出过一个知府 两个县令 有钱得很 吃不垮他的 士兵们大喜 轰的一声围了过来 黑乎乎的手抓在雪白的馒头上 一抓一个黑手印 不过这是小事 黑手印就黑手印吧 反正是自己的手抓黑的 照吃不误 太香了 吃完了 还忍不住舔了舔手 把黑乎乎的手 舔白了不少第二日清晨 天刚刚亮起 哨兵就大声喊叫了起来 贼军来了 贼军下山了 空空空 敲竹筒的声音 响弃在白家宝的上空 白冤 程旭两人 第一时间就出现在了角楼上 两人一起向着北面的黄龙山眺望 只见山坡上大量的贼军 正在顺着山坡缓缓下来 这一次的贼军 规模就比上次大得多了 程旭只看了一眼就到 三千 至少三千 这一次 洛川不沾泥 和遗川左挂子一起来了 上一次听到这两人一起来的消息时 程旭还吓得半死 但现在亲眼看到他们来 反而不怕了 这大约是因为一切的恐惧 都是源自火力不足吧 只要火力足了 他还怕个锤子 太奶奶早就被他望到了九霄云外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山坡 黑了一声道 差不多了 他们已经走进了导弹的射程了 白冤疑了一声 静了吗 程旭 白先生啊 你这用眼睛量出距离的本事 还得跟着咱们当兵的好好学学 白冤刷的一下甩开了折扇 露出上面君子二字 此季与君子六亿无关 在下学不学无所谓的 程旭 妈的 好想打他 但是现在不是打他的时候 程旭转过身 对着刚刚各就各位的村民们 大声吼道 准备发射导弹 村民们一听到命令 管他谁下的 立即开始行动起来 没受过训练的杂鱼部队就是如此 谁因大 谁就可以指挥白冤 倒也不介意 程旭越祖带袍 抢他的村民指挥权 副手而立 站在城墙上 目光放远 瞅着山坡上缓缓下来的贼军 贼军正在下山 不沾泥 则正在骂人 他娘的白家宝 就区区几百号人 居然让老子栽了个大跟头 那废物巡检程序 居然硬气起来了 不就是凭着几台破头石机 几台破巨弩车吗 左挂子道 这小小一个家宝 哪来这么多工程武器 不沾泥 我哪知道 我还想问呢 左挂子转身 低声道 老鲁 你来说说怎么对付 左挂子身后转出一名汉匪 身上居然披着甲 而且是明军标志性的布甲 腰间配着刀 背着开员弓 这家伙做过官兵 人人都只知道 他姓鲁 是一名边军 和北方游民打过许多场仗 但全民却无人知道 毕竟这年头造反都是要化名的 免得连累了青族老鲁黑的笑了一声道 他们提防着我们 从北面攻打过去 投石机和巨弩车都会对着北面 我们下了山之后 便将大军一分为二 左右绕着白家宝走 布占尼和左挂子两位大哥 各率一步 从东西两边攻过去便是 他们的攻城武器转头不变 根本顾不得左右 布占尼和左挂子大喜 好计策 还是做过兵的 更懂打仗 两人刚说到这里 就听到部下们叫了起来 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 什么东西 贼兵们转头看过去 只见白家宝里 飞起了两坨奇怪的玩意儿 划过长空 对着自己所在的方向飞来 没有人认为那是炮弹 哪怕是出身于边军 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老鲁 也没有认为那是炮弹 所有人就那么傻乎乎地看着 那两坨奇怪的东西 飞呀飞呀 飞过白家宝的宝墙 飞过一片干裂的农田 飞过漫漫黄沙翻卷的土地 一直飞到了黄龙山坡上 轰 轰 两坨巨大的玩意儿落地了 落在了离贼军们 起码有十丈之远的山坡上 砸倒了两棵大树 没砸着它们 它们就不怕 双翅虎人如其名 动作很快 刷的一下就对着那两坨巨物 落地的方向跑了过去 一边跑还一边大笑 我去看看 那飞过来的是什么玩意儿 布沾尼居然还嘱咐了一声 莫不是什么巨鸟 你小心险 别被捉伤了 双翅虎大笑 我是虎 还能怕了鸟不成 那白家宝的白鸳 就是一只鸟 我肯定是要吃了它的 哈哈 一群贼人都笑了起来 这时候的白家宝里 程旭却在用手比划着 刚才炮弹落的地方 把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都插开 组合成一个方框 框着刚才炮弹落地的山坡 看了看 扭过头 对着院子里大叫道 把导弹向左转一点点 脑袋压低一点点 对对对 这么多 嘿嘿嘿 就这么多调好了吧 程旭大笑道 这一次不是射了 八枚 八枚导弹给我一起打 得令 拿着大铁锤的村民 挥起了锤子 碰碰碰碰 连续四锤 四个击阔连续敲下 八枚导弹 连续飞起 这一边 双翅虎刚刚跑到了 那两坨怪东西落地的地方 定睛一看 两坨比两人还高 巨粗的奇怪物体 躺在山坡上 伸手摸了摸 材质古怪 飞金飞铁 实在不明白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转过头来大声吼道 大哥 这不是巨鸟 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物体 搞不好是天外云铁 布沾尼 天外云铁 落在我们面前 这可是吉兆啊 自古以来 帝王新出 可不总是有天外云铁落下来吗 他刚想到这里 就听到部下门又叫了起来 又来了 布沾尼转头一看 白家宝方向 又飞过来了八坨奇怪的物体 划过长空 对着自己所在的方向 嚣张地飞来 老鲁突然大叫了起来 原来久经战争的老鲁 只看那八坨物事 飞行的角度和速度 就能看得出来 这次他们 要掉在头顶上了 直到这时候 他才终于反应过来 这玩意儿 有可能是炮弹 只是 以前从来没见过 么大的炮弹 而且 也没听到对方 有开炮的声音 所以他刚才才没反应过来 老鲁刚刚往地上一趴 那八坨怪东西 已经落了下来 第一枚就砸在了山道上 大群贼兵正在山道上 排队下山呢 拉成了一字长蛇之阵 那大炮弹落进长蛇之中 轰的一声 砸得好几个人 同时翻飞出去 接着第二枚 第三枚 轰 轰 轰 连续八枚炮弹 砸在山坡上 砸得大群贼兵人仰马翻 程序大喜 哈哈 角度调对了 另外两台导弹也别看着 一起发射 快快快 发射 另外两台积木导弹 旁边站着的村民 也挥起了大锤 连续敲下所有的击扩 十六枚导弹 一起飞起 这一次 程序都懒得再看他们重不重了 大声道 装填 立即装填 快快快 早已经准备好的二十四组村民 扛起巨大的炮弹 轮流跑到导弹发射架前 往着炮堂里面 塞有个村民脚下一半 扑通一声摔了 他那一组村民 全都一起往下摔 眼看炮弹 要砸到他们身上 旁边几个官兵 刷得一下窜过去 将那炮弹拖住 这才没有砸伤自己人 快快快 白家堡里 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而这时候 山坡上的贼军 就很惨了 三千人 沿着山坡上几条山道向下走 人与人之间的间距 可不怎么大 好多人甚至是挤在山道上的 突然天降巨大炮弹 连续砸下 这换了谁不下吊魂 山道上顿时一片混乱 有人向道路两边的树林里躲 有人向枯草堆里钻 有人找个大石头缩在后面 有人向前跑 有人向后跑 在山道上一挤一撞 就有人站不稳摔倒了 向下滑滚 接下来就是更多的人摔倒 大群人一起滑滚 山道上乱成一团 巨大炮弹又紧接着落下 砸得泥土翻飞 有人被炮弹直接砸中 当场毙命 有人被炮弹弹起来撞倒 虽然不至于当场死亡 但是也伤得不轻 滚落山坡和撞翻自己人 形成了踩踏 整个山坡上瞬间哭爹喊娘 乱得不成样子 劳鲁大吼 不要乱 稳住阵型 不要乱 有秩序地躲到大石头后面 然而 他再怎么喊也没有用 这些人可不是精锐的边军 没有临危不乱的本事 他们只是一群刚刚抄起刀子的农民而已 其中极少数参加过团练 但大多数都只会仗着人多捏软柿子 又来了 又来了 好多炮弹飞过来了 啊 又来了好多 看到白家堡的方向 又飞起了一片炮弹 贼军们吓得哇哇大叫 不少人尿了裤子 轰 轰 又一波炮弹 连续不断落下 这一次又是二十四枚 砸在山坡上 到处沙尘弥漫 这是什么鬼地方 为什么有这种鬼东西 呜呜 娘亲 我要回家 再也不来白家堡了 老卢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 士气崩了 已不能站 他在地上一阵翻滚 滚到了布沾泥和左卦子身边 飞快地道 两位大哥 撒吧 打不了了 士气崩了 这种情况下 如果强行要大家下山 冲锋白家堡 会被程旭以一百破三千 轻易击溃 布沾泥和左卦子两人 现在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小心肝也吓得扑通扑通地直跳呢 生怕一枚大炮弹落在自己头上 听到老鲁的话 两人想都没想 立即下令道 撤 回山里去 兜撒 贼军被打跑了 他们跑了 哗哗 少兵兴奋地大笑起来 他们退了 退回山上去了 哗哗 来时有多嚣张 去时有多狼狈 白家堡里的人 齐声欢呼起来 尤其是那二十四组负责装填炮弹的村民 更是放声大笑 毫无疑问 他们是这一战里 立功最大的人 别的人甚至都没出手呢 哪有人抢得了他们的功劳程序 也一样洗上煤烧 哈哈大笑了几声 指着沙尘弥漫的山坡道 小的们 把那山坡盯死了 贼军退去之后 派几个脚快的人过去看看 确定贼军不会再来了 就组织民夫 去把那些炮弹捡回来 这种迫势 他只需下个命令就可以了 自有傅巡简和工兵小齐去盯着处理 而他本人嘛 当然是写奏张报公嘛 回到屋里 拿起纸笔 得意洋洋提笔 贼囚不沾泥 左挂子 纠集一万贼军 再攻白家宝 臣虽然只有一百兵力 但是与城城共存亡 岂容贼子放肆 组织民团相拥 砍树伐木的 制造导弹 以聚贼军写到这里 他手上的笔僵住了 导弹这个词 他是从白公子那里听来的 这个词以前 写经奏章里递到朝廷上 皇上看得懂吗 皇上肯定要问呀 导弹是何物 然后文武百官肯定一脸猛逼 皇上肯定就会感兴趣 说不定就会一张圣旨 发到城城县来 把那个叫导弹的玩意儿 借送进京 让朕看看 这么一搞 那事情牵连就大了 到时候 导弹怎么来的 必须说清楚 一点也不得隐瞒 那这导弹来自鬼村的事情 就要暴露 他承虚力敌贼军的功劳 就一点也捞不着了 全都被鬼村里的 不知道什么鬼人给抢了去 承煦赶紧把刚刚写的奏章 放到火上 烧成灰 再重新提笔 前面不变 写到砍树伐木那一句时 话锋一转 陈身先士卒 冲入敌阵 以一人之力 连杀数名汉匪 威震黄龙山 贼军胆气为臣所设 虽万人不敢与陈为敌 只得狼狈逃窜 臣不辞劳苦 星夜追杀贼军三十余里 因恐中了贼军埋伏 不禁哈哈大笑 老子立此大功 臭文官们搬不倒老子了吧 哈哈 白家宝又打赢了 一骑快马 冲进了高家村 马上的白家家丁 还隔得老远就兴奋了狂猴起来 多谢天尊恩赐的仙家导弹 白家宝又赢了 高家村的村民们 听了这话 便又开心大笑起来 村子上空 回荡着快活的空气 白夫人和白公子两人 登上了角楼 对着天空行了大礼 家丁登登登跑上城楼 向白夫人和白公子 汇报详细战况 三十二 高一夜等人 便也过来一起听 箱子外面的李道玄吗 今天点了个二十九元的 乐山波波鸡 一边吃着各种鸡杂串串 一边也竖起一只耳朵 来听箱子里的消息 家丁说到仙家导弹的威力时 眉飞色舞 添油加醋 一番吹嘘 把仙家导弹的威力 直吹上了天去 什么一炮轰死五十几个贼人啊 什么一炮轰倒了一座山 听得箱子外面的李道玄 笑得差点把波波鸡打翻在地上 就一个塑料玩具炮而已 轰得倒山才怪 那黄龙山再怎么缩小 也不是区区一个塑料炮弹能轰翻的 竟他喵得鬼扯 实际上别说黄龙山了 现实里一个小石块 塑料炮弹也无法撼动 以后碰上坚固的城池 这塑料导弹 是派不上多大用处的 家丁吹完之后 对着天空行了个大礼 我家老爷说 贼寇这一次被打得心胆接裂 应该是不敢再犯白家宝了 他稍作一下安排 便会来高家村 向天尊谢恩 李道玄倒是不在意什么谢恩不谢恩 不过 白渊要来高家村走一圈倒是不错 那乐子人非常有趣 就像家里养的二哈 光看他犯二就贼有趣 白公子听完家丁的陈述 也不禁得一扬 哈哈 既然是仙家导弹击退了贼子 那这一战 我立的功不小吧 立了功就应该有赏赐 娘亲 我上次说的那只会说话的鸟 这次可以给我买了吧 白夫人趴地给了他一个大笔兜 玩物丧志 成何体统 你现在正式努力学习的时候 别以为立了个功 就可以买那破鸟 白公子捂着脸 无语 白夫人又补充道 这样吧 为娘奖励你一套太极通书 西鸣 正蒙 家里 黄极金四书 你觉得如何 白公子扑的一声 倒地 起不来了 李道玄听了这一堆书名 根本不知道是些什么鬼 看白公子的表情 似乎不是什么好东西 像是给小孩子发了一套 补习课本式的感觉 泽泽 同情一波白公子吧 可怜的孩子 这一番闹腾 倒是让他想起来 最近视角都放在打仗上了 天天担心着自家小人会不会战死 倒是忘了关注自家小人的学习情况 泽泽 这可是必须得关注的呀 若是不好好学习 掌握新知识 觉悟新思想 那就永远无法打破旧志 走向新生 就像王二 布詹妮 左挂子 李自成 张献忠这一类的名模的农民起义军 他们没有指导思想 他们拿起武器来反抗地主阶级的战斗 并不能算革命 只能算是夺权 待夺权成功之后 他们虽然改了国号 似乎是成立了一个新国家 但却只能采用旧制度 他们只是把现在的地主杀光 然后让农民变成地主 再去奴役下一批农民 最终改变不了什么 要改变这个循环 就必须得注入新思想才行 李道玄长长地叹了口气 将注意力从他们身上移开 转向了学景 一群小孩子 正在王先生的面前 背诵着百家姓 赵钱孙礼 周吴正 要从这些孩子开始吗 那需要多少年 他正想到这里 就见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 看起来很穷 很穷的年轻男子 走到了王秀才的面前 王先生 听说你找我 公公刚见到窗外 有一只小鸟飞过 我认出来了 这种鸟的名字叫做家鸟 家就是家 这明显就是暗示我家庚 所以就家吧 王先生精神一阵 你来得正好 是我在找你 那贫穷男子看起来怂怂的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李道玄几乎是一眼就判断出来了 他是才来高家村没多久的人 只有新来的 才会是这样的精神面貌 王先生开口道 我听说你是个刁板匠 贫穷男子赶紧行礼 是的 小人名叫肖大正 祖祖辈辈都是刁板匠 王先生 著作匠 轮班匠 肖大正一脸尴尬地道 著作 小人是丢掉了户籍逃过来的 现在只是一介留名了 王先生同情地叹了口气 著作匠啊 那可真是难为你了 听说 你刚来高家村 为例寸宫 吃了好几天白食 想必你多少也有点心中不安吧 这话还真是说中了 肖大正来到高家村 立即得到了匠人待遇 三十二给他分配了匠井里的住房 发了米面盐油 让他生活无忧 但是 这些东西吃着 心里慌啊 自己什么也没做 就吃白食 能不慌 就怕哪一天 师爷突然跑来对自己说 你什么屁用都没有 高家村不要你了 那可就完蛋大吉了 所以 肖大正这几天都诚惶诚恐 到处打听 自己能干点什么 然后 他的好朋友罗腿毛 就把他推荐到王先生这里来了 肖大正 小人是真的心慌 还请王先生指条路子 王先生 好吧 那我就直说了 我的孩子们 都没有书可看 这整个高家村里 就只有我带来的几本书 孩子们只能轮流翻阅 学点东西 可真是太困难了 肖大正马上就懂了 王先生的意思是 让小人刁板印刷一些书籍 正是 王先生摇头晃脑地道 给孩子们看的书 那可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字 也不能搞错 我之所以找你来 也是听罗腿毛说起 你干活卖力 认真 刁板从不出错 肖大正赶紧道 小人做事最是认真 小人经手刁板的书籍 一个错字 也不会有 那就好 王先生拿出树叶纸来 都是他自己手写的 这是天尊教我的仙语 叫做汉语拼音 我将之整理了出来 由你来将它们刁印为书 如此一来 你也算是为天尊做了点实事 你家里那些饭食 吃起来就不用那么心慌了 肖大正大喜 多谢天尊 多谢王先生 我一定不负所托 将汉语拼音 刁印得妥妥的 王先生 我可得提醒你 这B和D 是很容易搞错的 还有这个C和E 也是容易错的这 这里 都是些容易错的地方 你若错了一个字 教坏了孩子们 一 肖大正 先生放心 错了一个字 我把自己脑袋拧下来 给天尊当球踢 李道玄听到这里 直乐 不错不错 随着匠人的陆续到来 高家村开始多面发展了吗 我的打印机一开 就算是用缩印 也会把东西印得非常巨大 不便他们翻阅 而现在 有了雕板匠 高家村自己能造纸 自己能出书 那就可以开始真正 孵化文化这两个字了 文化连接着思想 有了思想 才能有高度 才能展开新的世界 刚刚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两个小人就已经迈不出发了 李道玄先言大悦 低下头 一夜 你给三十二说一声 有一个叫肖大正的匠人 正在打算雕印书籍 让三十二不计一切代价 帮助他尽快将这件事做成 第一本 汉语拼音 印刷出来的那一天 重赏雕板匠 高一夜 遵命 他这时候 还和三十二 白夫人 白公子等人坐在一块呢 正听着白夫人教训 玩物丧志的儿子 听得一个脑壳两个大 借着天尊下令的机会 赶紧拉了三十二跑路 三管事 天尊有事要吩咐你坐 三十二也一样头打 借机开溜 那白夫人 白公子 你们先聊着 在下告辞了 两人飞快跑到一边 高一夜转述了李道玄的命令之后 三十二便赶紧去跟进这件事 叫上他雇佣来的师爷谭李文 急匆匆地向着降警而去 高一夜则左瞅瞅 右瞅瞅 似乎没什么自己能做的事了 天尊也不发话了 自由时间到 他的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了两圈 把腿就往学井的方向跑 学井里 一群小孩子刚刚读完了百家信 正坐下来写作业呢 高一夜猫着腰 从王先生身边前行过去 溜到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子身边 低声道 高三娃 高三娃 那男孩名叫高三娃 转过头来 低声道 一夜姐 真的要去 高一夜点了点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高三娃从客桌边滑了下去 猫着腰 跟在高一夜背后 两个人偷偷摸摸 趁着王先生转头的一瞬间 溜出了雪井 李道玄看到这里 不禁乐了 这是在干嘛 高一夜拐小孩逃课呀 你这圣女形象 现在是彻底不要了 究竟要带个小男孩去干啥事 只见高一夜和高三娃 两人穿过围屋那层层叠叠叠的走廊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高家堡正门外 这里停着三辆车 太阳车一号 二号 三号 从小到大 分别是两丈 六米 三丈多 十米 九丈多 二十八米 高一夜爬上了太阳车一号的驾驶位 双手扶住了方向离 嘿嘿笑道 高三娃 准备好了吗 高三娃站到了控制遮阳帘的地方 低声道 一夜姐 这样做真的不会有问题 天尊抓到咱们撕开太阳神车 会罚我们的 高一夜 天尊叫我做自己喜欢的事 高三娃 可是 做自己喜欢的事 也不能违背天尊的法旨啊 高一夜 天尊的法旨只说了 高出五和正大牛可以开车 却没有说别的人不能开车 只要是他没说不准做的事情 就表示可以做 高三娃 这逻辑 似乎说得通 高三娃毕竟是个孩子 胆子也不小 好吧 那我就帮你了 李道玄看到这里 不禁玩耳一笑 小妮子也学会抓字眼了 哈哈 最近这些天 读书十字没白学 高一夜对着高三娃道 轻轻掀开一点点帘子 不可以掀多了 太阳神车就是太阳晒得越多 速度越快 我可不想变成 高出五和正大牛那样的笨蛋 第一次开车就撞墙上 笨蛋的绰号了 高三娃黑黑笑 我也不想变成笨蛋 天尊亲口说了两个笨蛋 出五和大牛哥 这辈子都甩不掉高一夜 知道就好 挂上了笨蛋的绰号 娶媳妇都得多加两杯聘礼才行呢 高三娃黑黑笑 娶媳妇为什么要聘礼 自己吃了那些东西不好吗 高一夜翻了翻白眼 小孩子懂个鬼 好了 出发 高三娃轻轻地拉开了一点点遮阳帘 大旱灾下 最不缺的就是太阳 那该死的太阳 是天天都悬在天上 遮阳帘一拉开 太阳车的动力就来了 车子缓缓地驶了出去 太阳车洞 在高家村可是大事 在秋小麦田地里劳作的村民们 便一起转头看了过来 山坡上那些砍树伐木 还在给村民们造 门窗家具的劳改贩们 也一起转头看了过来 几十双眼睛全都锁定在太阳车上 本来是想看看两个笨蛋今天翻不翻车的 结果却看到圣女大人在驾驶位上 后面一个高三娃在控制太阳光的照射 村民们大惊 哎哟 怎么回事 今天不是高初五和郑大牛开车了吗 为什么圣女大人跑去开车了 三娃居然也在上面 高三娘急吼吼地爬上了宝墙 大声喊了起来 三娃 你在干什么 是天尊下的法旨吗 高三娃大急 嘘 嘘 娘别大声喊 我还在学井里上课呢 惊动了先生 他就知道我逃课了 他这一声叫回去 呗 全村人都知道他逃课了 高三娘鼻子都气歪了 操起一根藤条 就从家宝里杀了出来 一夜姐 我要加速了 高三娃大急 我娘杀出来了 高一夜哈哈大笑 我已经学会转弯了 现在可以加快一点 好呀 那就快逃呀 高三娃把遮阳帘又拉开了一些 太阳车一号便唰的一声冲了出去 在这高一夜和高三娃 冲上了村外那条唯一的水泥路 向着郑家村的方向去了 高三娘哪里追得上 在后面跳着脚大骂 你小子晚上还得回家 到时候 要你尝尝竹笋炒肉 高三娃 今晚吃肉 太好了 娘等着我回家再开饭 别吃完了 于是 全村人都笑了起来 车子沿着水泥路飞奔 太阳车一号 是最简陋的是座车型 没有车厢 甚至连个挡风版的都没有 速度一加快 迎面来的风 就将高一夜的长发 扬起在了脑后 舒爽的感觉升起 让她想要放声大笑 被束缚得太久了呀 可我 终究是高家村 最调皮捣蛋的那个女孩呢 哈哈哈哈 李道玄看着女孩 驾车驰骋的画面 心里也觉得十分舒畅 嘴角泛起弯弯的弧度 原来我这人啊 还是希望看到别人开心 不喜欢看到别人悲伤呢 也许 拯救别人 并不仅仅只是救了别人 也拯救了生活在 无尽的快节奏生活中 感觉不到快乐的自己 莫非 拯救指数里面 也包含我自己的那份 李道玄啃了一口 手上的乐山啵啵鸡串串 哇 有点小辣 刚才一不小心 居然想深了 打住打住 想太深 容易进入哲学的范畴 而人一旦陷入哲学之中 就很容易变成精神病 为了自己的精神健康 万事都不要想太深比较好 十串 刚把一串鸡针子塞进嘴里 突然发现 官道上有一群衣衫蓝履的人走了过来 是从西南方向过来的 而那个方向 通往县城 李道玄心想 不会是又来了新的工匠吧 嘿 工匠这东西 那肯定是多多一扇 不过 他马上就发现 自己想错了 这伙人很明显不是工匠 他们走到高家宝门口 没有补子里的工匠出来迎接他们 也就是说 没有介绍人 宝墙上的哨兵 立即盯上了这伙人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现在的高家村 不会随意放不认识的人进宝 在村里乱逛可以 进宝不行 那一伙人被哨兵一鹤 立即耸成一团 不敢乱动了 其中一个看起来最年轻有胆的人 举起了手 大声道 请问 这里可是高家村的李家宝 村里所有人 早就得到了32的授意 对着不认识的陌生人 要自称李家宝 因此 少兵点了点头 应道 没错 这里是高家村 李老爷家的家宝 新来的一群人 马上就激动了起来 总算到了 找到了 高家村的李家宝 太好了 少兵感觉到了不寻常 瞪大眼睛瞅着这伙人 不敢一开眼睛 另一名少兵却飞快地跑去 叫了32过来 32从墙上探出了头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里有何事 我是李家的管事 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 那群衣衫褴褴的人 抬起头 七嘴八舌地道 我们是县城旁边的曹家庄 石家庄 带庄村的人 我们遭了灾汗 没吃的 就到了县城起食 但是县令老爷 市的州太西了 也就饿不死 还是吃不饱 听一位卖堂的老爷说 这高家村的李老爷 是个良善人家 李道玄听到这里 心想 原来是过来讨食的 32爷一般想法 正打算 让帮贤的拿点吃的 来送给这群人 就听到那群人继续道 卖堂的老爷说 高家村有一种 叫做劳改犯的长工 只要好好干活 就能天天吃饱饭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请管事的 收了我们做劳改犯吧 李道玄 扑 32降住 旁边的师爷谭李文 两个哨兵 还有几名帮贤 根本没憋住 秀得一声笑出声来 见他们笑了 下面那群人有点慌 还以为被李家的家丁 看不起了 李老爷也许是个良善老爷 但言望好见 小鬼难缠 家丁是最喜欢欺负人的 他们这一笑 这活儿怕是要黄 一群人急吼吼地道 管事 我们干活很麻烈 很卖命的 您交代任何事 我们都能给您做得妥妥的 要不您 就让我们先做三天劳改犯 世上三天 您满意了 再让咱们做长期劳改犯 李道玄笑的嘴里的啵啵鸡 都掉了出来 地板弄脏了 堂堂天尊 趴在地上 拿餐巾纸擦地板 Oars 32看着宝墙下 那一片主动要求做劳改犯的人 也是哭笑不得 叹了口气 仰起头来 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天尊一直以来处理这种事的态度 心中便有了计较 打开宝门走了出去 站在那群衣衫褴褛的人面前 诸位 你们有所不知 劳改犯这个玩意儿 是指的犯下了罪行之后 用劳动来偿还自己的犯下的罪行的罪犯 那可都是罪犯 那群人一听 顿时愣住 好几秒后 那群人脑袋上灯泡一亮 想到了点什么 一个年轻人举起了棍子 管事 我现在 把你打得头破血流 是不是就犯了罪 就可以劳动偿还自己的罪行了呀 三十二灯灯灯连退了几步 你是笨蛋吗 助手 我的意思是 你们大好良民 没必要去做罪犯做的活计 我给你们另行安排救了 一群人压了一声 脸上泛起喜色 三十二还还咳了几声 震住场面 咱们高家村有许许多多需要下力气的活 需要大批短工 既然你们愿意来干活 当然不会有拒绝你们的道理 嗯 这样吧 先把工钱谈好 在谈作什么是一群人齐齐瞪大了眼 露出满脸期盼之色 三十二 首先是包吃包住 轰 一群人齐齐欢呼起来 包吃 三十二笑着摇了摇头 瞧你们没出息的样子 光听到包吃就激动成这样 可 包吃包住是劳改犯的待遇 但你们不是罪犯 而是普通良民短工 所以 除了包吃包住之外 还要再给你们发放一些工钱 一群人欢呼起来 还有工钱 三十二 工钱可不多呀 一群人欢呼 工钱不多 咦 等等 这句话不值得欢呼啊 一群人刷的一下全都僵住 停止欢呼 善善地笑了笑 三十二 工钱就按每个月二十斤面粉 两斤猪肉 二两盐来算吧 一群人又愣住了 这就是你说的不多 我擦 这叫不多 这已经多的 我都不敢相信了呀 哄 一群人重新开始欢呼 工钱不多 真是太好了 李老爷果然良善 管是好人啊 三十二笑着摇了摇头 转过身 背对着这群灾民 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表情 因为他的嘴角 已经忍不住要疯狂地裂开来 笑得都快差点脸到了耳边上 以前为张耀彩做师爷时 他总是挨老百姓骂 想要帮助他们 却无能为力 如今能看到一群人 因为他的几句话 而欢呼雀跃 真是开心啊 感谢天尊 让我有底气 有能力 做一回好人 笑完 三十二转回身来 故意摆长了脸 摆出威严的模样 工钱谈好了 就来谈你们的工作吧 那群人一起欢呼 什么工作我们都做 不管什么 三十二 好 那就和水泥 铺水泥路吧 那群人头顶上 飘起一大片问号 三十二 你们且跟我来 我来教你们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身后刷的一下 冒出师爷谭丽文的脑袋 东翁 杀鸡烟能用牛刀 后面的事 和蓄宁亲自出手 交给再下去处理就可以了 三十二一拍脑袋 差点忘了自己不是师爷 而是雇佣了师爷的人了 赶紧哼哼道 谭师爷 给这些人安排吃食住宿 教他们搅拌水泥腐路 务必要处理得妥妥当当的 谭丽文行了个礼 再对着那群人招了招手 你们都跟我来 那群人跟在谭丽文后面去了 三十二又咧开了嘴 嘿嘿嘿 哈哈 这就叫家挤人足 李道玄的眼光 离开了三十二 开始跟着谭丽文转 谭师爷在安排那群人的食宿 食倒是简单 从望楼二楼的仓库里 随便拿点食物出来 就够这伙人吃到撑 但素却成了一个问题 这群人毕竟出来乍到 又不像匠人们那样 有熟人介绍 谭师爷可不敢让他们 直接住进高家宝 万一其中有几个 品行不端的家伙 宝里的原住民 可不太安全 不仅把眼光转向了保外那些 劳改贩住的塑料房子 心想 要不要把这些短工 安排去和劳改贩住在一块呢 这样做 只怕也不是很妥 李道玄看出了他的犹豫 心里也在想 高家村名声已经传出去了 今后与外界的交流会越来越多 说不定跑来主动申请劳改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这样下去 还真是得考虑一下 接纳移民的问题了 得弄一片接纳外来移民的区域了 不能离保太远 否则不利于自己的关注 高家堡周围的农田也不能占用 他不断地点击东南西北 在自己的视野范围里寻找合适的地方 很快就给他找到了 在高家堡西南方向的竹林边 有一片乱石坡 由于土层很薄 不能用来种田 石缝中钻出一些嫩绿的草芽 还是拜自己前些天降雨所赐 那就这里了 李道玄拿出宁阳玩具 寄给自己的样品大箱子 又从里面翻出了十几座塑料房子 对着那片乱石坡一摆 转眼之间 一片五颜六色的房子 耸立在了乱石坡上 村民们听到那边 响起奇怪的声音 都转过头来看 三十二和谭师爷 一看到 这片新出来的房子 马上就明白了 天尊这是在给新来的灾民 安排住宅呢 天尊人善 所有人都赶紧对空行大礼 只有那群刚来的人猛在当场 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虽然看不懂 却感觉大受震撼 谭师爷笑道 在这里生活几天 你们便会懂了 跟我来吧 咱们去看看 你们的新房子 怎么分配他一边走 还一边对身边的帮贤吩咐道 你去匠警走一圈 让铁匠们 给这些新来的人 打几口铁锅 几把菜刀什么的 让他们有家伙煮饭 对了 再去灭匠那里转转 弄点竹篮子 竹篓子什么的 过来给他们用 木匠那里走一趟 给他们定制几张床 难民们听着他 事无巨细的安排 心中也不禁暗想 真是来对了地方 这高家村 连咱们这种人 也会照顾得如此周到 真是好地方啊 五日后 大清早 李道玄已经起了床 自从有了造警箱 他的作息制度 居然也开始跟着古人们来了 日出而作 日落 可不期 怎么也得玩到晚上十二点才睡 就算身体想休息 脑子也会说 我再刷两分钟手机 就算脑子也想休息了 手指还在无意识地刷手机 反正晚上什么时候睡都行 早上天一亮 生物钟就会将他摇醒 点了个南瓜粥外卖 捧着粥晚 呼呼地吹了 就在这时候 白渊来了 骑着一匹骏马 带着几名家丁 神采飞扬地来到了高家村 还没进村呢 就在马背上 远远地对着高家村的上空行了一个大礼 拜天尊 这君子六义中 礼这一项 白渊可是很注意的 角楼上的哨兵大叫起来 白老爷来了 于是 三十二 高一夜 白夫人 白公子一行人 便赶紧迎了出来 连高初五 郑大牛 李大 高一一等人 也一起过来给白渊打招呼 见到白渊平安无事 大伙都开心 白渊笑着抱了抱拳 诸位安好 在下这次来高家村 是特意来报个喜讯 拜谢天尊的 高一夜微笑 天尊已经收到你的感谢了 白渊再次仰起头 长衣了一个 三十二道 白先生 你离开白家宝 跑来高家村 万一贼人趁机攻打白家宝 那可如何是好 白渊笑 哈哈哈哈 放心放心 贼子 已经被天尊的仙家导弹 打破了胆 再也不敢来白家宝了 程序派出赤后盯着 发现那群贼子 不敢再从白家宝的北坡下山 换了个别的方向去了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才放下心来 白渊转头对高初五和郑大牛道 两位可以去白家宝 将仙家导弹运回来了 两个憨憨应了一声 好烈 白渊又转头向白夫人和白公子 你们也可以随我回白家宝了 白夫人大喜 好的 妾身马上去收拾行李 白公子却道 父亲 我想留在高家村 话音刚落 白夫人啪地给了他一个大笔兜 你是想逃避为娘监督你读书吗 白公子捂着脸 孩儿在高家村的学景里 学到了一门仙语 叫做汉语拼音 这可是天尊轻寿 是一门高深无比的学问 若不将之全部学会 孩子心有不甘 听他这么一说 白夫人善善地藏起了刚才打人的手 原来如 那个 有点想道歉 白渊想都不用想便道 既然是天尊轻寿的仙语 那当然理应学完 那你就暂时不用回白家宝了 你娘回去便是 白夫人大吉 我儿才十三岁半 留他一人在此 我如何能放心 白渊道 此地有天尊照福 有什么不放心的 白夫人 我就是不放心 我不能回去了 我也要留在此地 不然没人照顾孩子 白渊 白公子低声道 娘 你还是回去吧 我一个人在这里怕 白夫人给了白公子一个大笔豆 你这么想把为娘赶走 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娘了 众人冷汗直流 心想 就冲你这个大笔豆的频率 谁不想把你送走啊 李道玄不自禁地一起看向白渊 心想 这家伙碰上点事 马上就把妻子送到高家宝 莫非 白渊说话都不带半点犹豫的 夫人你留下陪孩子不错 非常好 为父当然是没意见 李道玄 不 果然是这样啊 白渊招了招手 身后一名家丁 捧过来一个小酒坛子 笑道 为庆祝白家宝击退刘贼 大获全胜 在下特意带了一坛酒来 今儿个与各位高家村的朋友们 喝个不醉不归 众人大喜 好眼 高出屋咧开了嘴 这么小的坛子 一个人能喝几口呀 根本解不了馋 郑大牛 是呀是呀 我一口就能喝半坛 白渊有点小尴尬 连汗了三年 白家宝也没有余粮 三年都没有酿过酒了 就这么一小坛 还是我五年前酿制 埋在花园里忘掉的 前几天 拆了花园里的假衫 来摆放仙家导弹 将它挖了出来 我才想起了 家里还有这东西 说到这里 它有点小遗憾 自从大汉以来 想喝一口酒可真是奢望啊 就这么一小坛 也没多的 大家将就这分 就图个一乐 李道玄听到他们的尬聊 才想起来 对呀 大汉灾粮食减产 小人们几年没有酿过酒了 碰上喜庆大事时 他们想念美酒的味道 也是必然的 好 给他们安排一点点 李道玄下了楼 钻进了超市 小超市里 当然没有什么很好的酒 也就是些几十块到一百出头的那种档次 李道玄本身是不喝酒的 也不知道什么酒好喝 什么酒不好喝 便随便来一个比较有名的牌子吧 五粮液 52度 120块钱一瓶 又想到这酒度数太大 可能有人喝不惯 再买一瓶双庆啤酒 几块钱 拿着两个酒瓶 饿呵呵地回到箱子边 小人们这时候 已经在望楼前的天井里摆开了酒桌 酒 只有那么一小坛 只能这么几个人享用 他们多多少少 感觉有点对不起别的人 正颇觉遗憾呢 高一叶突然脸带喜色 跳起来道 大家快准备器皿 天尊说 要赐给我们天上的神酒 郑大牛是最有经验的 他以前经常得到天尊赐下的肥宅快乐水 一听说要准备器皿 身体比大脑还动得快 刷地一个闪现回到家里 再一个闪现 回到天井中 手上已经端了一个巨大的木脸盆 然后 大伙就看到天空中 伸下来一个奇怪的管子 伸到正大牛端着的大脸盆上 一挤 掉下来一滴晶莹剔透的大水滴 啪哒一声 脸盆满了 随着水珠子建设开来 浓浓的酒香味瞬间弥漫 五凉夜的香味 那可不是吹的 白云的眉头一挑 好酒 三十二也一闻就闻出来了 好香 不过 几个穷人出身的高家村民 就分辨不出来酒的好坏了 高出五裂开嘴 嘿 神九 我先来一碗 他拿着个大碗 在正大牛手上的脸盆里 直接就勺了一碗出来 往嘴里一道 李道玄一看就知道 高出五这憨憨要糟糕 这可是五十二度的酒 五十二度啊 你他瞄得用碗干 还往嘴里整碗一道 差不多可以拖出去埋了 果然 高出五这一碗干下去 当场就感觉不对劲了 左晃晃 右晃晃 呕通一声 栽了 偏偏旁边几个人 还不当一回事 还在府长大笑 哈哈 高出五这笨蛋 喝酒哪有这样喝的 一点危险意识都没有 李道玄只好下令 给他催吐 把酒弄出来 高一夜把天尊法指转述下去 大伙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把高出五抱起来 左折腾又折腾 折腾了好半天 把高出五干下去的那碗酒 给弄吐了出来 这才收手作罢 高出五憨糊糊躺在天井一脚睡着了 李道玄 此酒尽大 注意事量 众人赶紧行李 天上神酒 凡人不可牛饮 我们记住了 他们瞥了一眼高出五 心想 牛饮就会变得和这个笨蛋一样了 学谁都可以 切不能学高出五啊 李道玄又拿了一个矿泉水盖 接了一盖子啤酒 缓缓地放下去 这种叫啤酒 劲儿比较小 适合大多数人 喝不惯白的人 就让他们喝题的 多谢天尊 这一下 酒就够多了 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专享 每一个人都能分到了 很快 高家村所有打铁工匠 造纸匠 修路工人 织布的富人 连同砍树的劳改犯们 都暂时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拿起酒杯 明明只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一天 也不是什么重要节日 但就是感觉很嗨很开心 干杯 喝 今天究竟在庆祝什么 好像是庆祝白家宝 打败了刘贼 这也不算啥大事吧 上次咱们高家村 打败无上名王 都没这么大规模的庆祝呢 管他呢 有酒喝你还说什么怪话 酒可是粮食酿的 你以为现在是什么年头 老子三年没闻过酒味了 天尊的神酒 好香 就是敬好足 我他娘的一杯都干不动 才一小口脑袋就在悬了 哈哈 要不然怎么是神酒 干 整个高家村里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与此同时 城城县 冯元镇 贼军来了 贼军来了 赤后声嘶力竭地大吼着 冲进了冯元镇的大门 镇门立即在他背后轰的一声关上了 大群的香涌涌上了墙头 紧张地看向北方 只见北方的黄色田地上 出现了大群的流贼 其中扬起两面大旗 一面上书泥 另一面上书卦 正是布沾泥和左卦子的大军 看着铺天盖地而来的贼军 站在冯元镇 那不到一丈高的矮墙上的香身 富商 民团教习 全都吓得面无血色 城城县令梁士贤 也在其中 他的心里也怕 但是 他是县令 他就算怕也必须顶上去 县令的职责 就是守护一线之徒 贼军果然来冯元镇了 他们两打白家宝不下 舍弃了白家宝 绕道直取冯元镇 哼 还好本官早有准备 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学富武车的梁士贤立即在脑海中 打开了战术分析模式 敌军的人数 布阵 装备 士气 路线 破绽 漏洞 各种数据在他的脑海中 不停地组合 似走马灯一般地旋转 最后叮的一声 定格在了一幅画面上 那幅画上 写着四个大字 本官不会 梁士贤 糟糕 打仗的事情 触及本官的知识盲区了 县尊大人 快下令放箭吧 冯元镇的民团叫席跳了出来 他这一吼 让梁士贤清醒了少许 赶紧大声下令 放箭 放箭 虽然他真的不会打仗 但打仗前的准备工作 还是做得不错的 大量的民团和湘勇 站上了城墙 亮出了手里的长弓 清一色的塑料弓 没错 就是李道玄借给他的那一批弓 这弓的性能 远远不如官兵用的开员弓 但是因为弓壁长达半丈 倒也有一定的功力 比猎人们用竹子做成的小猎弓 要强那么一丢丢 民团与湘勇们拉开大弓 搭上临时赶制的尖头木棍箭矢 对着阵外的贼军 刷刷刷就是一通乱射 塑料弓夹尖木棍箭 威力极低 但是顶不住弓多呀 五百把塑料弓 哪怕射去的箭矢歪七倒八 但那视觉效果也够吓人一大跳了 布占尼和左挂子 还真是没想到 小小一个破阵子里 居然拿得出五百弓手 这他喵得 还讲不讲道理了 冲在最前面的汉匪们 扑扑扑连续中箭 虽然这件威力不高 不像上次在白家堡 被官兵们射得那么惨 但前排汉匪依旧吃了个大亏 不少人痛得嗷嗷痛叫 有人倒下 有人踩在了倒下的同伴身上 有人躲在同伴背后 拿战友来挡箭 结果自家人对骂了起来 一时之间 贼一军乱成一片 好多弓箭手 冯元镇只是一个小镇子而已 哪来的这么多弓手 冲不过去呀 镇上漫天乱箭飞下 贼军根本无法靠近 眼看士气岌岌可危 不沾泥和左挂子 心中都萌生了退意 就在这时候 东边的山沟里 突然钻出来一支军队 为首一人 正是巡捡承旭 在旁边偷看了许久了 终于等到了 贼军气势衰竭 可以逆转战局的时候 若是毕书的仗 承旭比谁都耸包 若是毕胜的仗 承旭比谁都勇猛 哈哈一声大笑 让你们功成成县 捏软柿子 来啊 看他老子是不是个软柿子 将手向前一挥 大声吼道 小的们 给我冲 一百多名官兵 对着贼军拦腰杀了过来 城里的梁士贤一看 哈 程序也来了 天助我也 我得想想 现在该怎么办 学府舞车的梁士贤 立即在脑中打开打开阵门 杀出去 身边的民团叫习大吼起来 阵门大开 进牵民团 相拥 齐声呐喊 冲了出去 梁士贤 本官的走马灯 来不及启动了 程序和民团相拥 两边冲锋 把不沾泥和左挂子 吓得屁滚妙流 两人不敢迎敌 掉头就跑 清晨 李道玄刚刚起床 就发现箱子上面 多出来了一行字 王家村 咦 这嗓子什么时候出来的 莫非是昨天喝醉之后 昨天整个高家村饮酒欢庆 仿佛过节一样热闹 喝尽兴的村民们 翩翩起舞 天黑了还不肯睡 在村外点了的大火堆 一群小人围着火堆跳尬舞 李道玄这个从不喝酒的人 也不仅给自己倒了几杯啤酒 与民同乐嘛 乐完了又想试试五粮液 究竟是什么味道 结果一喝就喝高了 后面的事就记不太清楚 现在爬起床来 才发现箱子上面的拯救指数 又涨了一些 同时 箱子上面多出来 行一字王家村 看来是昨晚视野 又变大了几里 把王家村给纳入进来了 谁被救了 不太清楚 管他呢 只要我不去在意拯救指数 就没有人能逼我卷 李道玄伸手在王家村 三个字上一点 视角便跳了过去 入眼处 是一个规模 比高家村大了一倍的村子 但村子里的茅草屋 基本上都被烧毁了 整个村子一片荒芜 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王二 率重起义的村子了 大部分王家村的村民 都跟着王二离开 只有少数几家人去了高家村 李道玄长长地叹了口气 拿出一用雾化器 对着王家村上空 开始喷雾 然后点个外卖油茶 洗脸 漱口 一通早上该干的破事干完之后 油茶送到了 端着纸碗 坐到了灶井香边 喷了半小时的雾 王家村的土地表面 基本上已经很润了 不再是一副凄惨的 黄土干裂的样子 把雾化器收回 再把视角切换回到高家村 今天的高家村清晨 没有平时那么热闹 看来不少人还在宿醉呢 狂欢的第二天 往往是乏力的 不过 雪景却和平时一样 正常运转着 小孩子们已经做完了早操 喝完了养奶 拍拍坐 开始朗读了 连白公子也加入了进去 他倒是早就学完了 那些基础入门教材 但是在汉语拼音这一项上 白公子还是新手上路 所以 王先生还得专门给他补拼音课 李道玄打开自己的手机 看了看早已经准备好的 几大思想指导神书 叹了口气 现在给这些孩子看还早了点 还得等 急不来的 正想到这里 一个匠人飞快地跑进了雪景 手上拿着一堆小木块 对着王先生兴奋地叫道 先生 小人雕好了拼音 想请您过目一下 王先生大喜 拿来看看 原来 那匠人就是上次的雕板匠 他手上拿着的 就是印刷用的小木块了 明朝早已经开始使用活字印刷 将常用汉字雕制在小木块上 需要的时候 将这些木块拼在一个小木框里 在纸上一盖 就能印刷出来一页 匠人现在已经雕好了拼音字母了 他在木块上沾上一点墨水 然后用力在纸上一盖 啪 就像盖章一样 一个拼音的A字就盖在了纸上 王先生大喜 很好 这个是A 别的呢 都盖出来 我全都检查一遍 匠人又拿起别的木块 劈里啪啦一通操作 所有的拼音字母 全都盖在了纸上 王先生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地检查过去 止不住地狂洗 很棒 一个都没错 你果然没有吹牛 做事细致 匠人得了夸奖 也不禁洗上眉梢 王先生 那现在就可以印刷 汉语拼音 这本神书了吧 他心中颇为激动 这可是天尊教授的天界神语 一旦印刷成册 便等于手握天书 将之交与别的孩子 极为未往盛技绝学 那可是读书人必生愿景 刁板将有点小尴尬地摇了摇头 抱歉 只有这些字母 还不能印刷书 小人还要在雕刻常用字 这句话让王先生一 若是在城里 家人只需要雕好拼音字母 在福以早就提前做好的常用汉字的雕板 马上就能印刷书册 但是高家村在印刷行业上 还是一片空白 不但拼音字母要重新雕刻 连所有的常用字也要重新雕刻 这进度 想快也是快不起来的 唉 王先生抱着头 有点小郁闷 就你一个雕板将 起码得雕上许多时日 才能将常用字都准备齐全 雕板将也尴尬 做小人这行的太少 找不到个搭手帮忙的 实在抱歉 请再多给我一些时间 两人正说到这里 旁边偷听许久的白公子 刷得一下站了起来 此乃小事一桩 两人惊愕 一起回头看向白公子 白公子黑黑笑道 随便派个人去县城里 把成城书局买下来 不就成了吗 到时候 咱们把书局里 已经雕刻好的常用字雕板 一股哪儿都搬到高家村来 配上这位师傅雕刻的拼音雕板 马上就可以开始印刷了 我操 一语惊梦中人啊 王先生和雕板将 两人同时愣住 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 才 大多出身寒微 像三十二 王先生 谭师爷 这几个有限的读书人 都是属于穷人里面冒出头来 李道玄也不禁哑然失笑 对啊 这条路 怎么以前没人想过呢 哦 明白了 高家村所有的人的 生活环境会固化一个人 解决问题时的思路 他们都偏向于老子拼命加油 而不是老子砸钱了事 白公子来了 解决问题的思路 就多了一条 王先生喜悼 白公子 这是非你莫属了 我 我不行的 白公子贪手 有点遗憾地道 我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跑去买书局 人家会一个大笔兜 把我抽出来的 众人心里都想 你是白家宝的公子爷 除了你妈 谁敢拿大笔兜抽你 不过 半大的孩子跑去买书局 确实有点怪 就算袁东家不敢抽他大笔兜 也不敢谈这门生意之事 终究还是得靠成年人去做 白公子对着王先生拱手道 先生 您是读书人 以前肯定在城城书局买过书 书局的东家 应该是认得您的 您若是随便编的发了财的理由 带着一笔钱去买下书局 那是合情合理之事 这门生意 便是您去谈 最容易谈成了 王先生愣了愣 咦 言之有理 王先生准备出发了 先找三十二届来一套 还算端正的衣服 穿起来就不那么穷酸了 再用包裹装上几枚巨大的银球 本打算潇洒背起包裹 却被包裹扑通一声压在地上 半天不能动弹 大呼 救命啊 好几人过来抬开包裹 才将它救了出来 王先生呼呼喘着粗气 银子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三十二笑道 王先生 你一个读书人 哪里能将这许多银子带得回去 何况 读身上路也不安全 还是得带上一群年轻厚生 陪你走一趟 让他们扮成你的家丁 你才像得买得起书局的有钱人 于是 重新开始构建队伍 宿醉未醒的高出五就算了 郑大牛背起装银子的包裹 再来一群年轻厚生加入队伍 组成了一支家丁队 看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 王先生给自己编了个故事 他给一位大老爷 做了家属老师 得了厚赏 现在已经翻身发了大财 打算用这笔钱买个书局 为网圣祭绝学故事编好 这才带着郑大牛一行人去了县城 他们这么闹腾了一阵 高家村也彻底从宿醉中清醒了过来 村民们纷纷起了床 开始活动经 李道玄看到高一夜也起床了 就叫他集合了仅有的那几家王家村的村民 告诉他们王家村也下雨了 遗憾的是 此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天启七年的11月下旬 冬天已经渐进 就算降了雨 村民们也没法播种了 此时播种太晚 庄稼发芽之后 来不及在降温之前成长到壮年 幼苗是无法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的李道玄 用一秒钟考虑了一下 要不要弄塑料大鹏 马上就掐死了这个想法 早了点 没必要这么急着搞科技与狠活村民们 倒是不像他这么遗憾 听到王家村下了雨 就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 他们也不急着播种 这个时候种了秋小麦的话 春小麦就来不及种了 既然现在已经快要入冬 就干脆等冬天过去 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回村播种 那才是种田的王道 一位王家村村民抬头 对着天空道 天尊 小人在想 反正都要春天才能播种 咱们正好趁着这个冬天 把水泥路铺设到王家村去 如此一来 明年开春之时 我们就可以搭乘着太阳神车 回村去种田了 您觉得这样可行不? 礼道玄乐 这村民还挺聪明的吗? 一夜 告诉三十二 调派一些水泥给王家村的人 再给他们安排一些短工和劳改饭 一起帮忙 把咱们的第二条水泥路铺设起来 通向王家村一夜 把这消息转述过去 王家村民们立即欢呼起来 一个个干劲拉满 马上就开干 拿起锄头铲子 冲向了通往王家村的官道边 开挖 一阵风吹来 搅得沙尘翻飞 他们正挖得开心呢 就见到西南方向的官道上 行来了一匹高头大马 马上坐着一个身穿官服的男子 后面还跟着大队衙役 还有一群名夫 赶着马车 车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功 梁士贤来了他 是来还供的梁士贤 自认是一个清官 既然是清官 那借了李家的东西 当然要来归还 便带了衙役名夫 驾着装了五百把大功的车子 向着高家村而来 眼看要到村口 却见前方官道边沙尘漫天 一群村民拿着锄头铲子 在官道边猛挖 也不知道再折腾个啥风一吹 一旁沙尘拍脸 梁士贤避气不及 吸进去一口 顿时咳咳咳咳不停 牙医们大怒 大胆 而等刁民 竟敢暗算县尊大人 梁士贤立即喝止牙医 你们兄他们作甚 村民们在此处挖地 也有好一会儿 并非本官 来了才开始挖 何来暗算一说 牙医们赶紧住口 拍马屁拍在了马腿上 梁士贤露出温和笑容 对着村民们问道 诸位何故在路边挖土 村民们见到县令老爷 心里还是挺虚的 耸成一团达道 我们在修路 打算修一条 从这里通到咱们村的路 梁士贤大骑 此处不是已经有一条官道了吗 村民 官道太窄 崎岖不平 我们要把它扩宽 然后修成水泥路 水泥路 学富五车的梁士贤 立即在脑海中 打开了资料搜索模式 平生见识过的各种物事 稀有玩意儿 甚至西洋人 从万里海外带来的古怪机器 像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旋转 然后钉的一声 定格在一幅画面上 那画面上显示四个大字 查无此物 梁士贤只好不耻下问了 何谓水泥路 村民们转身 指向高家村另一边的道路 您看那边 就是我们手指的方向 有一条灰色的路通向正家村的 那就是水泥路 梁士贤在高头大马上坐直 视野挺高 向那方向一看 还真有一条灰色的道路 像一条带于穿梭于山林之间 一路延伸出去移 此路颇为奇怪 为何是这般颜色 梁士贤不急着进高家宝了 带着师爷和牙医 走向了水泥路 到了路上 低头一看 此路为何如此之平 在此路上行车 岂不是大庙 师爷 像是整块巨石切割而成 梁士贤 何人能将巨石切成如此模样 师爷摇头 人力不能及 梁士贤嘖称奇 高家村 还真是个奥妙无穷之所在 如果本官所料不差 这又是李家的手笔了 正好本官 要去李家 归还五百把长弓 可顺便聊聊 这水泥路是为何物 他整了整自己的衣冠 向着高家宝 缓缓地走了过来 到了宝前 三十二早已经得了 哨兵消息迎了出来 两人打了几具花枪 说完客气 画梁士贤这才到 本官这次造访 是来将上次借去的 五百张长弓 如数归还 这个 他突然有点老脸微红 其中有几十把弓的弓弦 被我的人拉断了 给李家造成的损失 本官以后定会找个机会 加以补偿 三十二移了一声 县尊大人这么快就将功送还 也急事说 贼子不会再来了 梁士贤精神一震 有点小开心地道 贼子连番受挫 退回黄龙山 再也不敢 来我城城县了 事后来报说 他们已经转进向西 去了洛川县 去了洛川县啊 李道玄心想 洛川人民这下苦了 不过 他也只能感叹一下 帮不上 梁士贤的师爷 与三十二的师爷 谭立文对接上了 两个师爷开始安排手下 将五百张塑料大工 搬回望楼 两个当头儿的 则比较闲 梁士贤便将话题 往水泥路上带了 三管事 我看到贵宝门外 有一条灰色的水泥路 延伸出去 此路急平 行车大庙 究竟是如何制成 莫非是将整块巨石削平 扑派于地面 三十二摇头 那乃是人能做的事 所谓水泥 是一种仙界的泥浆 将之搅拌 扑于地面 待风干之后 即会变成这样的道路 仙界的泥浆 梁士贤有点猛 三十二本 想把道玄天尊的名号 拿出来说上一番 但仔细一想 梁士贤是官府的人 官府如今还在 大力剿灭白连教呢 有关于道玄天尊的事 还是别在他面前吹嘘的好 改口道 其实是我家李老爷 偶然所得的一种泥浆 这样说就很容易接受了 梁士贤 此泥浆从何所得 本官也 三十二摇了摇头 梁大人 在下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梁士贤 这样来 一句开场白 那就是不管当不当讲 你都一定要讲了 那便请指教吧 折肚子修水泥路 只怕 三十二 陕西连年大早 民不聊生 已成成老百姓 现在的状况 您要是在家派摇曳 让他们恶良事贤猛的一醒 赶紧一个长衣 三管事所言极是 本官受教了 他转头看了看 宝外那条 通向郑家村的水泥路 心里多少有点羡慕 修桥补路 一向都是能流芳百事的善举 他从内心深处 还是想为自己治下的县城 弄出几条像样的路 但是 现在的情况 确实不允许 唉 也不知道这该死的旱灾 究竟何时能够结束 京城 皇宫 御书房 崇祯皇帝朱有俭 正在翻阅着奏章 陕西那边的奏章是 越来越没眼看了 一个消息 比一个消息糟糕 陕西巡抚胡亭燕的奏章说 林拱边巷 已经拖了五六年 总共欠了二十余万两银子 进入边铺 则去了二年 三年不等 故镇经运 自万历四十七年 至天启六年 共欠赢十五万九千余两 这奏章字里行间 都透出三个字 陈要钱 但朱有俭哪里有钱给他 再看下一封奏章 洛川不沾尼略附加速 有私补之急 据为道 再下一封 清剑县人左挂子召集贼万人 反于遗川之龙而举 汉南人王大梁作乱 又不中四百人 自称大梁王 整个陕西 遍地开花 朱有俭怒 啪的一声 将厚厚的一叠奏章摔了出去 旁边的太监 赶紧手忙脚乱 满地尸检 岂有此理 简直岂有此理 朱有俭的怒火熊熊燃烧 陕西那边 就没有一本正常的奏章吗 朕要看喜报 喜报 立即给朕找一本喜报出来 旁边的人小心翼翼地 将一封八百里夹急的军情报告 推到了他的面前 朱有俭翻开一看 陕西城城巡检程序 九平五官报上来的吗 这种他嘴里正想嫌弃两句 猛的一眼看清了内容 不禁大喜 承煦杀了白水王二 凭了城城匪幻 还大败不沾泥和左挂子 朱有俭的心情 就好似坐上了一台喷射机 龙颜大悦 赏 重赏 旁边的心腹太监杜勋低声道 皇上 这承煦 是魏忠贤那边的人 这句话一出 朱有俭的脸就黑了下来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跳楼机 这还赏个屁 魏忠贤已经于11月6日 在和监府复城县自意而死 这个消息被朱有俭盖着 目前知道的人不多 他暂时还没有向燕党下手 但是 已经在座动燕党的最后准备了 只待万事俱备 就安排文官集团向燕党开炮 在这种时候 看到燕党的人心里就烦 记好了 待阵收拾燕党时 将之一并拿下 查查这个叫程序的 他奏章里报上来的事情 可有谎报误报虚报 若有一丁点不对 就给他遵旨 王先生回来了 志得意满地回来了 他这一趟成城之行 可谓是装足了逼 带着郑大牛这一大群家丁 背着一大包银子 嚣张无比 一到了县城 便直奔书局 成城书局这三年 颇有点不景气 印刷的书籍 小说样样难卖 东家正在头痛万分 不知道该不该把书局 继续撑下去 就在这时候 王先生带着一大包银子 犹如神兵天降 书局东家 当场二话不说 卖 王先生过了一把豪至千金的影 成为了新的成城书局大老板 然后就带着郑大牛一行人 植入书局的仓库 把活字印刷需要的所有工具 全部打了个包 统统卷走 对了 还有两个负责印刷的工人 也一并打包拐带回来了 当他们回到高家村时 年轻人个个都背着一个大包 里面装的全是活字印刷用的字块 我们回来了 郑大牛憨憨地大笑 我背了好多字回来 感觉我 从来没有这么有学问过 又不是背着字 你就有了学问 你得认识那些字才行 也不知道是哪个村民回了他一句 然后周围的村民都笑了 高三娃飞快地跑了过去 我看看 你都背了些什么字回来 他从郑大牛背上的包裹里 随手掏出来一个木块 在探条上抹了抹 然后啪的一声 盖在了郑大牛的脸上 傻大哥的脸上 就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大字 众人左看 右看 好吧 都不认识 高三娃 你最近不是在学认字吗 这是个什么字 高三娃摇头 还没有学到这么难的 白公子从旁边刷的一下冒出头 这是个笨字 众人 郑大牛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赶紧衬手在脸上一阵乱抹 自是抹没了 但半边脸却抹成了黑色 气得他嗷大叫 高三娃 你故意的吧 你故意在我脸上盖个笨字 你就是笑我笨 高三娃抱头就跑 哇 我没有 我随手拿了一个字 李道玄摆好了小板凳 端起了外卖员送来的干锅鸡杂 一边吃 一边开始看匠人们印书 他们先准备好一个 与书页一样大的木框 然后把反向雕好字的木块 一个一个地塞进木框里 拼到一起 最后拼满了整整一个框 接着就在这些木块上抹墨水 均匀地涂抹 最后则是拿出一张纸来 啪的一声盖在上面 把纸接下来 一页印刷好的纸 便出现在了面前 王秀才一个剑步窜过来 双手拿起那一页纸 顾不得墨水未干 便笑出了声来 印出来了 终于印出来了 汉语拼音第一页 太棒了 赶紧印 赶紧印 快把天书整本印出来 那两个刚刚从县城 被拐过来的印刷匠 满脸都是猛逼 新东家有点疯啊 不过算了 谁叫新东家给的多呢 拼命给他干活就完事 印吧 东翁 这一页需要印多少份 印多少份 就代表需要出版多少本书 王先生开口道 先印五十册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旁边的高一页开口道 第一批先印一千册 吓 王先生吓了一跳 赶紧抬头对着空中一了一一 天尊 学景里现在学员不足二十只数 印五十册便已足够 一千册恐怕有点 李道玄 这活版印刷完一页之后 就要拆掉 然后再重新组合第二页的版式 对吧 高一页转数之后 两个印刷匠赶紧道 是的 我们的字块有限 必须重复使用 第一页印刷完之后 就要拆掉活版 重新组合第二页的版式 李道玄 一旦拆了版 再想重印第一页 又得重新组版 那多麻烦 所以第一次就多印点 整个一千册 免得以后输不够多时 还得再重组版式 那两印刷匠并不知道天尊是谁 也不知道天尊玩什么 都喜欢玩大的 听到高一页转数完 两人不禁小声嘀咕道 如果印出一千册来用不上 浪费许多纸张墨水 东翁就会亏钱了 两人的嘀咕声 被王先生听到耳中 不禁乐了 你两个居然还知道为我们省钱 放心吧 天尊要做的事 从来都不考虑省字 他老人家只要开了口 别说一千册 十万册也只管去印 两人 两人正在猛呢 就听到高一页道 天尊有令 家派十名劳改犯 协助纸将造纸 至于墨水 由天尊赐下神墨 所有人一起攻身行礼 只有两个新来的印刷匠猛着 不知道该干嘛 雕板匠跑进院子里 在地上摆下一个比洗澡盆 还要巨大的大木盆 接着 天空中突然掉下一滴巨大的黑色水滴 DUN DUN DUN的几下 将大木盆装了个满 隆隆的墨香味 立即飘散开来 高一页 好了 开始印刷吧 一千册 两个印刷匠 那就印呗 两个印刷匠领到了丰厚的匠人 及基本工资 开始努力干活 第一页先印一千份 然后拆掉火板 重新找字块 重新排版组合 做出第二页 再啪啪地给第二页也印一千份 反复这样操作 足足花了好些天时间 一千份那页 终于全部印好了 再将后纸染成蓝色 做成书封 以棉线装定 蒸蒸 一千本汉语拼音 就这样印刷完成了 王先生拿着新盏盏的天书 志得一满 忍不住就要迎诗一首 也温未说天书将 曾有红云捧玉楼 这诗当然不是他写的 是迎的别人写的诗 哈哈 让孩子们都来领一册 每人一册 哈哈 李道玄看得有趣 也不禁将手伸进了箱子里去 玄在了高一页的面前 一页拿一本书放在我的手上 高一页赶紧遵命 拿了一本汉语拼音 垫了垫脚 将它小心翼翼地摆在了李道玄的手指尖上 放书的时候 他的小手又不小心地碰到了李道玄的巨手 心里不禁暗想 啊 又碰到天尊的手了 想到自己曾经扮作李夫人 便小脸一红 暗骂自己太过不尽 李道玄将手拿出来 就看到了手指尖上小小的一本书 也就几毫米的大小 都不敢用手指去拿 生怕一捏 就把纸捏皱了 只好小心翼翼 把手指平放到桌子上 一歪 那本书就从指尖滑下来 摆在了他的电脑桌上 左手拿起放大镜 右手拿起最细的那种小镊子 轻手轻脚 镊起书锋 翻开 放大镜下 一行行汉语拼音注解 简直笑死个人 这玩意儿太恶搞了 李道玄也乐 好 卖一卖试试看 他把自己用镊子翻书 用放大镜看书的画面拍成照片 再拍几张小书本超近距离的高清微剧照片 把这些照片美化一下 上传到某宝 写上文案 极致的微缩工艺 一比二百的汉语拼音 教材 颠覆你认知的微型小书 可翻页诶价格吗 随便挂个888888吧 就喜欢八字多一点 呃 搞完之后 注意力又转回了箱子里 这时候 三十二正在给几个匠人发重赏呢 他知道天尊的性子 一旦将人完成了某项工作 就一定要重赏 很重的那种 例如现在 三十二摇头晃脑地道 只降罗腿毛 应书有功 赏猪肉五十斤 糖十斤 盐两斤 罗腿毛大喜 多谢天尊 雕板酱 印刷酱 同样赏猪肉五十斤 糖十斤 盐两斤 新来的两个 印刷酱 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可怕的重赏 猪肉五十斤 已经吓得他们差点飞起来 后面两样更可怕 那可是糖和盐啊 十斤两斤的赏 第一次感觉自己 是个匠户 真是太好了 这下 我可以教好几年的匠班营了 在这里 做匠人好像很有前途的样子 真希望天尊又教给我们 什么事做一做 李道玄心想 想做事还不简单 就怕你们不肯做事 他笑着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上面准备好的各种小学教材 尤其是数学 很重要 现在可以开始搞了 窗外雨点滴滴答答 三天三夜 都那还在那下 双庆是飘起了绵绵的冬雨 箱子里面 却依旧不见半点雨滴 李道玄算了算时间 差不多该降雨了 把医用物化器拿出来 对准高家村外的田地 降起了雨 此时已经是天起 七年十二月下旬 新春的脚步 渐行渐进了 春节是我朝最重要的节日 没有之一 箱子里的村民们 已经开始准备过年了 前几年 因为旱灾的关系 没人能过一个安稳年 就算是大年三十 也依旧在挖野菜包树皮 每日里为生计发愁 但今年不一样了 高三娘满院子追着高三娃跑 三娃 站住 快来穿上娘给你制的新棉衣 高三娃正忙着和另外几个孩子玩捉迷藏呢 九厅十八井的客家围乌 简直是个天然的大迷宫 用来捉迷藏效果一流 我不冷 娘别叫我 会被抓到的 高三娃一溜烟地跑没了影 高三娘不禁摇头 往年冷得直流鼻涕 天天哭着丢我说 想要一件棉衣 现在棉衣有了 不穿了 三十二正好从旁边走过 笑道 三娃肉吃得多了 身子骨长好了 自然不像以前那般怕冷 三娘 你就少操点心吧 宝门外 两个年轻人 爬上了太阳车二号 高出五和郑大牛 也跟着爬上了去 站在他们身边指导 听好啦 这个叫方向离 你左转 车子就左转 两个年轻人赶紧点头 记住了 高出五咧开大嘴笑 你们得尽快学会 等春天到了 王家村就要开始春耕了 到时候 一辆太阳神车根本不够用 要好几辆穿梭来去呢 郑大牛跟着道 天尊说 太阳车二号以后 要改名为公共太阳车 专门用来载着大伙 在各个村子之间往返 以后咱们要去的村子 越来越多 公共太阳车会非常的忙 那两年轻人猛点头 认真跟着学 太阳车二号笨拙地行驶起来 高家堡旁边的两个小村 短工村 劳改村 现在也一样的热闹 短工村里的短工们 正在捡着纸花 准备过年 他们才来高家村不久 得到的天尊赏赐还不够多 所以 不如高家村原住民那么富有 但也比以前在自己家的时候 过得好多的多了 现在居然还有多的钱 买红纸来捡花 贴在门上 这可是旱灾年间 想都不敢想的事 最惨的 就是劳改犯们 他们只有基本生活保障 却没有额外赏赐 干活没有额外收入 一开始 他们当然是很满意的 能吃饭就满足 但看着旁边 新来的短工们 都比自己富裕了 才猛然发现 当劳改犯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呀 如果可以的话 真想早日偿还 自己犯下的罪孽 然后去住进那边的短工村 李道玄看得可乐 不停地点着东南西北 换着视角到处看 就在这时候 他发现 从东边的官道上 行来了一大群人 人数差不多有三四十个 这群人身上穿着静装 小腿上还捆了绳索 显然是为了长途跋涉 才这样打扮的 其中不少人还挑着担子 担子很沉 看来像是装满了货物 为首之人居然骑着马 背着弓 还跨着一把腰刀 一看就是能打的 李道玄乍眼一看 觉得哪里不太对 赶紧拿放大镜再仔细一看 这才看出来 那领头的骑马之人 居然不是男人 而是一个女子 身材魁梧 长得像个铁塔般的女人 长相不漂亮 有点那呃 灼长 脸很大 李道玄没拿放大镜的时候 还真看不出来 她是个女人 只是感觉身材有点奇怪 来了这么一个怪人 李道玄的兴趣 一下子就拉满了 镜头锁定这一伙人 看着他们从东边的官道上 一路溜达过来 女子开口说话了 声音也很粗犷 弟兄们 我们这是到哪了 后面一个男人低声道 老大 我们离城城县城 应该只有三十几里路了 女子嘿嘿笑 那好 小的们动作快点 中午之前 我们要赶到县城 趁着午间走一拨货 她话音刚落 突然又道 咦 前面有一个大家宝 家宝旁边还有两个小村 李道玄心想 看到高家宝了 女子精神一震 很好 这么大的家宝 肯定是有钱人家 两个村子看起来 也有不少人住的模样 咱们赶紧去那里转转 说不定能卖一拨货 一行人加快了速度 卖步如飞 向着高家村来 李道玄心想 听着女子的话 像是商人 这兵荒马乱的陕西 居然还会有商人 而且还是个女商人 虽然你长得有点那傻 但刘贼应该也不会嫌弃啊 不怕被摆成十八般模样吗 很快 女子率着她的商队 进入了高家村 站在村口 女子脸上扬起了喜气 此村吉父 吉父啊 你们看 这里还在飘雨 村民们有田可种 各个喜笑颜开 咱们在这里 肯定能卖一波货了 他身后的汉子也大喜 老大所言 吉士 这里的村民看起来就是有钱人 咱们的货肯定好卖 女子扯开嗓子 对着高家村 大声吆喝起来 卖盐了 顶级的好货 比官盐便宜两成 赶紧来卖哦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他这一喊 李道玄明白了 撕盐贩子啊 也对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 普通正经商人 早就吓得躲在县城里瑟瑟发抖 也只有彪悍的撕盐贩子 还会到处溜达 撕盐贩子们的战斗力 肯定不会差 只要不碰上大股贼军 根本就不带怕的 卖盐了 女子的吼声 惊动了高家村民们 大群村民的眼光转了过来 用古怪的眼神看着女人 宝墙上的哨兵 双手托着腮帮子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易的 女子一看这架势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低声道 大家小心 这村子有点古怪 他们的笑容满鬼身后的几名部下 立即将手放到了刀柄上 女子一行人 进入了戒备状态 高喇叭正在路边挖着一块黄泥巴 准备弄回家去做罐子 她离女子一行人最近 便仰起来头来 对着女子笑道 卖丝盐 你可找错了地方啊 在咱们这里买盐还差不多 女子一脸随时可能拔刀的模样 什么意思 高喇叭 哎 女好汉别生气 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只是 咱们高家村一向不缺盐 甚至还有多的盐呢 您卖盐 真的是找错地儿了 子 她从小随着做丝盐生意的父亲 走遍大江南北 父亲死后接手盐帮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还没听说过 哪个小村子会不缺盐的 只有买不起盐的村 没有不缺盐的村啊 女子眯起了眼睛 认真地审视着眼前的村子 就在这时候 高家宝的大门 支嘎一声开了 高家村长乐呵呵地走了出来 手上还抓着一个土褐色的小球 慢吞吞地走到了女子面前 女好汉 您是卖丝盐的呀 女子点了点头 江湖上的人都叫我行红狼 卖盐的 老爷子有何见叫 老村长伸出手 把土褐色的小球 递给了行红狼 女好汉 送你个好吃的东西 行红狼瞥了一眼 那土褐色的怪圆球 不确定这东西是不是食物 谨慎地不敢接 江湖走得久了 那是必须警惕点的 来路不明的食物 岂有乱拿之理 是吃坏了肚子 一刀砍了我便是 老村长见他不接 也大致猜到了 便递给他身后的布下 好汉你尝尝 我就站在里不动 你要那布下以目视行红狼 后者点了点头 布下便将土褐色的小球 接了过来 闻了闻 小心翼翼地舔了一舔 就这么一舔就够了 表情瞬间大变 仿佛吃到了什么 不得了的东西一样 哇的一声叫 老 这东西 好吃好好吃 从来没有吃过 如此好吃的东西 行红狼 布下把自己舔过的地方掐掉 扔进嘴里 把剩下的大半个 巧克力球递了过来 行红狼用手指 从上面掐下来 小小的一丁点 往嘴里一扔 然后 他的表情 也变成了哇哑的表情 老村长嘿嘿笑 这个东西叫做巧克力 是天上的神窝 怎么样 我给你卖便宜点 你在我这里买上一些带具倒卖 保证你比卖盐还赚得多 快 结果他家里巧克力多的 已经可以拿出来卖钱了 原来 李道玄赏给他的巧克力挺多的 老头上一块还没吃完 下一把猪一卖掉了 又赏他一行红狼 多少钱一斤 老村长 五钱银子 行红狼 量大可有打折 老村长嘿嘿笑 超过十斤 给你打九折 好 行红狼将手一挥 我要一百斤 你给我七折 老村长大喜 成交 各位好汉在这里稍等 我马上回家撑一百斤过来 老村长掉头回村 走路都带上风了 左扭扭 右扭扭 快乐似神仙 赚钱了赚钱了 巧克力虽然好 但老人家 还是想要有一些银子 能用来做棺材本 李道玄看着他 为老不尊的模样 也不禁暗乐 不过 老村长这一波卖货 倒是把别的村民给交汇了 一个村民飞快地跑回家里 不一会儿 就拿了个小罐子出来 对着行红狼道 女好汉 我这里有一罐好糖 您看看有没有兴趣 保准比你在别的地方 近货便宜 行红狼 村民打开罐子 行红狼向里面一瞅 乖乖不得了 晶莹剔透 雪白透明的糖啊 这糖的品质 简直可以说是顶级货 行红狼忍不住问道 你这货怎么卖 村民 就按市场上普通品质的糖价 打个八折给你吧 行红狼一听 这是顶级品质的糖 居然按普通糖八折的价给我 那我拿到大城市里 以顶级品质的价格卖 岂不是爆赚 这中间的利润 起码是翻倍的呀 你这一罐 我全要了 还有更多的吗 有有有 又一个村民跑过来 我家也有多的糖 我也给你爆一罐过来 我也有 还有我 好几个村民跑回屋 不一会儿 又爆来好几罐 行红狼刚把这一批糖的钱付了 村长那边 也切了好大一块巧克力出来了 行红狼又把巧克力的钱付了 好不容易忙完 一抬头 又见到一个男子 递了一个小坛子过来 笑道 女好汉 要酒吗 这个酒的名字 叫五良叶 顶级的鲜酒哦 喝一口就能让人上天 行红狼大骑 什么年头 你们居然还有酒 村民们咧嘴笑 天尊次的 行红狼也不知道 什么是天尊 但是酒这东西 他还是有点兴趣的 倒了一丁点出来 闻到酒香 就已经经了一经 再尝了一点点 52度啊 一下子冲的他 整个人都猛圈了两秒 好 好棒的酒 行红狼大喜道 这酒怎么卖 他身后的部下突然低声道 老大 老大 咱们的银子已经用完了 什么 行红狼大惊 用完了 怎么可能用完的 我带了那么多银子出门 部下低声道 我们的银子 不久前才进货了一批盐啊 盐还没卖完呢 您在这里又猛进了一批好货 那当然就行红狼 大喜的尴尬 他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老娘明明是出来赚钱的 刚才看到这个村子时 还在想着 卖给村民们一批盐 狠狠地赚他娘的一票 怎么变成 老娘我自己的钱用光了呢 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喂喂 有没有搞错啊 风中凌乱 正在这时候 太阳车二号 从村外溜达回来了 是高初五 郑大牛 以及那两个学开车的年轻人 两个娇 两个学 他们在外面多了一个大圈 回到村口 就见到了一群外来的人 正被村民们围着 一副很热闹的样子 高初五 憨忽忽地过去看热闹 刚走进人群 就一眼 看到了行红狼 哎 这个女人 长得好漂亮 旁边的村民奇迹惊呆 这长得像男人的女好汉 究竟哪里漂亮 三十二遍 作家说 行红狼为史诗人物 崇祯四年 紫禁梁会和山西群豪 组建三十六营 那红狼就是三十六营之一 不过史书并没有记录 他是男士女 公公为小叔趣味性 将他设定为了女人 高初五迈开大步 向着行红狼走了过来 虽然周围有不少村民围着 但行红狼这种 久走江湖的思严贩子 警惕心非比寻常 高初五才走到一半 他已经感觉到 有人冲着自己来了 身子一侧 眼光锁定在了高初五身上 高初五咧嘴笑 你好呀 行红狼警惕地道 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吗 我已经没有钱了 要卖什么 等我下次再来吧 高初五 我还没娶媳妇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被 旁边的村民 七七冲了过来 瞬间七八只捂住了高初五的嘴 你这个笨蛋 有你这样说话的 行红狼也不禁愣住了 这什么鬼发展 老娘长得牛高马大 五官粗豪 从小就被当成男人培养 一番江湖走动 习性也大大咧咧 绿林中人给我取了个外号行红狼 就是指的老娘像母狼一样凶暴 从来没个人把我当女人看的 今天这里撞什么鬼了 居然有人跑出来求婚 肩膀一震 围着她的一圈人 居然全被她推开 蹬蹬蹬连退几步 散开成一圆大圆 她狠狠地瞪了高初五一眼 高初五被一群村民捂着嘴 看起来似乎是发不了言了 却没料到她行红狼心中一惊 好大的蛮力 是条好汉 高初五咧嘴 我有房子 还有很多很多米 面 油 糖 肉 什么都有的辣 嫁给我 让你顿顿吃好的 行红狼心中暗暗摇头 是条好汉 但也是个憨憨 你说这些东西 我哪样没有 而且只会比你更多 刷刷刷 一群人又扑上来 再次捂住了高初五的嘴 村长还甘大地向着她做了个一 女好汉莫生气 她只是脑子有点简单 不是有意要得罪你的 行红狼哼了一声 翻身上了自己的马 转头对部下门道 走了 中午之前要走到城城县城 我们没钱了 得尽快去西安城脱手这批货 部下门齐声应道 遵命 他看都不再看高初五一眼 带着部下门扬长而去 这时候 捂住高初五嘴的村民们 才把手拿开 高初五这时候也看明白了 那女人翻身骑上了马 还带了三四十名部下 这一看就是了不起的女人 她再看了看自己 爱高初五抠了抠头 这个媳妇我娶不到的吧 众人一起点头 娶不到 高初五 哎 李道玄看到这里 也不禁为她叹了口气 身份地位和财富的差距也太大了 你得试 101次求婚 或者电车男里的男主角 有主角气韵在身 才能跨越这么大的差距 娶到这种女人 可你是吗 李道玄看了看自己的 非主流大营链子 如果现在取下一个银环放进去 送给高初五 也许能弥补他们之间财富上的差距 让那女人对他侧眼相看 不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用这种方式 去帮高初五得到那个女人的话 自己就是一个恶趣味的家伙了 属于典型的推动不正确的价值观 自己现在一举一动 都能影响高家村村民们的将来 在推动价值观这一方面 可千万要管住了手 她把视角锁到那一个小小的 私言贩子队伍上 看着行红狼一行人 向着西南方向走远 听他们说话 行红狼 这村子里好东西可真多 咱们到西安府卖完了这批货 手里有了银钱之后 再来这村子进货 做这些好货的利润 比卖私言高得多 手下们笑道 再也不用跑老远去运言了 行红狼咧嘴笑 是啊 进货太累了 能在这里就买到好货 真是不错 哈哈 李道玄听到这里 不经玩耳 很好 你还要回来 那高初五爱情的故事 就还没有结束 还会有更新呢 他现在已经从护短天尊 变身为八卦天尊了 贵求爱情故事更新 你们更新快一点 生产队的驴 都不敢这么闲 全身像蚂蚁在爬 扭曲 阴暗地爬行 快来下一张啊 点一下高家村 视角刷的一下 弹回到了高家村上空 就见到村民们 正在美滋滋地 数着银子和铜钱 刚才抓住机会 出了一拨货的村民们 个个赚得盘满拨满 拿着银钱 开心得不得了 其实高家村的原住民们 尤其是最早的那批 从李道玄手里得到的东西太多了 多得他们中间很多人 已经失去了干活的动力 经常都有点懒懒散散的 反正食物多得用不完 再去赚赏赐 又有何用 还不如躺平 但是行红狼的到来 却消化了一部分 他们手里吃不完的食物 让他们一下子 又找到了动力的来源 突然又有了干劲 我想去找天尊申请一下 学习驾驶太阳车 多赚一份车夫的赏赐 以后再有商贩来的时候 就可以换成钱了 我最近偷懒 好久没做木工了 我也再去做点木工活吧 卖淘罐了 高喇叭也扯开嗓子吼了起来 家里需要罐子的 快来找我做呀 喂 我说你们 马上就要过大年了 我们不是在准备过节吗 你们怎么突然歪了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大伙的注意力 一下子收了回来 对啊 我们明明在准备过年 怎么突然脑子转了弯 哎呀 赶紧回家捡红纸花去 被点年货 你刚刚把年货都卖掉了 所以 我想打工了呀 哈哈 所有人都在欢笑 开心得不得了 只有高出五一个人 搭拉着脑袋 闷乎乎地坐到了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 向着通往县城的道路 眺望 礼到悬乐了 还学会玩深沉了 据说 来人在两种情况下会突然长大 一是死骂 二是遇见心爱的女人 翻译成白话 就是失去重要的女人和遇见重要的女人 反正都是和女人有关 郑大牛一屁股坐到了高出五身边 递过来一坛啤酒 真喜欢那娘妈 高出五喝了口喝 点点了头 她好漂亮 扑 郑大牛一口啤酒 喷出三尺远 漂亮个鬼 眼睛瞎嘛 但是她再傻也知道 这话不能说 只好拍了拍高出五的肩 要不 咱们追上去 一棍子 把她打晕了请回来 高出五举了举拳套 我揍你哦 郑大牛 我说笑的啦 高出五 他是个陆林好汉 有那么多手下 我只是高家村里的一个笨蛋 郑大牛不知道怎么安慰 那就喝吧 两兄弟肩并肩坐在大石头上 你一口啤酒 我一口啤酒 不一会儿 酒坛子见了底 瘫倒在地上 人事不行 清晨 高家村 雪景 春节将至了 今天雪景的课程也变了 王先生没有讲三字经和百家姓 而是站在所有学生面前 手舞足蹈地讲着年寿的故事 小孩子们大多从父母那里听过一点 但以前听的版本 都没王先生讲得这么详细 和会声会色 听得津津有味 白公子却没有跟着别的孩子 一起听故事 对于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的白公子来说 王先生讲的大多数课程都太小儿科了 他根本就没法和这些孩子一起听课 坐在雪景门口 手里翻看着汉语拼音 这本天说 他也学完了 一时不知道该干嘛 就在这时候 高一夜走了过来 伸手递出了一本书 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 来 拿着天尊赐下的第二本天书 白公子大喜 赶紧双手接过 只有我有 高一夜点了点头 白公子瞥了一眼王先生 低声道 王先生呢 高一夜摇了摇头 王先生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白公子颇觉好奇 王先生为啥会不适合 不管了 先翻开看看 不翻还好 一翻整个人都猛 里面的阿拉伯数字 瞬间看得白公子头晕脑胀 这如果不是天书的话 白公子就不想继续看下去了 但想到此物为天上神物 凡人看不太懂也是正常的 若是自己一看就懂 那才是怪事吧 白公子精神一震 拼命地看 高一夜一边侧耳听着天尊的耐心指点 一边转述给白公子 结果他这样转着转着的 居然自己也相当于边着学了 不一会儿 两人都学会了最基本的阿拉伯数字 和基本数学符号 白公子还真是家学渊博 一旦会认阿拉伯数字和符号了 进度瞬间起来 那 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 被他翻得飞快 加减法一眼扫过 眨眼就没了 高一夜已经跟不上白公子的进度了 伸手又递给他一本 小学数学一年级下册 这一册也不难 还是一百以内的加减法 白公子瞄懂 刷刷刷翻完 到了 小学数年二年级上册 就开始出现成法了 若是别的普通公子爷 到了成除法 铁定要慢下来 但是白公子与普通公子不一样 他是白渊的儿子 君子六亿中的数这一亿 白渊可是很讲究的 白公子从小受老爸影响 这君子六亿中 数这一亿 也还学了个勉强 二年级的成除法 没花多长时间 就被他翻了过去 然而到了 三年级上册 大杀气终于来了 分数 当白公子看到 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这种数字的时候 顿时脑门一堵 进度慢下来了 学井门口人影一晃 白夫人微笑着走了进来 我儿 今天可有努力看书 白公子正拿着笔 对着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谁打这道题发猛 文言茫然地回了一句 天尊赐下的天书 实在是太难了 孩儿被这一道题卡住 实在是想不明白 白夫人趴的一个大笔 都抽了上来 天尊赐你天书 何等复原 你居然看不明白 拼了命也得给喂娘想出来 白公子脸上火辣辣的痛 不知道为啥 母亲的鞭策转化为了灵感 孩儿会了 她拿起笔 回答 一三语AMP GT四分之一 高一夜 天尊说 你算对了 她夸你很有数学天赋 将来成就可期 白夫人大喜 后来她逢人就说 天尊夸我很有数学天赋 这一句话 足足叨叨了一辈子 高一夜 侧耳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白公子 天尊要交给你一个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 白公子赶紧站起 肃荣 双手垂在身侧 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高一夜 天尊要你做数学课代表 今后有你戴天授意 教会别的孩子数学 你不光要努力学习数学 还要边学边 将前面已经学会的东西 交给别的孩子 此任务极重 你可敢做 戴天授意 这四个字 当真是听得让人狂喜 白公子大喜过望 在下尚未成年 得天尊如此器重 实为毕生之幸事 毕尽心节律 做好数学课代表一职 白夫人也大喜 我儿成为了数学课代表了 虽然不知道 这究竟是个什么职位 但明显是天上才有的职位啊 啊 我儿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强烈到无以复加的幸福感袭来 白夫人趴地给了自己一个大笔豆 好痛 是醒着的 并非做梦 白公子 母亲 您怎么了 为什么要打自己 若是有什么不痛快 打孩儿便是了 白夫人趴地给了白公子一个大笔豆 痛吗 白公子捂着发红的脸 好痛 白夫人大笑 那就太好了 我们都没有做梦 李道玄言瞅着白公子 把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 分发给了别的孩子 一人一本 然后等着王先生的语文课 讲完之后 他才走到最前面 拿枪拿掉地 对着别的孩子道 在下奉天尊之命 成为了数学课代表 今后你们的数学课就由在下代天授意 所有人都听好了 这个符号叫做一 也就是数字里的一 记住了吗 孩子们大声应道 记住了 这个符号叫做二 也就是二 李道玄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孩子们学习的画面 挺好 这一下终于将数学给塞进去了 接下来应该是物理和化学了吧 但是这两个科目太深了 短时间内 只怕是难以让孩子们学习 就算是在现代社会 这两个科目也是初中生才开始学习的 罢了 先不看这里了 巡视一圈自己的视野范围吧 现在他的视野有点宽了 会不定时地点一点东南西北 看一看周边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有一次切换视角时 还发现北边的山坡上 有块大石头快要滑落 他赶紧把石头给抓到了一边去 也算是保护了在山坡上干活的劳改犯们 心血来潮时巡视一圈 总会有些好玩的发现 果然 他对着西南方向点到尽头 在离高家村十里左右的山谷里 看到乐子了 巡检程序 正劈头散发狼狈不堪地奔跑 身后有一大群人提着刀剑 正在追他 李道玄疑了一声 有点好奇 程序可是官府的人啊 朝廷九品巡检 有正式编织的武官 谁敢追着他砍 贼军吗 但是感觉这些 追在后面的人 好像穿得不错的样子 不太像贼军 赶紧拿来放大镜 放大了看 用上放大镜 能看清衣服上的花纹了 飞鱼服 锦衣卫 这一下事情就有趣起来了 不用脑花也知道 大戏开场 赶紧拿好小零食 摄像头多角度 画面全开 镜头拉近 自动追踪拍摄模式打开 用投影仪 把画面投到墙壁上 这一下 观影效果瞬间拉满 一名跑得最快的锦衣卫 追到了程序身后 刀光一闪 绣春刀劈向了程序的背心要害 程序明明在向前跑 但却像背后长眼睛似的 身子一侧 将这一刀躲开了 同时还反手一刀 从下向上反撩了过去 扑的一声 捅进了锦衣卫的腹部 那锦衣卫惨叫一声 翻滚在地 后面两个锦衣卫同时怒吼 该死 两条人影同时抢上来 两柄绣春刀一起劈来 程序左一闪 躲开一刀 右边那刀却不躲了 睁的一声 用身上的铁甲 接下了这一刀 同时手里坡刀挥起 狠狠地斩向两名锦衣卫 两锦衣卫同时后跃 大声叫道 点子扎手 这家伙武艺有点厉害 一刀一枪 打出来的 岂是你们这些 在京城里看戏听曲的闷耸可比 程序也跑累了 暂停下来休息 喘着粗气 咬牙切齿地吼道 石泥背 老子的武艺 是战场上哼 锦衣卫中间走出一个面白 无虚的男子 声音阴柔 你再能打又如何 就凭你一人一刀 还想与所有锦衣卫抗衡不成 劝你放下武器 乖乖跟咱家进京 好好向皇上解释一下 你谎报军情的事情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程序 当我程序是三岁孩童 跟你们进京 老子就死定了 就算没罪 也要被驱打成招 面白无虚的男子冷哼道 你还有脸说无罪 你且告诉咱家 前些日子 你在城城县城门上挂的那颗人头 究竟是谁的 程序 白水王二的 放屁 面白无虚的男子怒道 你自己看看 这封军情急报 他将一卷军情急报 扔到了程序面前 程序捡起来一看 脸色大变 那急报说的是 白水王二 率领三千贼军 攻破了宜军县城 放出玉球 然后继续北上 进入了洛川县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程序大叫起来 王二被老子追出 城城县时 已经身受重伤 身边只有一百人左右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又纠结起三千大军 攻破宜军县城 这不可能 面白无虚的男子道 这一下亲口承认了吧 你根本没有杀掉王二 程序面如土色 你伪造军情来 宽我的话 我当时谎报王二死讯 也是为了震慑其他贼寇 事实上 我也成功了 我荡平了城城所有余寇 立下了大功 此乃权宜之计 面白无虚的男子 阴森森地道 这军情是真的 咱家还没有下作到 用这样的手段来 宽人的地步 王二是真的攻破了 宜军县城 此人在陆林中 身微卓著 镇臂一呼 从者如云 伪造他头颅 使得朝廷以为他死了 放松了对他的追捕 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你还敢说自己无罪 承许 好吧 这一下他明白了 自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承许游目四顾 太奶奶从路边的树后 探出了半边脸 对着他招手 山谷壁上 石头后面 你土坡上 到处都是太奶奶 铺天盖地的太奶奶 在对着他招手 生路一绝 逃跑无门 不管了 拼吧 反正怎么死都可以 就是不能把头送到 别人的刀下 所有人都当我是软柿子 嘿 软柿子 承许举起了刀 来吧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些在京城里 娇生惯养长大的公子哥 有多少本事 取得了软柿子的人头 三名锦衣卫同时冲上来 三把绣春刀 亮起寒芒 承许左一刀 右一刀 悬身一刀 铮铮铮连退三人 居然还将其中一人砍上 那面白无须的男人 也不禁吓了一跳 心想 一向听闻承许是个耸包 居然很强 有没有搞错 既然武艺这么强 你还耸成那鸟样 是什么意思 上 又是好几名锦衣卫跳了上来 一群人围着承许 左边的进攻 右边的后退 前后夹击 悬着圈看 但承许还真是有点本事 一把坡刀挥开 左挡右锯 攻手有度 这家伙自存必死 收起了一直以来的耸包 背水一战 打得极为拼命 红着眼往死里杀 那群锦衣卫 气势为之所夺 居然站之不下 李道玄暗乐 好玩了 白渊和三十二都说过 这承许是个大耸包 一打仗就想着跑 没有必胜把握就不敢冲 我还以为它是个废物 没想到武艺挺好的呀 想到这里 李道玄倒是有点心动 白渊虽然也能帮高家村民们 指挥一些战术什么的 但是他 还是有点偏野路子 而且也交不了村民武艺 白渊还有自己的家业 高家村不能出了点什么事 每次都去叫白渊过来吧 但这个承许 不光会武艺 还能交战术 而且还有戴政规军的经验 这些都是高家村 现在欠缺的东西 这个人 说不定用得上 他现在被锦衣卫追杀 已经走投无路 这时候 还真是一个将他拐进 高家村的好机会 以后让他和三十二 两人一文一武 各司其职 说不定有点用 想到这里 李道玄决定出手了 看了一眼程序 和锦衣卫们交战的地方 正好是在一个小小的山谷里 那就很好办了 伸手到箱子里 对着山谷一边的石锋 啪的一巴掌拍了下 石锋晃动 乱石活泥山 顺着山谷的斜坡汹涌而下 这时 程序正在和锦衣卫交战呢 突然听到旁边的山风 轰隆隆一声响 接着山谷闭上 乱石泥山滑下 气势汹涌 吓得交战的双方同时分开 锦衣卫们拼命后退 程序也想退的 但李道玄的另一只手 抢在乱石滑落之前 攻起手背 扑得一声捂在程序的头顶上 将他前后左右退路封死 根本动弹不得 程序退了几步 后背就顶到了李道玄的手掌 看不见的无形墙壁 绝了他的生路 罢了罢了 程序疯狂大笑起来 太奶奶 曾孙来见你来了 乱石涌来 瞬间将李道玄的手掌淹没 沙尘飞舞 一群锦衣卫死里逃生 吓得魂不附体 天地之威 真是莫能与之抗衡 那面白无须的男子 惊魂乍定 吞了一口唾沫 程序死于山崩 尸体被埋 挖石肯定挖不出来了 大伙都亲眼见到 回京一起向皇上复命吧 程序感觉自己死定了 乱石奔涌而来 当头落下 怎么想都觉得 这一次绝无半点活路 轰隆隆一声 泥石将他淹没 眼前变得烟黑一片 太奶奶的容颜出现了 黑暗之中 伸出一只枯稿的手 抓住了程序的小腿 将他向着弟弟拉扯 用力拉扯他 安安静静地 等着坠入地狱 与太奶奶在泉下相会 就在这时候 头顶上轰的一声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 移开了 阳光刺破黑暗 沐浴在他的身上 太奶奶哭搞的手 被阳光晒到 瞬间灰飞烟灭 程序这才发现 自己并没有被泥石淹没 他被一道看不见的 墙护在了中间 仅仅是被泥土 掩盖到小腿部位而已 什么东西护着我 程序想伸手去摸一摸 但他看不见的墙壁动了起来 轰的一声 将周围所有的泥石 全都震飞了出去 一动泥镜之间 庞大的神威 看得程序心惊肉战 他如果不是处于 这力量的正中心 早就吓得狼狈逃窜了 但现在 连逃都不知道 该向哪个方向 咦 等等 有方向了 那看不见的力量 在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箭头 指向东北 程序心里一阵慌万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但无法违背 心惊肉挑地抬起脚来 向着东北方向走去 走了数百米之后 前方的地面上 又出现一个新的巨大箭头 还是指向东北 但微微偏了一点方向 继续跟着走呗 程序身上披着甲 厚厚重重地 又加上奔逃了许久 和锦衣卫交战 早就已经疲惫不堪 根本走不快 颤颤微微地 跟着箭头指示的方向 一路行来 天色越来越晚 越来越晚 当夕阳已经落下的时候 他终于找不到 指路的箭头了 抬头一看 前方出现了一个 又高又大的家宝 黑漆漆 阴沉沉 宝墙上点着昏黄的油灯 两个看起来 神思部署的哨兵 在宝墙上游荡 程序吓了一跳 高家村 他立即就想起了 自己几次来 高家村的见闻 又想起了白渊上次说的话 夜晚进入高家村 只有死路一条啊 郑艳夫和重光道 就是因为夜袭高家村 而丢了性命 为什么 我会被引来这里 程序突然明白了 原来 在泥石砸下来的那一刻 我已经死了 还以为有什么东西救了自己呢 结果只是幻觉罢了 我已经从阳间进入了阴间 只是绕过了奈何桥 没有喝孟婆汤而已 太奶奶 您一定在夜晚的高家村里等着我吧 曾孙来给您承欢吸下来了 程序拖着疲惫的身躯 一步一步地挪到了高家宝门口 宝墙上的两个哨兵 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却并没有报警 似乎早就知道他要来似的 程序无视了哨兵 跌跌撞撞地走到宝门前 正打旁抬手敲门 那宝门就吱嘎吱嘎地打开了 三十二站在门内 踢着一个死气沉沉的灯笼 咧开嘴 露出诡异的微笑 程将军 请进 我们等你多时了 程序觉得自己反正都已经死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对三十二那古怪的笑容 也不一为一了 就算你是鬼 你也只能吃活人 老子是死人 还怕你吃 抬脚就往宝里走 三十二无声无息地跟在他的身边 将军东窗事发 被锦衣卫追杀了 程序对他知道这件事 并不感觉意外 所以老子死了 三十二 那倒也未必 程序 我太奶奶在哪里 是他请你来接我的吗 三十二 燕党已经不行了 程序黑了一声 笑声里满是自嘲 一夜之间 满朝文官都开始攻劫燕党 老子当年为了向上爬 稍微抱了抱燕党的大腿 混到了这个巡检之位 结果现在也是个燕党了 皇上想我死 文官们都想我死 锦衣卫就编了个理由来杀老子 三十二黑地笑了一声 真的是编的理由吗 程序 这就很僵硬 好吧 生前说大话谎报军情 已经成了习惯 一时半会还改不过来 连到了阴间 都习惯性地在关键事情上撒个小谎 真他娘的不是好习惯 谎言这东西 骗得过活人 骗不过鬼啊 程序英侧侧地笑了起来 三十爷说得有理 我他娘的都死了 还说什么虚话 王二老子没杀 弄了个假脑袋来欺上瞒下 这他娘的是谁害的 还不是上面那群狗文官害的 老子如果不谎报王二死讯 岂不更早来见太奶奶 说到这里 他倒是有点气愤了 老子手上就一百个兵 我要怎样才能镇得住 诺大一个城城县 成千上万的反贼 操他娘的 这就是在逼老子说谎 老子不说谎 只有死路一条 说了谎 还是死路一条 狗皇帝和狗文官 根本就没给老子一条活路磕走 老子做的一切 都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肯放老子 一条生路 从张药采催睡的那一刻起 不 是从旱灾刚刚开始的那一天起 老子的一只脚 已经走进了鬼门关 哈哈哈哈 承煦淒厉地笑了起来 笑声中满满的不甘与愤懒 老子其实早就死了 只是今天才埋 哈哈哈哈 谁他娘的半夜鬼笑 住嘴 还要不要人睡觉了 再笑 老子打死你 不远处的民居里 响起了骂声 还是两个不同的人骂的 一个是高出五 一个是正打牛 承煦的笑声嘎然而止 头顶上缓缓地冒出一个问号 这里不是鬼城吗 居然还有鬼在睡觉 不对 刚才那人说的是 还要不要人睡觉了 难道是活人 不不不 思路要打开 死人也是人 他说的 不要人睡觉 是指不让死人安息的意思 他肯定是 睡在棺材里面的 承煦不笑了 其实本来也不想笑 黑着一张脸 跟在三十二的身后 两人穿过长长的走廊 转来转去 最后来到了望楼前 高一夜 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承煦心想 女鬼 终于见到你了 你就是这高家鬼村里 妖力最强的老鬼吧 我这个新来的鬼 估计得听你的话 否则死路一条 不对 我怕个屁的死路一条 承煦用古怪的眼神看着高一夜 不知道这位妖力最强的老鬼 究竟要怎么安排自己 却听高一夜和动听的声音 承将军 天尊说 你的武艺还不错 想请你今后 留在高家村里 教授村民们武艺 以及战阵功法之道 啥 承煦挖了我耳朵 死了之后耳朵也不好使了 要我教鬼村民们习武 这究竟是要做什么 女鬼大人 你不会是要组织三千鬼族 造了阎王爷的法吗 高一夜愣了愣 怎么有点听不懂他在说啥 三十二却扑的一声 笑出了声来 承将军 莫非你一直以为 自己已经死了 承煦 难道我没死 三十二 你给自己一个大笔 都试试看痛不痛 承煦 只有傻子 才会给自己大笔兜 三十二斜眼 高一夜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你这话要是被白夫人听到了 他老大的笔都抽你 他这一笑 仿佛彩云刺破晚霞 夜晚的天井里 那骨子阴冷的气息 瞬间被他的笑容驱散 承煦心中一惊 他从高一夜的身上 看到了光 你相信光吗 你不是女鬼 三十爷 你也不是鬼 三十二 我哪里看起来像鬼 而且 我现在也不是师爷了 请叫我三管事 承煦 他伸出自己的双手 很仔细地盯着自己的手 看了半天 然后将手伸到大腿边 用力拧了一把 我操 好痛 承煦揉着大腿道 我他娘的还活着 难怪这一路走进来 没看到太奶奶 这高家村 究竟是何地方 三十二轻探道 是一个在乱世里 收留我们这种 无处安身之人的地方 承将军 今晚且先在客房里休息吧 明天清晨 咱们再来详谈 他将承煦引到一间客房里 给他指了床铺和被褥 此时已尽春节 天寒地冻 承煦又十分疲累 吃力地脱下沉重的铁甲 往床上一躺 盖上厚厚的棉被 不削片刻 就睡得人是不醒 第二天大清早 承煦是被各种生活的杂声惊醒地 走出屋外 爬上宝墙 居高临下往着下面看去 就看到高家村里 到处都有村民在做体操 李道玄早已经不用手机 给他们播放配音了 现在全靠他们自己用嘴喊 承煦只看了两眼 就摇了摇头 这种程度的操练有个屁用 也就只能活动一下身体 提高不了战斗力 的 这第七套广播 只适合普通人活动僵硬的身体 若是要上阵杀敌 需要真正的操练才行 而这承将军 也是这样觉得的吗 三十二突然 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微笑道 天尊也是这样说 正是承将军的 拿手好戏 承煦 听到你这讨厌的成语总结 我才感觉自己真的活着 他放眼眺望 高家宝的清晨与别的村庄大不相同 主堡里的村民们 显得有点懒散 慢吞吞地做操 慢吞吞地开始了工作 而宝外劳改村 和短工村的人 却勤快多了 已经吃过了早饭 开始准备开活了 大量的人跑向了山坡 砍伐那些被包光了树皮 早已枯死的树木 枯树已经所剩无几 整片山坡都空置出来了 看样子要搞点什么大事 还有大量的人跑向村外 正在修筑一条 从高家村通向王家村的水泥路 承煦确信了 这是人间 是谁这么大能耐 居然能在那场山崩中救了我 三十二指了指天空 道玄天尊 你现在不必相信 但只要在这里生活几天 便会知道他老人家一直都在 承煦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将信将疑 低声道 收留我 会有什么风险 你应该很清楚吧 三十二 所以需要你蒙上脸 给自己取个匪号 以后见人自称匪号便是 承煦点了点头 留我在此 是我要教村民们武艺 教他们战阵之术 三十二又点头 是的 这是天尊的意思 行 承煦居然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事实上 除了这里 他又能去哪里呢 跑到外面去晃的话 被锦衣卫知道他还没死 那又是一场亡命天涯 正在这时候 宝墙边上爬上来一个人 承煦定睛一看 居然认得 这不就是 开着巨大的怪车 给白家宝送去投食机 巨弩车 先加导弹的那个憨厚大的青年吗 叫什么来着 哦 对了 高初五 只见高初五飞快地跑到承煦面前 急吼吼地道 我认得你 你是那个朝廷的将军老爷 我在白家宝见过你 承煦脸上的表情 飞快地尬了一瞬间 心想 我该早点蒙面点 这么快就被人认出来了 消息传出去的话 锦衣卫又得追杀过来 高初五突然一个大礼拜了下去 将军老爷 我想学武艺 能不能请你 做我的师父 教我武艺啊 承煦移了一声 大齐 有点搞不清状况 三十二却笑骂道 初五 你学武艺来做什么 你快头大 力气又大 反应也快 已经很能打了呀 高初五摇头道 上次 我对上郑艳夫 才一招 他就砍中我了 要不是身上有甲 我已经被他砍死 我知道自己根本不行 他苦着脸 继续道 我人很笨 脑子不好 就凭现在的样子 一辈子都讨不上那位姑娘的欢心 所以我要学武艺 我要变成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那位姑娘 说不定就会喜欢上我了 那位姑娘 承煦听得满头雾水 好吧 你很笨我已经知道了 就凭你这说话 含糊不清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风格 已经可以确定你很傻了 三十二却听懂了 还在想着行红狼啊 初五 放弃吧 那种骑女子 怎么可能喜欢上你 这样的憨憨 叫做异想天开 高初五指了指天空 天真的开了 三十二 承煦 两人抬头一看 天空中云层分开 出现一张云那么大的大纸 上面写着两个大字 努力 高初五 那两个字写的啥 承煦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天上为何出现字 三十二拍了拍承煦的肩膀 教他吧 这就叫顺天应命 承煦看着天上的两个大字 进入了猛逼状态 好几秒才清醒过来 抓着三十二的肩膀 一阵猛摇 那是什么 那究竟是什么 三十二 那是道玄天尊 守护咱们的神仙 你的命是他老人家救的 只因你来高家村的 也是他老人家 是神仙 承煦惊恶万分 再仔细一想 昨天与锦衣卫交战的山谷 突然塌方 那漫天的泥石汹涌而下 若非有神仙护着他 哪里活得下来 这么一想 就感觉信了几分了 再抬头看了看天上那两个大字 又信了几分 承煦不禁难扎地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三十二 明白了 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承煦道 高家村白天闹神仙 晚上闹鬼 扑 和这个没名堂的家伙 就没道理 好讲三十二道 承将军 你看什么时候开始搞名团 承煦想了想 现在外面乱得不行 整个陕西一片糜烂 到处都是反贼乱窜 训练名团 这事早不宜迟 立即就开始吧 有不没 给我一块蒙个脸 三十二拿了一块不来 承煦将脸蒙了 对高处武道 笨蛋 跟我来吧 高处武大齐 你怎么知道 我的外号是侧蛋 承煦转头看向三十二 这么个货色 真的要我教他武艺 我会气死的 三十二贪手 天尊都开口了 你看着办吧 承煦摇了摇头 好吧 以后你也别叫我成将军了 被人听到传出去的话 锦衣未眨眼 就能把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就叫我喝酒吧 三十二微笑 以后 你就是咱们高家村民团教习了 那我就叫你一声和教习 承煦 带我去看看高家村现在的民团 三十二贪手 现在还没有民团 承煦 三十二 不就是让你来做这件事的吗 承煦哭笑不得 这泥马 算了 咱又不是没有搞这个的经验 他当初刚到城城县 走马上任巡检一直 就是双手空空 什么也没有 一人一骑 走到卫所里延扫过去 一百多个种田 已经种傻了的蠢族 在那里刨地 全靠他一个一个耳提面命 才将他们变成了 可以和贼军刚正面的正经官兵队 现在再来一次 又有何妨高出武 以后你就是我的副将了 高出武大喜 尊命和教习 带我去村里走一趟 把所有青壮年都看一遍 好脸 先去看我的好朋友郑大牛吧 他的个子也很大 力气也很大 和我一样厉害 承煦一听到这话 就感觉哪里不对 他不会和你一样 是个笨蛋吧 高出武大吃一惊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承煦一把捂住了脸 糟糕透顶了 这样的家伙 居然有两个 天天对着这样的哼哈二将 我起码 要早二十年去见太奶奶 三十二大校 高出武带着承煦和三十二 在高家宝里溜达起来 先叫来郑大牛 然后继续去找别的人 会儿 就聚集起来了四十六名青壮 这也就是高家村原住民 加上第一批来投靠的村民中 全部的青壮 黏了承煦看了一眼 感觉人数有点少 但也将就用了 先把最基本的班底搭起来 你们都有些什么装备 承煦道 回家把你们的装备拿出来我看看 这高家村 究竟有多少把弓 多少把刀 好脸 大伙儿应了一声 分散回家去了 承煦心里盘算着 这村子看起来还是挺富有的 这些家伙 至少也能拿出十几把刀 十几张弓 以及十几把有铁枪头的枪吧 盘算着盘算着的 青壮年们回来了 在他面前一站 承煦拿眼睛一扫 顿时惊掉了下巴 这四十六人中 居然有十几个人穿着棉甲 两个人穿着两当甲 承煦伸手指着他们 七七爱地道 你们小小一个村子 居然十几副甲 卯袋不要了吗 高出五咧开了嘴 其实不止这几副 还有十几副在铁匠铺里 因为最近没打仗 所以没给大家程序 有没有搞错 这小村子什么思路 程序开始感觉到 压力山大了好吧 再多嘴问一句 你们的武器呢 怎么光有假 没武器的 这次换正大牛咧开了嘴 我有一把斧头 但是现在没打仗 我爹拿去砍柴了 高出五 我也有一把斧头 我爹拿去砍柴了 一名轻壮 我有一把柴刀 我爹拿去砍柴了 又一名轻壮 我有一把杀猪刀 我婆娘拿去 程序 停 让我猜猜 你婆娘也砍柴 那轻壮 她拿去剁肉了 程序 啊啊 捅捅住嘴 谁在说话我揍谁 众人赶紧闭嘴 也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 何教习程序伸出双手 掌心向天 五指击张 你们明明有这么多副甲 为什么就没有打造 一柄正经的兵器 高出五 因为我们在等李铁匠打造火冲 等他打造出来 我们就用火冲呀 但是 李铁匠的动作好慢 几个月了 他连个火冲的影子 都还没弄出来 程序顿时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们一个小小破村子 连把像样的兵器都没有 一把好刀都没有 一把铁枪也没有 居然掀着甲 然后直接就搞火冲 程序跳着脚大骂道 私藏铁匠是谋反大罪 私藏火器也是谋反大罪 一个合法正经的兵器都没有 直挺挺地 奔着两项谋反大罪去 李道玄在天上听到这话 不禁大乐 被打仗的专业人士吐槽了 哈哈 好玩这事 还真不怪小人们 应该怪自己 他一开始只想保住 小人们的性命 所以优先给他们搞假 打仗的时候 就拼命给小人 开金手指护短天尊 暗中插手 总是能护得小人们平安 因此就没想着 让小人们准备些过渡武器 来用现在仔细一想 玩 星际争霸的时候 也不能一个兵 不造的真奔航母啊 过渡的兵种 还是要有一些的 哈哈哈 被吐槽也是活该 程旭跳着脚一通吐槽 三十二 在旁边却有点尴尬了 心想 程旭出来乍到 还不知道高家村这地方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一通乱骂 句句都骂到天尊身上去了 要不是天尊一向仁慈 大巴掌都呼下来了 他赶紧站出来帮忙解释 和教习别急 我们高家村之所以 如此安排武器装备 那也是 事出有因 程旭 三十二 本村有天尊庇护 诛杀贼人时 自有天尊刺的神器可用 村民只需保护好 自己不受伤损 因此 先造铁甲 再谋武器 程旭本想吐槽这句话 但脑子里闪过了 在白家宝见到的那些五颜六色 一看就很不正经的投尸机 巨弩车 以及那莫名其妙 临阵组合的大导弹 一下子就醒悟过来 那些古怪兵器 都是天尊所赐 三十二点头 程旭仰起头 看着天空中的矮云 想了几秒 突然抱起拳头 恭敬地问道 天尊 既有神物赐予高家村 可保村民平安 为何又要我组织民团 末将壳 在下这点微末之计 与仙家法宝相比 实在不值一提 天空中的矮云开了 一张巨大的纸 出现在云层中 上面写着一行大字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这一句话 程旭就有点看不懂了 一时猛住 三十二却黑的一声笑 和教习 天尊的意思是 你好好的教村民们 凡人的打仗方法 而天尊 则传播仙家的打仗方法 给我们 两种方法都要抓 两种方法都要硬 这就叫面面俱到 程旭可是官场上混大的 马上开始习惯性地揣摩上意 半秒之后便有了计较 对着天空恭敬地道 既然如此 末将可在下 就大胆地用自己的办法 去训练民团了 天空中的纸刷得一下 换了一张 大瞻去搞 程旭精神大振 天上神仙 用巨大的仙旨 向自己下了法旨 这还有什么好慌的 这可比圣旨厉害多了 大声吼道 都听好了 天尊法旨 要本教习教你们凡人的 战争功伐之术 你们这些 蠢货什么也不会 所以要从头开始 今日先练队列46个青壮 在程旭的指挥下 开始学习列队 一开始当真是歪七倒八 不忍直视 有人左右都分不清楚 程旭要他们迈出左脚 好几个人迈的是右脚 好一番折腾 才终于纠正过来 看到他们有个基本样子了 程旭就让这群人 自己站队列列列着 他则叫上32 急匆匆地向着降警 行来 想要调整一下高家村的装备路线 降警现在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作为最受天尊青睐的职业 将人们在高家村 领着最多的生活物资 各个生活得乐无边 干活的热情也最高 一走进这里 就能听到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 巨子巨木头 呜呜的声音 程旭本以为会和走进 程程县的官府工坊里看到的一样 一群穷困潦倒 衣衫褴褛的穷工匠 面带菜色 有气无力的干活呢 却没想到 在这里看到的工匠 各个衣衫整洁 精神饱满 气血充盈 简直与城城官方里的工匠们 是不同的物种 程旭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三十二微笑 天尊偏爱工匠 重赏有一技之长的人 这是高家村人尽皆知的事了 现在许多 没有一技之长的村民 都在偷偷学些技艺 尤其是那群短工村里住着的外来户 各个都想来降警里拜师学艺 程旭一阵猛 不过算了 这不是他一个武将该去管的事 他从来不在意细节 静止走到了铁匠府前 扫了一眼 看到他们都在打造假片 便伸手指了指其中几名铁匠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几个 先不要打假片了 先打几十个像模像样的铁枪头 制造一批长矛 再伸手指着另外几个 你们几个 也先别打假片 打几十把腰刀 铁匠们偷偷拿眼瞅三十二 三十二点了点头 表示天尊应成的 铁匠们便立即答应了下来 好的 程旭一路走过来 突然见到李大正对着一张图纸拼命地看 看完了又转过头来 悄悄打打一根奇怪的细铁丝 他把铁丝弯呀弯呀 绕呀绕呀 绕在一根铁棒上定型 做成一圈一圈的样子 程旭有点看不懂了 你在打造什么兵器 李大 天尊教的 心事火冲 程旭 这一圈一圈的铁丝和火冲有何干系 李大 这个小人也不太懂 反正火冲的图纸里面画着这玩意儿 我也就照着打了 程旭看了一眼 摊开在一边的设计图纸 只见那一圈一圈的东西 有个名字 叫做 弹簧 心里暗想 从名字来看 这东西能弹 莫不是双手向中间压紧 一松手就弹射出去 尖锐的铁丝 插爆敌人的眼睛 他从李大手里接过弹簧 双手向中间一压 那弹簧一下子就压扁了 根本没有弹起来 程旭乐乐 这什么破玩意儿 我看你没做对吧 李大颇为苦恼 是的 小人一直做不对 程旭正打算叫他做点别的正经东西 三十二轻轻拉了拉他 笛声道 这是仙家火虫的设计图纸 天尊指定李大研究仙家火虫 没有给他规定时间 允许他用数年时间慢慢造 一听这话 程旭马上就收起了自己的想法 行吧 你就慢慢研究这玩意儿吧 虽然我不太懂 但是我想说 你这玩意儿最重要的 不是形状 而是材料 别用铁了 找点有弹性的东西来做吧 竹子都比你这硬邦邦的铁丝有弹性 李道玄在箱子外听到这句话 不禁微微一棱 对着程旭竖起了大拇指 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这家伙无意中随口一句话 居然说对了 弹簧的灵魂之所在 并不是怎么把铁丝卷成圈 而是材料学 正是因为欧洲那边的材料学 研究到了一定的地步 拥有了带着弹性的金属材料 弹簧才应运而生 材料学属于基础科学 而基础科学是我朝的弱想 没有基础科学垫底 一切的奇思妙想都只能停留在头脑风暴之中 无法化为实物 就像人类如果没搞定空气动力学 就造不出好飞机 就凭不懂材料学的李大 一辈子都搞不定弹簧 李道玄知道 又该自己出手相助了 在桌上的工具盒里一通翻找 很快找就出了一个液态器 已经用完的一元打火机 将一元打火机拆散 足足27个小零件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弹簧来 这弹簧才几毫米长 用手指尖挑着轻轻地放了下去 这时候程旭正把腿要走 突然发现 天空中一个古怪的铁丝圈圈 缓缓降落下来 摆在了他和李大面前 旁边的工匠们 早就对这一幕习以为常 齐齐行礼道谢 程旭却吓了一大跳 哎呦 怎么回事 李大定睛一看 大喜 天尊赐下天界的弹簧了 程旭也定睛一看 好吧 面前这东西 不就是一个大号的弹簧吗 足足有半人高的弹簧 刚刚他还用手压扁了一个 李大作的破烂弹簧 现在看到天尊赐了一个大的 好奇心瞬间燃烧了起来 有趣 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是怎么玩 让本将军 本教席来试试 刚才李大作的弹簧很小 他用手就能压扁 但现在天尊赐这个弹簧 足足有半人高 他当然不能用手压了 干脆走到弹簧边 将他扶得立起来 然后用力一跳 一屁股坐了上去 哈哈 轻松压扁 程旭刚说了一句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屁股下面的弹簧圈 凭空生出一股庞大的弹力 丢的一声 将他整个人都弹飞起来 程旭一声怪叫 向前飞出 越过整个天井 哗啦一声 撞坏了对面一户匠人家的窗户 飞入屋内 目屑纷飞 纸片扬起 整个匠井里的人全部看傻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足足半分钟后 那撞坏的窗口 冒出程旭的脑袋 鼻青脸肿的大笑道 我懂了 哈哈哈哈 我懂这个东西 是用来做什么的了 这是工程力气 以后工程 不必再搭云梯了 出动仙家弹簧 在敌军城墙下摆上一排 让汉族坐到弹簧上 眨眼之间就能弹入城内 天降神兵 杀手军一个措手不及 哈哈哈哈 仙家工程弹簧 果然威武不凡 众人被他这句话一点 顿时明白过来 原来如此 将人们纷纷点头 原来工程还可以这样攻 仙界法门 让人大开眼界 何教习能这么快掌握仙家兵器的用法 太了不起了 三十二探道 成 可和教习 你可真是聪明 难怪天尊指名点性 由你来训练民团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这就叫 知人善用 程旭洋洋得意 哈哈哈哈 本教习的实力 那可不是吹的 李道玄笑得不行 一群二货 闹什么玩意儿呢 他又张开一张大纸 对着下方展示 融化它 做成火冲用的小弹簧 程旭抬头看见天尊法指 顿时大惊 天尊 如此神物 为何要融化做火冲 这东西可代替工程云梯 比火冲好用一万倍啊 他一转头 就看到三十二 已经将天尊的法指告诉了李大 而后者很听话地抬起了大弹簧 扔进了火炉 程旭心疼地不能呼吸 大叫道 住手 不要烧坏了仙家工程弹簧 快住手啊 工程力 我的工程力气啊 李道玄笑不活了 将指一收 躲远点笑 夕阳西下 绿油油的麦田 在晚风中轻柔地晃动 高一夜和高三娃 玩了半天的太阳车 有点累了 今天天尊没有找他传话 而是用巨大的纸 写着简短的法指 与三十二和和教习完成了交流 这让高一夜得到了许多自由的时间 他又放飞了半天的自我 叫上高三娃到处开车玩了 直到夕阳西下 阳光已经无法驱动太阳车 两人才回到宝前 高三娃刚刚从车上跳下去 就被他娘亲拎住了耳朵 不好好学习 又跑去玩 看我揍不死你 学习开车也是学啊 还敢狡辩 竹笋炒肉的声音 噼里啪啦响起 旁边的村民哈哈大笑 高一夜也翻身从车上跳下来 回到了望楼 一身都是汗水 但现在天色未黑 不便洗走 他就站到了阳台上 趴着围栏 俯视着整个高家村 郑书爽呢 天空中突然响起了天尊的声音 一夜 我有几句话 要和你说 高一夜精神一震 赶紧行礼 好了 坐下来慢慢聊吧 李道玄的声音很轻柔 让高一夜感觉到温暖 他在阳台上盘膝坐下 认真倾听 程旭开始训练民团了 高一夜听到这话 不禁向外看去 高家堡门外的空地上 几十个村民正在训练阵列 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斜斜的 高一夜点了点头 嗯 程将军很认真负责地 在执行天尊的命令呢 李道玄道 程旭的到来 会加快民团的成长 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强 而人这东西啊 一旦有了力量 就容易变得膨胀 随着他们的武艺越来越强 装备越来越精良 打得仗越来越多 他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变化 越来越嚣张 他们会从一开始的谨小慎微 变得飞扬跋扈 最后 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高一夜心中一惊 哎 您的意思是 他们会变得像那些牙役 官兵一样坏吗 李道玄 如果任期自由成长 最后必然会变成那样 因为 整个世界 都在叫他们变成那样 高一夜 我不要 我不要出五哥和大牛哥 变成那样的人 李道玄微笑 是的 我也不想他们变成那样 所以 我要交给你一个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了 高一夜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 李道玄 程旭教他们武艺 你去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高一夜 下 我 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李道玄 在程旭教完了他们打仗的知识之后 你再去给大家上一堂思想课 每天都要让他们被识变 他们是老百姓的孩子 老百姓的兵 处处为百姓他把自己所知的那些 能为士兵铸造灵魂的道理 详详细细地讲给了高一夜听 做士兵 品德与武艺缺一不可 因为 他们既能是救人的剑 也能是杀人的刀 在程旭的调整下 高家村的工匠们 开始从瞎做装备 变成有计划的制造装备了 以前李道玄随口吩咐一下就不管了 他也不想管太戏 现在有了程旭 就有人来管戏了 我需要五十把小手弩 程旭把这话一说 木匠们就分出庶民 暂停制作家具门窗 转而来制作小手弩 以前工匠们全都一股脑地 做去做同样东西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高家村到底需要些什么 但高家村每多一个管理人才 工匠们的目标就会更清晰一点 一旦牵涉到分工 工匠们就需要有人领导了 于是匠人们攻推了李大出来做匠师 但李大忙于研究 根本没精力来管 于是又将匠师之位让给了高一一 高一一同管匠警 好不威风 春节的气息笼罩着整个天下 却没有笼罩到趴地兔的身上 趴地兔是一个陆林好汉 或者说贼 这事儿一看名字就知道了 只有贼才会取这样的混号 几个月前 王二启示造反 趴地兔也跟着反了 但他没什么威望 没人肯跟他混 所以他就一个人出发了 带上爷爷那被传下来的一柄绣件 两个柄 暴打了来村子里收税的官差 走上了造反的康庄大道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寻找王二 在明文天下的白水王二身边 做一个跑腿的 就心愿足矣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找到王二 就听说王二被巡检程序抓住砍了头 整个城城县的反贼们 一下子就演气息鼓了 这下子趴地免就尴尬了 打了官差不敢回家 不敢去县城 又参加不了义军 该当如何是好 只好到处挖野菜 吃草根 偷乡身地主的粮食 挣扎着活了几个月 眼看快要活不下去了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趴地兔饿的头晕眼花之际 突然发现 漫天昏黄的世界之中 居然出现了一个绿油油的村庄 村子周围一大圈长势喜人的麦田 围着一个家宝 两个小村趴地兔仿佛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拼了最后一点力气 晃了过来 他也不知道 在这村里能不能讨到食物 实在讨不到 就偷那个大家宝里的东西吧 那是个大户人家 很有钱的模样 偷他一点 也算是劫富济贫 趴地兔刚一进村 宝墙上就有个背着弓的哨兵 对着他吆喝起来 新来的 趴地兔整个人一愣 啥 他抬头一看 好吧 看来是富家大户的家丁 自己没力气的时候可惹不起 当然要先虚与尾仪 来讨饭的 哨兵是高喇叭 今天轮班到他放哨 见到新来的一副灰头土脸很狼狈的样子 便大声道 讨饭去宝门口 谭师爷正在放饭 趴地兔 这有点搞不懂 但不管了 有人放饭 那还不赶紧去 他跌跌撞撞走到宝门口 就见这里摆了个台子 一个师爷打扮的人 指挥着一批帮贤 在高家宝的门口摆开桌椅 发白面馒头 上好的白面馒头 一人发两个 趴地免大喜过望 用最后一点力气 扑到了台子前 饿了 谭师爷低头看了看这可怜的汉子 也不知道饿多久了 叹了口气 抓了三个馒头给他 想了想 再加一个 慢点吃 别把自己给噎死了 脖子把水吞了 这才顺过气了 赶紧对身边人道谢 趴地兔坐在地上 抱着馒头一阵狂啃 一口噎住 旁边的帮贤赶紧递过来一碗水 趴地兔一仰 谭师爷这才问道 兄台 你来高家村找活干的 趴地兔好奇地问道 这里给活干吗 谭师爷听他这么一说 才知道是误打误撞过来的 看来还不知道高家村的规矩呢 最近这些天 高家村的人口 正在飞速地增长 毕竟这里离县城不远 也就三十几里 那一批来讨食 想当劳改犯的人们 在这里变成了短工之后 吃饱了饭 赚到了钱 跑去县城里采购东西时 难免会将消息带过去 于是更多人知道了高家村的事情 在县城里启示的难民们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来到了高家村 高家村的人口与日俱增 刚来到高家村的难民 往往还来不及找到活干 没有工钱 无法生活 谭师爷就每天在宝门口 摆个十周台 给他们发馒头 难民们吃饱饭之后 就会去短工村里待着 等着活安排到自己头上来 简单来说 来了高家村就饿不死了 但是想在饿不死的基础上 再多赚点 就必须打工接活 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天尊允许躺平 但天尊也鼓励奋斗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谭师爷趁着趴地兔猛吃馒头的时候 在旁边轻言细语 把规矩给他讲了 趴地兔默默听完 心想 这家大户倒是个良善人家 我趴地兔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 承恶扬善 只对付为父不仁的坏妇人 不对付诗周济明的良善人家 就不偷这家人的东西了 但是 打短工 哼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也不可能的 只有参加义军做个猛将 才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样子 吃饱了就走人吧 趴地兔正想到这里 就见到高家堡里 跑出来一条汉子 这汉子 正是刚刚当上将师的高依依 跑到短工村的门口 扯开嗓子 大声吆喝道 木匠 匠经理急缺木匠 最好是懂得制作手努的 工钱是每个月米 货面一百斤 肉十斤 盐一斤 糖一斤 油一斤 不会木工活的 也可以来做学徒 技术学成之前没有工钱只管饭 学成之后 工钱与师父一样发 轰的一声喊 短工村里冲出来好几个人 我会木匠活 我也会 我愿意干 趴地兔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怀疑自己听错了 刚才那一大堆东西 是一个木匠的工钱 哎呀 我的娘亲啊 趴地兔刷的一下举起了手 我我我 我不会木工 但是我愿意做学徒 趴地免混在了一大群人中 准备去匠经理干活了 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自信的 不就是做学徒吗 本兔也只消学上几天 什么都能学会 到时候就能领木匠的工钱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王家村的村民 从远处跑过来 大声叫道 我这边急需一群修路工 不需要技术 只需要力气 工作就是挖石头 挖泥巴 工钱按天结算 包吃住 一天再发三斤白面粉 包吃住 一天三斤白面粉 趴地兔全身一震 娘亲啊 这个活还不要技术 只要力气就行了 他心里马上开始了盘算 我若去做木匠学徒工 一开始拿不到工钱 只管饭 但我去做修路工的话 明天就能拿到三斤白面粉了 这活能干 趴地兔刷的一下 就从木匠堆里跳了出来 跑到了王家村民的面前 急吼吼地道 这活我能干 我力气很大的 高一一鼻子都气歪了 喂 你这家伙 刚刚不是在我这里报名做学徒的吗 趴地兔 我想做更适合我的活啊 高一一 罢了罢了 连哪边更有前途都看不出来 要去挖泥巴随你吧 他带着一群新报名的木匠学徒 进了宝 向着匠井去了 趴地兔一脸兴奋地跟着王家村民走 后面又跟过来一大堆 只有力气没技术的短工 人人都是冲着那白面粉去的 刚走了没几步 高家堡里就跑出来一大堆人 领头的是 蒙着面地程序 紧跟在他身后的是高出五 正大牛两人 在后面是四十几个青壮年 一群人走得气势十足 走了几步 还齐声大喊 沙沙沙 沙沙沙 同时挥起手里的木棍子 对着前面做出一个筒刺的动作 沙沙沙 程序大声道 收 继续前进 青壮年刷地一下收回长棍 继续向前进 趴地兔一看着架势 整个人都燃起来了 哇 哇 旁边的王家村民道 你挖个啥 趴地兔 那个队伍还招工吗 我想去他们那边 王家村民顿时笑骂道 你这人怎么回事 从木匠队伍里 跳槽到我这边 高匠师刚刚还骂了你呢 马上又想从我这边跳出去 田基都没你这么能跳 趴地兔黑黑笑 田基能和我比 我可是兔大爷 王家村民 和这种没名堂的家伙 就没有道理好讲 王家村民美好气地道 名团还没有对外招人 要的都是品性端正 值得信赖的本村青壮年 你这刚刚才来的家伙 连品性都没人知道 想进名团去 没门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趴地兔对着名团冲了过去 张开双臂 挡在了蒙面对承煦面前 大声道 您是名团教习吗 我我 能不能收了 我进名团 我可是非常能打的 承煦斜眼看着眼前的汉子 块头倒是大 但是饿得不成样子了 一脸疲惫 穿着破烂 腰间挂着一把绣剑 连剑翘都没有 则 哪里来的野鹿子 承煦摇了摇头 我的名团 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要的 啪地兔吉 我不是猫 也不是狗 我是兔子 众人 承煦一把捂住了脸 感觉不妙 眼前这家伙 明显不太靠谱啊 不会又是来折腾本将军的吧 最近几天 被高出武和郑大牛 这两个憨憨 差点折腾出病来 千万不要再来一个 啪地兔见众人表情古怪 赶紧又道 我武艺好的很 不信你考考我 承煦 武艺好 有多好 你表演一招给我看看 啪地兔 本勉爷的长剑出鞘 就必定要饮了血才能回鞘 杀气重得很 不太方便用来表演 只能用来实战 承煦大怒 你的破剑根本没有翘 啪地免 因为本勉爷最近有点落魄 免洛平原被犬欺 剑翘用来换了点钱 众人 承煦怒即返效 好吧 你冲着我砍一剑 要是你把我打赢了 就让你进名团 反之 就给我滚 啪地兔 当真 承煦 当真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啪地兔刷的一下拔出了剑 我要出绝招了哦 承煦冷哼了一声 啪地兔刷的一向前一个大步 挥起了袖剑 动作大开大合 气势十足 同时大喊一声 天 缅 断 霸 剑 承煦向旁边一侧身 轻松躲开了他的剑 脚下一勾 啪地兔扑通一声倒了 挖你的泥巴去 承煦看都不再看他一眼 招手对后面的名团道 走 继续操练 后面的人齐声道 遵命 一行人啪哒啪哒 跑上了水泥路 向着郑家村的方向去了 啪地兔翻身爬起 左看看 右看看 啊的一声惊叫 赶紧对着王家村民跑了过去 我回来了 我要去修路 王家村民哭笑不得 你这混蛋 啪地兔摸着头 唉嘿嘿地笑 走吧 王家村民道 要不是真缺人 我一脚把你踹飞出去 啪地兔 放心 我干活很卖力的 王家村民 你他娘的事 插科打混很卖力吧 天尊搞不好 都给你逗乐了 啪地兔 天尊 谁啊 王家村民 多在这里生活几天 就知道袍是谁了 啪地兔 他一边跟着王家村民走 一边转头过去 看着程序带领的名团 越跑越远 眼中露出羡慕极度的光芒 长长地叹了口气 摸了摸自己的袖剑 江湖梦一远 还是好好打工吧 李道玄端着一碗佛跳墙泡饭 一边往嘴里扒 一边看着啪地兔表演 乐得差点喷饭 这个新来的野生小人有意思啊 大多数新来的野生小人 都循规蹈矩 畏畏缩缩 要习惯了高家村的环境 才开始展现自己的个性 但是这个自称兔大爷的家伙 却挺放得开的 看来经常可以在他身上找乐子了 想到这里 李道玄的视角一转 又来野生小人了 西南边的官道上 一只商队走了过来 为首一人 正是长得像男人的女汉子行红狼 身后跟着三四十个四眼贩子 形色匆匆 向着高家村而来 李道玄大喜 高出我爱情故事 第二章 要更新了 行红狼来了 开心地来了 不久前 他在高家村进了一批好货 向着西安府的方向 一边前进 一边兜售 一路上的小村小镇 卖点私盐 小赚一点点 然后一头扎进西安府 开始兜售在高家村 进的顶级好货 巧克力这东西 真是不得了 刚拿出来时 没人看得懂 不敢买 但是大多数人 只要尝上一口 当场沦陷 鸣声打响之后 西安府的达官贵人们 蜂拥而至 将他手里的巧克力 一扫而空 一个开架比一个高 最后一点货时 两个大官家的管事 差点为了抢货打起来 还有那顶级的白糖 雪白金银 仿佛冰块 连见多识广的秦王府管事 也嘖嘖称奇 二话不说高架拿走 进贡给王爷的妃嫔们享受去了 他手里揣足了金银 有了底气 是要在高家村 多进点好货 三下五除二 行红狼的货卖完了 带着一对手下 离开了西安府 再次向着高家村而来 这次李道璇看到行红狼来了 心中暗喜 高出五 快来啊 但他转头一看 程序正率着名团 向着郑家村的方向跑呢 高出五也跟在其中 离高家村越来越远 这怎么行 你们要是不相遇 爱情故事怎么更新 看不到更新的话 我又要全身痒 阴暗地爬行 扭曲地扭动了 李道璇赶紧吩咐高一夜 一夜 快快快 快去把高出五追回来 高一夜这时候 正拿着一支毛笔 在纸上写写画画呢 他最近读书十字也算入了门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画画 这两天跟着王先生 学了一点点运笔的技巧 正在拼命练习 听到天尊的召唤 高一夜赶紧放下了笔 呀 好的 我马上就去追出五个 说完他就开始向外跑了 不过 一边跑 一边又忍不住要问一句 叫出五哥回来做什么呀 他这就叫做 我先执行天尊的法指 在执行的过程中 再来问为什么 而脑子里花样多的人 就会先问清楚了 为什么在执行 李道璇嘿嘿笑 不可说 不可说 天机不可泄露 行红狼的到来 立即引来了高家村民们 一阵欢呼声 女好汉又来了 哇 我上次想卖给他 一坛五粮液 但是女好汉没钱了 这次他又来 我的五粮液 终于可以卖得掉了吧 我这里还有天尊赐的一坛啤酒 他应该也会要的 一群村民开开心心地涌了出来 行红狼也大喜过望 真有点担心 这些村民手里顾惑不多了 自己吃不到多少货 没想到这些家伙还挺有料 排队来 慢慢来 行红狼的属下大声叫了起来 糖是要的 巧克力也要 咦 你要卖我言 我操 到底我们是私盐贩子 还是你们是私盐贩子 女好汉 尝尝我这个 我这个叫肥宅快乐水 虽然没气了 还是很好喝 女好汉 我这里有一大罐猪油 行红狼的手下没好气地骂道 你这猪油 用勺子挖了几个洞 看起来太丑 我们拿去不好卖 不要不要 哎 抱着猪油罐子过来的村民急倒 在锅上煮一煮 煮化之后重新凝固 他就平了 不会有勺子印了 你等等 我马上去给你弄平 交易会场上一片热闹 行红狼站在一边 手放在刀柄上 看着属下们忙 他本人是不参与那些细碎的破事的 把握大方面 就好 正盘算着这一次能赚多少呢 就听到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程序带着名团回来了 高一夜跑在最前面 因为跑得太急 额头上的汗水打湿了刘海 但是脸上却满是兴奋的神色 显然 这少女的八卦之心已经拉满 现在开心得很呢 行红狼对着名团这一大群人看了一眼 只是一眼就注意到了程序 心想 这家伙不好对付 程序也同时注意到了 行红狼和他带来的那群私言贩子 心里暗想 私言贩子 若我还是巡检 碰上私言贩子 肯定是要抓的 至少也要做个抓人的样子 现在倒是不必了 难怪天尊叫我速回 这群私言贩子 要是突然拿出武器抢劫村民 那就该名团出手了 他瞥了一眼身后的四十几个家伙 心想 这群家伙肯定打不过这三四十个私言贩子 若是真打起来 很危险 见太奶奶的可能性 起码占八成 但这里是高家村 就算名团打不过 我们还能一声吆喝 叫来数百村民助阵 所以 见太奶奶的几率 又会下降到临晨 哼哼 稳赢不输之局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 脑子里骚丝路乱飞 就在这时候 高出武举起了手 嗨 姑娘 是你 行红狼的眼光扫过高出武 却没什么印象 这谁啊 高出武飞快地跑了过来 站到了行红狼面前 姑娘不记得我了 是我啊 上次我向你求过婚 原来是你 行红狼这一下 终于有点印象了 能像他这种 长得像头熊的女汉子求婚的人 世界上也找不到两个 只有高出武这一个憨憨 所以 他还真是记得的 高出武一脸热切的表情 我还是想娶你 行红狼翻了翻白眼 完全懒得搭话 高出武 你等等 我去拿个礼物 来送你 行红狼继续无视 高出武啪哒啪哒的 就跑回了家 跑得太快 大脚鸭子落地 发出清脆的啪哒声 很快 这家伙回来了 背上扛着一块 巨大无比的巧克力 有半个柜子那么大 他一边撒腿 飞奔向行红狼 一边憨憨大笑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 我特意立了大功 找天尊求来的赏赐 你看 这么大一块哦 这块巧克力 还真吓得行红狼一跳 这么大块 嘿嘿 高出武笨拙地甩了甩头 都送你了 行红狼 蜈蜈蜈不受禄 我可以买下它 不能收下它 小的们 撑一撑 这块巧克力有多重 把钱付给它 高出武 不用不用 我送给你的 行红狼凤目一瞪 怒 老娘说了 要付钱 他这一瞪眼 还真是有点凶 换个人得吓一跳 可惜对粗神经的憨憨没有效果 高出武裂开嘴 我要送你 行红狼怒 握在刀柄上的手臂蓄上了力 看起来像要随时一刀劈出来的样子 看不起老娘是吧 以为老娘是那种 送点值钱的东西 就能打动的女人 旁边的程旭 不动声色地 往高出武的身边靠近了两步 如果这女人抱起伤人 高出武肯定不会提防 程旭就打算出手相助了 高出武 哎 我没有看不起你啊 我只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 送给喜欢的姑娘 你为什么要生气啊 行红狼手上的蓄力松了 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发火 不过两秒之后 他突然有了决断 打赢我 我就收下你的礼物 打不赢我就乖乖收下我的钱 行红狼这话一出口 高家村民们就乐了 一天之内 连看两起单挑啊 先前那一场新来的难民挑战和教习 太没悬念 一开始就知道和教习必胜 打下来 结果也不出意外 那难民一招倒 实在是没看过瘾 现在一听到女好汉主动挑战高出武 大伙瞬间嗨了 民团的青壮年们率先开始起哄 初武哥 上啊 这不敢接招的话 就不是男人了 围在私言贩子们身边的村民们 一边数着刚刚赚的钱 一边也跟着起哄 初武 上啊 打不赢媳妇可不行 哈哈哈哈 到处是欢快的笑声 行红狼怒瞪了那几个起哄的村民一眼 谁是谁媳妇了 说话注意点 村民们赶紧捂住嘴 这女好汉 一看就不好惹 这边闹腾了起来 高一叶这调皮孩子 哪有不加入的道理 啪哒啪哒地跑过来 村民们见到圣女也来看热闹了 刷地一下向两边分开 让高一叶走进来 站在了C位 行红狼一看高一叶这站位 就感觉出来了 这女人是这个村子的老大 有趣了 我一个女人做私言贩子老大 已经是很稀奇的事 没想到这个村子 用个弱智女子做老大 什么情况 她用古怪的眼神 看着高一叶 但高一叶却没在看她 而是看着高初武 笑得可开心了 初武哥 还在发什么愣 不敢打吗 天尊他老人家 正在天上看着呢 高初武扣了扣后脑勺 我从来不打女人 他这句话 又一次惹恼了行红狼 怒 又看不起我是吧 我可不是普通女人 高初武 是啊 一点也不普通 你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没有人能和你比 村民们 噗 李道玄喷出一块海参 差点喷进箱子里 赶紧伸手在嘴上一捂 将它捂住了 这东西 要是掉进箱子还得了 被人夸了 行红狼却一点不高兴 反而更怒 我还以为你是个 口无知蓝的憨子 没想到你居然是个 花言巧语的灯徒子 扮猪吃虎是吧 很好 今天非得和你打一架不可 他把腰间的刀摘了下来 往身后的属下手里一丢 然后捏了捏拳头 手指节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你这家伙 过来挨揍 高初武双手连晃 我真的不打女人 李道玄看得实在着急 妈的 高初武 你这坐着灌水啊 一段小剧情婆婆妈妈 半天不进入重点 你这样写爱情故事 我这读者怎么追更 擦 干脆开口催更 一夜 告诉高初武 男女平等 不打女人这个说法 就是看不起女人 我站在行红狼 以及天下所有的女人那边 鄙视他 高一夜听到天尊法指 那当然必须转述了 高举起双手 大声道 天尊有令鄙视高初武 村民们一听 这还不赶紧跟上 所有人一起 我们鄙视你 行红狼 这一下 高初武真的站不住了 居然连天尊都亲口下令了 必须得上了 他只好走了出来 与行红狼隔了一丈远 站定 围观的人很自觉地向后退 哗啦啦一下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圈 一半是三十四个私言贩子 当然为自家老大打气 老大 奏扁那个家伙 让他有眼无珠 不知道涌记行红狼的大名 高家村民们自然站在高初武这边 初武 媳妇就得打 打了才听话 两个主演还没动手 气氛组已经拉满 高初武傻乎乎地站着 不肯先动手 行红狼却呼的一声 一个大步向前 一拳直倒高初武前胸 他这一拳又快又猛 快的人目不暇接 旁边的程序心中暗惊 好快 我都不一定挡得住 高初武躲不掉的 果然 高初武一点反应也没有 就被行红狼一拳倒在了胸前 碰得一声闷响 高初武中招 行红狼哼了一声 收拳 赢了 已经没必要打下去了 普通人挨我一拳 好半想站不起来 不过 他马上就发现不对劲了 高初武只是哀悠了一声 蹬蹬蹬连退五步 然后就拿桩站稳了 还咧开了嘴 傻笑了起来 姑娘人长得漂亮 劲也好大 行红狼 咦 高初武 我也要出手了 姑娘小心 他一个大步向前 呼的一声挥起了拳头 好大的力量 拳头一挥出来 就是一股庞大的气势扑面而来 行红狼心中暗惊 不敢应接 向旁边一挫步 左手拍开高初武的拳头 右手一拳 打在了高初武的侧腹上 这位置 可是人体非常软弱的位置 挨一拳 是肯定会倒下去 攻城瞎的 没想到高初武 又是哀悠了一声 蹬蹬蹬退开几步 还是能拿桩站稳 哇 姑娘好大的劲 行红狼 哪来的鬼人 他乃知道 高初武这家伙 自从天尊来了之后 顿顿吃得老饱 有米有肉 有盐有糖 干活卖力锻炼了身体 一身肌肉 长得跟一副铠甲似的 想要用拳头焊倒他 还真是不容易 行红狼黑了一声 好 老娘还真是不能小看你了 那就拿点真本事出来 吃我一套静红拳 他刷的一下月上前来 双手连环打出 一套静红拳 使得虎虎生风 高初武瞬间看得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十三次眨眼的时间里 就被行红狼连环击中十几拳 围观群众只听到一阵碰碰碰 拳头落在肉上的声音 打得好不热闹 等到两条人影再次分开 才看到高初武铁塔 一般的身躯 正在缓缓地倒下 轰的一声 砸得一片沙尘扬起 高初武输了 行红狼拍了拍手 把他的巧克力钱结清 他手下的严贩子大声笑道 遵命 郑大牛走到高初武身边 捡起一根树枝 轻轻捅了捅了捅他 兄弟 死了没 高初武喃喃地道 输了 打不中 一下都打不中他 郑大牛 还没死呀 那就没事了 围观村民们 高初武求婚第二次失败了 李道玄也看得大乐 不错不错 高初武爱情故事第二章 非常精彩 打赏他点什么吧 一页 高一页大声道 天尊下令了 高初武打得精彩 虽败犹容 取消他的笨蛋称号 赐他爷们称号 村民们再一次大笑起来 灰头土脸的高初武 很快就被郑大牛给扶到了一边 搭拉着脑袋 坐在一棵大树下 看着行红狼 又开始和别的村民们做生意了 所有人开开心心 只有他一个人不开心 高初武搭拉着脑袋 大牛 我好弱 郑大牛拍了拍他的肩膀 咱们两兄弟差不多 你弱 我也弱了 强 高初武 我一直以为自己 在高家村里最能打 是个很厉害的人 没想到村子外面的女人 都这么郑大牛贪手 哎呀 这我也没想到呢 就在这时候 承煦站到了他的面前 知道自己为啥输吗 高初武摇头 承煦 那女人用的拳法 叫做红拳 起源于周晴 扬鸣于唐宋 盛行于本朝 分为多种流派 他使用的流派叫做靳红拳 是山西那边的分支 非常厉害 你这几手乡下把势 给靳红拳提鞋都不配 打不过人家是理所当然的 高初武抬头瞥了一眼承煦 有点委屈 何叫习 上次你明明答应教武艺 但这几天一直在叫我站队列 站阵行 都没教我一招办事 委屈啊 承煦 嘿嘿 委屈就对了 就得有点委屈 学东西才快 想打倒那女人吗 高初武 想 想就好 承煦嘿嘿笑道 红拳虽然厉害 但靳红却不是最厉害的分支 真正厉害的 是咱们陕西关中红拳 嘿嘿 不巧的是 我正好会关中红拳 你要学吗 高初武大喜 我想学 郑大牛大喜 我也想学 承煦 那就走吧 咱们把名团拉到郑家村去 躲着这边的人 偷偷练红拳 所有人一起偷偷地变强 然后惊到所有人 名团再次行动起来 摆出一字长蛇阵 向着郑家村的方向 跑了过去 李道玄心中暗乐 挺好 有干劲了 这样才能变强 然后保护别的自家小人啊 咦 他突然发现 远处的修路队里 新来的那个难民 自称兔大爷的那个 正停下手里的活 远远地看着 行红狼和高初武交手的 那个位置 久久没能移开目光 把摄像头拉近了看 能看到他满脸的向往 满脸的羡慕 真好 练过的就是不一样 我能像他们一样 强就好了 碰 修路队的队长 一个暴力敲在他头上 新来的别偷懒 不然工钱可不会发给你 啪地兔 哎呦一声 回过头 我马上干活 马上干活 喧闹的人群 开始慢慢安静下来 看爱情故事八卦的村民们 开始散去 只剩下一些要出售商品 给行红狼的村民 还围在私言贩子们身边 行红狼把自己的腰刀取回来 重新挂在腰间 远远地瞥了一眼灰头土脸 跟着名团跑远的高出舞 哼了一声 左手不着痕迹地 揉了揉右拳的骨节 他的右拳有点痛 那该死的大的头 好结实的肌肉 打了他一顿 自己的手都震痛了 这家伙一身乡下把势 没有正式练过拳法 若是让他学一套拳 那老娘搞不好 行红狼感觉压力山大 该死的 男人真是天生比女人占便宜啊 我已经拼命地锻炼了 但硬拼体格 还是比真正的猛汉子差得远 他正想这些有的没有的 就见到高一夜 走到了他的面前 对着他笑 行红狼精神一震 你是这个村子的老大 高一夜摇头 才不是老大呢 我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子 他刚刚自签完 旁边就过来一个村民 圣女大人 我家今晚准备煮红烧肉 多做一碗 晚饭时间给您端过来 高一夜 哎 这怎么好意思 村民笑 哎呀 这好日子都是天尊次的 您是天尊的圣女 我们孝敬您 就是孝敬天尊了 高一夜推举不了 那村民乐呵呵地走了 他再转过头来看着行红狼 脸上表情就有点小尴尬了 这个嘛 行红狼 天尊是这个村子的老大 你是他的女人 这话一出口 高一夜的脸 疼得一下红到了耳根边 什么嘛 一来就说 人家是天尊的女人 你这女人说话 真太 那个 让人开心了 看她的脸色 行红狼心想 我猜中了 那天尊应该是一个神棍 这少女是神棍的女人 看来这村子也不是什么良善人家 应该和我这种私言贩子一样 是玩灰的 行红狼 圣女有何指教 高一夜 天尊让我来 和行姑娘谈点事 行红狼 请讲 洗耳恭听 高一夜 天尊说 天下大汉 民不聊生 导致各地流贼四起 商路也被破坏了七七八八 各种物资不能流通 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而行姑娘 有能力在这战乱的时代 走南闯北地继续做生意 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行红狼微笑 说我好话 看来是有求于我了 且听听她 要求我什么事情 高一夜 天尊说 行姑娘每一次到来 都激活了高家村的活力 所以她希望行姑娘 能经常来此 多来拿货 行红狼这下听懂了 这天尊 就是想要商人经常来吗 这也不算稀奇事 她以前去进货的那家盐商 也同样希望她经常去拿货呢 只是 凭什么 老娘凭什么 每次都找你拿货 得有个说法才是 她正想到里 就听到高一夜微笑道 天尊说了 以后你在村民们那里 收了多少货 他就可以偷偷额外 给你一城的反例 行红狼听了这话 微微一猛 反例 高一夜点头 也就是说 你如果在村民们那里 收了一百金糖 天尊就私下里 再送你十斤 这句话一入耳 行红狼不禁大喜 他在高家村收的货 本来就低价 没想到还能再白 拿到一成的货物 这他喵的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 只是 为啥 为啥这个天尊要这样做呢 我收这些村民的货 与他有啥关系 就为了让我再来 他就吃这么大的亏 这对他有何好处 行红狼不太明白 李道玄也知道 他不会明白 商品的流通 对一个地方的促进作用之大 只有现代人 才能深切地体会 他想要自己的小人国 越来越繁华 就离不开商人的帮助 但现阶段 陕西群贼乱舞 正经的商人 根本不敢入闪 入了闪 也只会在西安 县城那样的大地方活动 不会跑到高家村 这种穷乡僻壤的小地方来 只能靠撕盐贩子 高一也道 天尊说了 如果你愿意经常来高家村进货 高家村可以给你和你的手下们 准备一个大宅子 作为你每次来的时候 落脚休息之用 可比你们自己参风速路 扎帐篷要舒服多了 行红狼乐了 承蒙天尊看得起 既然高家村对我信心得如此大度 我也不能把你们的好心当了驴肝费 今后就要经常来讨扰了 高一也 欢迎至极 当夜 行红狼还真的留在了高家村 但他的宅子还没有准备好 一行人暂时只能扎营休息 好在四盐贩子们走南闯北 什么苦没吃过 扎营倒也是小事一桩 行红狼一行人 就在高家村的大池塘边安营扎寨 取水做饭 好好休息了一晚 在这里休息 也比在那些荒郊野外安全多了 一行人久违地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大清早 行红狼便启程出发 又向着山西方向去了 高一也送别了行红狼 有点不解 不禁抬头对着李道玄问道 天尊 您平时赠给村民们房子 都是说赠就赠 当场显灵 从天上放一个房子下来 为何这次没有当场给行红狼房子呢 李道玄微笑道 行红狼对我还不太了解 若是过早地在他面前显灵 有吓到他的可能 以后他就不会再来高家村了 呀 看到天尊显灵 应该是仰慕的五体投地 今后常常来高家村拜见您才是 怎么可能会吓得不再来呢 李道玄笑了 这个就不必详细解释了 人这东西 复杂得很呢 滴滴滴 电话突然响了 李道玄盖上造景箱的盖子 拿起手机 呀 二姑 好久不见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二姑是李道玄的农村亲戚 不久前邱小麦播种 李道玄还打了电话过去 求教他关于农田 PH值和化肥用法的事呢 二姑的声音很亲切 听你爸说 今年春节你不打算回老家来参加家族聚会了 二姑担心你啊 为啥不回来 李道玄瞥了一眼造景箱 这是不能说 只好道 我做网络视频推广 有点忙 实在没法回老家 在老家一待就是十几天 有点 二姑笑道 知道你工作忙 赚大钱了 还给你父母两百万买房呢 亲戚们都在夸你呢 大忙人也不用十几天都待在老家 就回来一天吧 我们这边允许放鞭炮 你就回来一天和大家一起放几个烟花 乐一乐 那不是挺好 他这番话一说 倒是把李道玄提醒了 对啊 农村可以买到烟花爆竹 我一直想买的那几样东西 就可以轻轻松松买到 不需要在城里找奇怪的购买渠道了 李道玄笑道 那行 二姑你等我 我来和大家一起放鞭炮 几天时间 一会儿过 春节到了 李道玄起了个大早 向着箱子里瞥了一眼 整个高家村 弥漫在一股子节日欢庆的气氛之中 高家宝披红挂彩 热闹非常 旁边的短公村 劳改村 也全都是喜气洋洋的模样 这么重要的超级传统节日 不论是留贼还是官兵 应该都会消停下来吧 应该出不了什么事 李道玄背起背包 会合了父母 坐上了去乡下的车 绿皮火车轰刺轰刺地 将他带到了双庆市郊的一个小铺镇上 这里连高铁都不通 只有绿皮老火车能治 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原生态 果然 镇上有卖鞭炮的 合法买这玩意儿的机会可不多 一年就一次 还别想在市区里买到 李道玄也不客气了 扫货扫货 豪爽大气的扫货风格 让店老板一眼就看出来了 城里的娃子 专门跑到乡下来放鞭炮玩 哈哈 是的 来我二姑家放炮玩 那你玩得开心哦 事业 亲人欢聚 年夜饭吃得热闹 鞭炮拿出来 炸了个昏天黑地 第二天大清早 李道玄告别亲戚们 踏上了回城的路 却装了一大包鞭炮 为免麻烦 连火车都不敢坐了 叫了一辆网约车 付了几百块的车费 这才带着宝贝们回到了家 一到家里 当然是急不可耐地 坐回到了箱子边 模拟城市1627 多好啊 那必须费寝忘食地继续玩 不对 从今天开始 要叫做 模拟城市1628了 重真元年 大年初一 高家村新年新气象 节前 谭师爷从县城购回来了 大量的红染料 分发给村民们使用 使得大年初一礼 到处都是穿红衣服的人 在村子里跑来跑去 欢声笑语中 李道玄一眼 就看到了一个不合群的家伙 正在村外的山坡上练拳 高初五 天寒地冻的 他居然只穿了一件 很薄的棉布衣 扎紧了袖口和裤管 嘿 哈 对着空气打个不停 陕西关中红拳 36排手 他才只学了几手 反反复复就练着几手 贴墙挂画 猛虎爬臂 罗汉富宝 判官脱靴 程序没说错 只有足够委屈 习武时才拼命 整个高家村 就只有高初五练的最拼命 连郑大牛都跟不上高初五 这骨子很近 大约是因为郑大牛 还没有遇见爱情吧 李道玄也不禁默默地 给高初五点了一个赞 咦 突然发现了一个小意外 李道玄的眼光 飞越过一片山坡 在坡后的一块大石头后面 发现了一个人 是那个自称兔大爷的难民 他正躲在石头后面 远远地偷看着高初五练拳 高初五打一拳 兔大爷就跟着挥一拳 似乎在琢磨那一拳的动作 高初五踢一脚 兔大爷也跟着踢一脚 李道玄看乐了 好玩好玩 在古代 偷学别人功夫 好像是大技吧 这种人一般来说被逮住了 是要往死里打的 那么问题来了 我要戳穿他吗 在他偷学得更专注的时候 拿手指戳他一下的话 他怕是要下个半死吧 李道玄调皮捣蛋的心血来潮 反正这个人目前还不算自家小人 只能算是野生小人 野生小人是可以尽情恶搞的 李道玄还真把手伸了进去 对着那自称兔大爷的家伙背后 轻轻一瞻 趴地脸这时候 正偷学关中红拳 学得激动呢 突然感觉到 背后有一股大力涌来 推得向他前一扑 扑通一声 摔了个狗啃式 这一惊飞小 偷学被人抓住了吗 这可是要被打死的 趴地兔紧张万分 赶紧贴地连滚了好几滚 嘴里已经准备好求饶了 但回头一看 身后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如果他是个高家村老村民 应该就能猜到是天尊在和他斗乐子了 但他是个外来人 对道玄天尊还不够了解 虽然在高家村打工这几天 已经听人说起了天尊的事情 但他还没亲眼见到天尊显灵 也就半信半疑 现在当然也想不到天尊头上去 趴地兔警惕地对着背后看了半天 又左看又看 确认什么也没有 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屁股 把刚才的事望到九霄云外 继续撅起屁股 偷看高出 礼道玄乐了 这货还敢偷学 刚才那一下 转眼就忘了 何等粗大神经 行 再给你来一下 再次伸出手 在兔大爷的背后 轻轻一沾 趴地兔又一次感觉到一股大力涌来 扑通一声 又摔了个狗啃屎 他贴地一阵打滚 瞬间躲得好远 转过头来一看 好家伙 背后又是空空荡荡 什么也看不到 谁 谁在捉弄你兔大爷 趴地兔刷的一下 拔出了他祖传的袖剑 你出来 本大爷让你尝尝绝招 天兔断霸剑 李道玄乐的不行 手指又绕到他背后 轻轻一推 趴地兔扑通一声 又摔了 这一次 他居然有了准备 在跌倒的一瞬间 伸手在地上一撑 反身跳起 同时挥起袖剑 对着身后一剑猛斩 然而李道玄的手指 早就已经抽了起来 他一剑砍了的空 反而因为用力过大 旋转着再次摔倒 扑通 又一个狗啃屎 趴地兔这下 知道自己遇见高人了 只怕是一个来无影 去无踪的超级高手啊 惹不起惹不起 快溜 手起剑 灰溜溜地向着山坡边 溜了下去 李道玄笑着摇了摇头 想偷看可以 先被我认可为自家小人 到时候 你你要学军队格斗术 我都可以找个视频来给你看 想到这里 李道玄倒是猛的一行 虽然红拳也很棒 是我朝传统武术的瑰宝 但是现代的军队格斗术 才是真正的杀人绝技啊 传统和科学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以前搞不了 但现在有了程序 可以试着搞一搞了 打开长区的历史军事论坛 匿名发帖求助 哪位老哥手里 有军队格斗术的高清视频 模糊的那种不要啊 回复1 我有 64G高清哦 地址如下 XXXXXX 回复2 别姓一楼 那地址是假的 我一看就知道了 妈的 就是这个地址 说好是某老师 我下了一天一夜 结果是葫芦兄弟 回复3 还是我来做好人吧 点我个人资料 里面有网盘地址 进去可下 李道玄谢过三楼 点进去 十几个G的视频 还真是大 点个下载 让电脑慢慢跑着 再回过头来看箱子 就看到高一叶穿着一身红棉衣 小脸也红扑扑的 也不知道是冷红的 还是跑红的 偷偷溜上了山坡 到了高出五的背后 在他耳边 哇的叫了一声 被这一下 哎呦一声叫 差点摔地上 回头见到是高一叶 这才松了口气 一叶 你吓死我了 高一叶哈哈一声笑 又向着山坡下面跑 李道玄也乐了 轻轻呼唤 一叶 啊 天尊来了 高一叶欣喜地抬起头 天尊 新年好 居然被一个小人问了好 李道玄心里也挺暖的 昨日我走亲房有趣了 你们还好吗 高一叶 啊 天尊到别的神仙家串门去了啊 高家村一切都好 大家都好开心 李道玄 你现在去一趟降警 我有些话 想和李大说 高一叶应了一声 撒开小腿 飞快地跑向了降警 一路上 许多人向高一叶打招呼 老村民 新短工 甚至有几个老改犯 也向高一叶挥手 他一一回应 很快就跑到了降警里面 到了铁匠铺前 就见李大正在屋檐下 琢磨着他 才弄出来的弹簧 虽然有了上次李道玄 提供给他的打火机弹簧 但李大把他烧红 然后用力断打 弄戏 缠绕成圈 最后做出来的弹簧 却会失去弹性 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玩意烧之前明明有弹性 为啥烧之后就没有了呢 无法理解 高一叶来时 他正用双手 把自己刚做出来的小弹簧压扁 手一松 那弹簧却依旧保持着压扁的状态 使得他垂头丧气 郁闷地想哭 高一叶 李大 天尊让我来找你说两句话 李大赶紧收起哭丧脸 行大礼 李道玄看到他弹簧做不成功 也不生气 或者说 完全在意料之中 科学的进步就是这样的 自己给他个样品 只是给他启示 最后 他能不能通过样品 反研究出原理 那就得看他的知识 能不能螺旋上升了 李大 我记得 你说过你会做三眼神冲 李大赶紧答道 是的 小人会做那个 李道玄 我看你那心事火冲的研究 还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在他研究出来之前 我们的名团 如果能用上一些过度的火冲就好了 所以 我想让你教别的铁匠 打造三眼神冲 今后由他们造三眼神冲 而你 继续搞你的心事火冲 李大赶紧道 谨遵天遵法旨 李道玄 那我现在赐你一些火药 你好好管理他们 交给别的铁匠 用来鼓刀三眼神冲 说着 一边动手拆边炮 一边道 对了 我的火药颗粒极大 你们在使用之前 需要先研磨 细碎了才能使用 在研磨的过程中 小心管理 别把自个儿炸伤了 李大 启禀天遵 在咱们凡间界 做火冲与弄火药 是由两种不同的工匠 来完成的 小人只是负责打造火冲 并不擅长调配火药 不敢忘接这个差事 万一小人有个什么闪失 恐怕造成爆炸 后果严重 这话让李道玄 想起了天启大爆炸 追问道 哦 什么工匠是做火药的 你将他找来 让他负责即可 李大公进地道 朝廷负责制作和管理火药的工匠 名叫火药座 由于民间私藏火器 是谋逆大罪 火药管理也极严 因此 朝廷将火药座 也看得极紧 咱们高家村 现在一个也没有 李道玄 城城县城里可有 李大摇头 也没有 城城县里 偶尔要用到火药 也需到西安府去调来 李道玄这下明白了 只有西安府的官方里 才有火药座 而且 这职业被朝廷看得很紧 看来 鞭炮暂时还派不上用场 让高家村这帮子 不专业又调皮的家伙 来管理火药的话 搞不好就在村子中间 弄出一个天启大爆炸 自家小人死伤惨重 那还得了 玩模拟城市 这类游戏时 经常都会有些不听话的 NPC气的玩家脑溢血 李道玄可不希望自己 放个大炸弹进去 给了调皮小人 让自己脑溢血的机会 烟花和鞭炮 还是先封印起来吧 等到专业的人才引进之后 才能进行这方面的拓展 人才啊 高家村的每一次进步 都需要一个相应的人才 没有人才 就只能顾不自封 实在是相当的麻烦 刚想到这里 视野一角看到 高家村外 又有访客来了 一辆马车 驶到了宝门前 白渊驾的车 车帘拉开 白夫人和白公子两人 掀开车帘走了出来 原来 昨天李道玄回农村老家 见亲人时 白夫人和白公子 也回了白家宝去 与白渊团聚过年 大年三十晚 一起吃了团圆饭 今天就又由白渊亲自驾车 将母子送回高家村来了 白渊刚刚把把车子停稳 也顾不得自己的老婆孩子 便撒开腿 往着宝里冲 他是高家宝老熟人 少兵自然也不会拦他 反而还在宝墙上大声招呼 白先生 什么是这么急啊 要我帮你叫三管事吗 白渊 你太慢 我自己去 一溜直冲向九厅十八井的议事厅 此时 三十二正在议事厅里 研究着高家村的物资清单呢 就见白渊刷的一下冲过来 一把拽住了三十二的胳膊 快快快 把小学数学一年级到六年级 全套天书十二册都给我一套 三十二猛了两秒 然后猛背一下明白过来 哈 白先生 你的数学被儿子碾压了 这句话一出口 白渊的脸就变成了猪肝色 没错 他被儿子教育了 昨天大年三十 白夫人带着白公子返回白家宝 与白渊吃团年饭 父子两须久不见 白渊当然考察一下儿子的学习问题 顺口问了些四书五经里面的破题之后 话锋一转 就转到了君子六义上面 你懂的 白渊三句 不离君子六义 转不到这个上面才是怪事 两父子尬聊了几句之后 白公子便说起 最近自己在学数学 而且学得还不错 很有点得意 白渊一听 数 这不是你爹我的拿手好戏吗 爹在君子六义的数这一意上 那可是很讲究的 好 爹爹便来考你一下数 然后父子两人就战斗起来了 加减乘除 鸡兔铜龙什么的 两父子占了个旗鼓相当 没想到白公子不讲武德 刷的一下 甩出了小学三年级上策的分数 瞬间把白渊打猛 白公子乘胜追击 刷的一下 又扔出了小学三年级下策的小数 分数与小数的加减乘除 就问你怕不怕 白渊虽然也能计算得出最终的结果 但是用他的算法很慢 没自己的儿子快 最后君子六义的数 这一意 毫无悬念地化掉化掉 白渊这爱面子的人 哪里忍得了输给儿子 老爹的威严还要不要了 于是大年初一大清早 亲自驾车 使出六亿之狱 把老婆孩子 又拉到了高家宝来 然后把母子两人往宝门口 一扔就不管了 自己急吼吼地冲进来 找三十二讨要数学教材 三十二乐得不行 白先生呀 青出于兰而胜于兰 这也没什么好着急的呀 输给自家儿子 又不是输给外人 不丢人 不丢人 白渊怒 胡说 我又不是垂垂老朽 白家宝还没有到需要 交给我儿子来化室的时候 岂有上职壮年 就像儿子认书的道理 快把小学数学的天书十二册 统统交出来 三十二笑的不要不要的 但还是带着白渊 来到了藏书的仓库 这里堆着满满一仓库的书本 汉语拼音 小学数学 在里面分年级 分上下册 堆得满满的 天书 全是天书 白渊刷的一下 扑进了书本堆中 不一会儿 就翻出了全套 小学数学 像宝贝似的抱在怀里 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数学天书十二册 进入我手 不消数日 君子六亿中数这一项 我便可以修得仙界的水平 人间界无人能使我义和之敌 哈哈哈哈 李道玄看到这货如此嚣张 也不禁乐了 有心要打击他一下 开口道 一夜 去告诉白渊 数之一道 浩瀚若海 他手上的只是小学数学 上面还有中学数学 大学数学 还够得他学呢 高一夜赶紧跑过去转序 白渊这边正仰天大笑呢 听到高一夜的话 顿时一愣 愣完之后 继续大喜 听天尊的意思是 若我将手上这十二册学完 他还会再次我中学数学 大学数学等更厉害的天书 李道玄也不禁乐了 你这个白渊 考虑问题的角度 还真是乐观啊 我想打击他 结果他 反而更有干劲 白渊再次仰天大笑 那我一定要尽快学完手上这天书十二册 然后天尊 赐我更厉害的天书 我将之全部学完 于数之一亿 登峰造极 天下舍我其谁 哈哈哈哈 让那个臭小子知道 他爹始终是他爹 白渊谢过天尊之后 带着一大堆天书 开开心心地返回白家宝去了 走的时候 甚至忘了给老婆孩子打招呼 满脑子都是 他的君子六亿之术 好在这是古代 女子地位低 白夫人倒也不会为了这种事发火 要是在现代 白渊不贵几天搓一板 这事情就过不去了 李道玄乐嗨嗨地看着白渊离去 心想 很好 我准备的大量教科书 慢慢地就会通过白渊 这样的人散播出去 开枝散叶 终有一天会结果的 这时候 李道玄突然听到西南的竹林边的传来闹哄哄的人声 赶紧把关注度移了过去 西南竹林边就是短宫村所在的地方 这里有李道玄摆下来的几十状塑料小房子 沿着竹林边的乱石坝子摆成一片 形成一个独立的小村庄 大群外来的短宫正聚集在竹林边 似乎在争论着什么 李道玄低头下去一看 短宫们围城的人卷中间 躺着一个人 额头上有血 昏倒在地上 看样子 像是被人打破了头 这是石老四啊 他怎么了 不知道 我刚才想过来削跟竹子做竹篮子 就发现石老四躺在地上 头上还在流血 哎呀 赶紧叫大夫 咱们村哪来大夫 一群人慌得一批 就在这时候 昏倒在地的石老四 居然醒了 睁开了眼睛 哎呀 叫了一声 用手揉着头 他娘的 老子被人抢了 他这一开口 围观的人才松了口气 石老四一脸不爽的样子 今天大清早 我从家里拎着一袋面粉 一块肉 想去堡里 找个铁匠师父送礼 拜个师 短宫们一听就懂了 大年初一 拎着礼物去拜年 师父一高兴 交上两手 不就变成匠人了吗 那宫钱不就蹭蹭地向上飞 石老四真聪明 我们怎么没想到 石老四 没想到刚出屋没多远 就被人一把拖进了竹林 接着就有四五个凶神恶煞的家伙 拿着棍子威胁我 叫我交出手上的面和肉 我不肯 他们就打我了一棍子 拿着东西跑了 他娘的 短宫们一听这话 还真是吓了一跳 又有贼匪来了 不是吧 城城县的匪患 好不容易才消停啊 天哪 我再也不想打仗了 短宫们乱成一团 李道玄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随手打开了监控摄像头的APP 将凌晨到现在之间的所有视频调出来 这竹林刚好在箱子边缘处 视频里只能看到竹林边缘 能看到里面人影晃动 却看不清具体细节 一名短宫开口道 大家别吵 发生了这种事 我们应该向三管市报告 让保里派出民团来管吧 另一名短宫摇头道 咱们是什么身份 外村来打短宫的 和保里的本村人能一样吗 民团怎么可能管咱们的事 李短宫们有点小纠结 李道玄听到这句话 倒是有点疼惜起这些野生小人了 他们远道而来 在高家村谋一口饭吃 将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 谨小慎微 小心过活 生怕自己的饭碗砸了 连出了这种事 都不敢向保里汇报 这种心态 真的挺让人难受的 李道玄正打算招呼高一夜 来管管这事情 突然 短宫群里刷得跳出来一个人 穿得破破烂烂 腰间挂着一笔袖件 正是那个偷学高出五练拳的兔大爷 啪地兔出头了 自认为自己是条好汉的啪地兔 在这种时候 岂有不出头之力 他刷的一下站到了C位 对着一群彷徨的短宫们大声道 兄弟们 不要慌 保里会不会出手 帮我们且先不论 咱们自己难道就不能出手吗 众人微微一愣 你是啪地兔得意洋洋 老子名叫啪地兔 也是才来没几天的短宫 但是老子 和你们不一样 老子遇事 从不来怂 众人 啪地兔大声道 你们还没看出来吗 这根本不是什么流寇 或者贼匪来了 蠢贼来抢东西罢了 你们啪个屁啊 短宫们议论起来 闹哄哄的 啪地兔 捅捅住嘴 别吵 都听本兔爷的话 你们几个 拿棍子 你们几个也拿上 然后都跟着兔爷 咱们去把石老四的东西抢回来 顺便教训一下那群蠢贼 吓得他们不敢再来 不然他们今天抢了石老四 明天又来抢你张老五 咱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短宫们一听这话 有理啊 这伙贼若是不收拾 将来咱们随时可能 被人拉进竹林里一棍子 这还了得 一群人立即行动起来 拿棍子 不一会儿 十几条汉子武装完毕 啪地兔将手一挥 跟上本兔爷 有人问道 兔爷 你知道贼人逃去了哪里吗 啪地兔听到真有人叫他兔爷 就更得意了 哈哈一声笑 本兔爷江湖经验丰富 只需要看一眼地上的脚印 就能看出来 他们去哪里 报告兔爷 没有找到贼子脚印 这里的地面 到处是石头 啪地兔 大写得尴尬 非禁止画面 李道玄也给整乐了 好啊 我来帮你们一把吧 他伸手到西 南两个按钮上 一阵乱点 飞快地移动视角 就像在玩 星际争霸时 在已经打开了战争迷雾的地图上 寻找一个虫族小狗似的 不一会儿 还真给他找着了 五个衣衫褴褴的汉子 缩在一个小山坡后面 捡了些干柴树枝 正在生火 看样子 是准备 考从石老四那里 抢来的肉李道玄将视角一回竹林上空 伸手进箱子 在短弓们面前的地面上 画了一个大箭头 这时候 啪地兔还在发猛呢 找不到脚印 不知道如何追踪 突然听到轰隆隆一声响 地面上的乱石 被看不见的巨大力量 掀开来 地面上一个巨大的箭头 指向远方 来得久的短弓们 马上欢呼起来 天尊给我们指引了 只有啪地兔一个人猛 一一一 刚才是 天尊显灵 啪地兔来 高家村的时日还不多 虽然早已经听村民 谈起过了天尊 但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天尊显灵 一直都有点将信将疑 处于半信不信的状态 而这一次 算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 天尊显灵 地面上好大一个箭头 多大的力量 才能将满地的乱石拨开 画出这么大的箭头啊 啪地兔猛地一下想起来 自己偷看高出五练拳时 被什么东西从背后推倒 不就是 啪地兔吓得不轻 扑通一声就啪了下去 匍匐在地 像一个被老妈子 拿竹灭暴打之后 跪在地上认错的孩子 天尊 我错了 我不该偷学别人的功夫 请饶过小人吧 李道玄早就已经教训过他了 一罪不二罚 便笑着 将手抽了回去 啪地兔趴在地上等了几秒 见天尊没有降罪 松了口气 刷得一下跳了起来 兄弟们 跟本兔爷来 有天尊指路 咱们定要将石老四的东西夺回来 短公们士气大振 天尊保佑 啪地兔一马当先 对着箭头所指的方向冲了过去 后面一群短公跟上 箭头只一段路 又回微条一下方向 一直指引着啪地兔等人 冲到了山坡后面 啪地兔远地就看到 前面几个人正在烧火 准备烤肉 大吼一声 呆 哪里来的蠢贼 敢打我们短公村的人 还抢我们的东西 吃本大爷一剑 他刷的一下抽出绣剑 杀了过去 那火堆边的人吓了一跳 赶紧站起 抓起木棍 啪地兔两三步冲进 大吼一声 天 兔 断 霸 剑 手上锈剑挥起 大开大合 一剑斩下 剑光未到 脚下绊到石头 扑通一声摔了 后面的短公们一涌而上 好几个人从他背上踩过 等到啪地兔 哎呦 叫着从地上爬起来 才发现短公们 已经将那五个贼打翻在地 控制住了 石老四从草丛里 拎起了他的肉和面粉袋子 紧紧地抱在怀里 啪地兔 还以为自己出了丑 要被短公看不起了 却没想到 短公们还是回过头来 用征询的眼光看着他 兔爷 这几个蠢贼已经制服 东西也抢回来了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 哎 还是叫我兔爷啊 啪地兔精神一震 拿着绣剑 走到了五个贼的面前 瞪着那几个贼看了好半想 这才到 你们几个 饿了没东西吃 所以就来抢咱们的 那五个人畏惧地低着头 这什么年景啊 抢人食物 被人打死了 都是活该的 他们生怕 一开口就被短公们乱棍打死 连话都不敢接 啪地兔 江湖好汉 劫富济平那是正常的 但是你们劫平就不对了吧 你们看 你们看他把石老四拉过来 只给那五个人看 这位兄弟也是个穷人 他身上衣服多破 手里就这么一点凉 是要用来拜师学医用的拜师礼 你们怎么忍心劫他的东西 真要劫 杀进京城 去劫皇帝佬啊 那我就当你们 是五条好汉 敬你们三分 五人低着头 好几秒后 有一个人豁出去了 回嘴道 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去结皇帝老儿 只知道叫我们去 啪地兔 这问题把他问猛了 好吧 他本来是打算跟着王二大哥 打遍天下 最后把皇帝老儿给结了的 但是走到这高家村 不知道为啥就开始打工了 咦咦咦 这是怎么回事 我啪地兔想当当的好汉 怎么会在这里打工 手上的锈剑 光当一声掉在地上 啪地兔抱着脑袋蹲了下去 精神污染家999 一时半会是没法思考了 短工们见自己的化石人倒下了 一幅没法再指望的模样 还是自己来商量怎么办吧 喂 石老四 他们打了你 你来说怎么办 石老四 哎 我哪够资格 你就说是揍他们 还是放他们吧 石老四 天尊应该在天上看着吧 我们应该问问天尊的意见才是 一群短工都眼巴巴地看着天空 但李道玄并不想下指示 这种破失自己也要管的话 以后版图扩大了 还不得烦死 小人们自己也得多动脑子才是 短工们等不到天尊下令 还真是只能自己动脑子了 开动脑筋呀 咯唧咯唧咯唧 石老四的头顶上 啪得亮起一个大灯泡 有了 劳改 劳改村那些人 不就是犯了罪的人吗 他们正在用劳动 偿还自己的罪念 这五个人 应该带回去 扔进劳改村 其余短工大喜 有理 理应如此 于是 一群人压起五个贼人 准备返程了 走过趴地图身边 见到他还趴在地上 一副很迷茫的模样 石老四赶紧伸手拉了他一把 兔爷 咱们回去了 趴地图寒寒呼呼应了一声 失魂落魄的 捡起祖传的绣剑 跟着短工们一起 返回高家村 李道玄 见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心里也挺高兴的 这样就对了嘛 我给你们做好了示范就够了 你们要懂得自己发散思维 今后就用这样的模式 去处理坐监犯科之辈 然后慢慢地 就会形成一种 有别于大名律的新形态的 法治观念 法治观念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有句话说得很好 走在现代的街头上 身边的行人 没有对着你乱刀砍过来 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圣人 而是因为 他们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短工们压着五个贼到了村里 送到了宝门口 向三十二汇报了这五个贼的事情之后 三十二听完 也是同样看法 好 把他们五个扔进劳改村去 短工们压着五个贼 到了劳改村门口 一脚将他们踹进去 然后就不管了 五个贼站在劳改村门口 一脸的猛 还以为自己凶多吉少呢 不知道为啥 现在被人扔在这里 没人管了 这是怎么回事 五人既不知道该干嘛 也不知道该不该逃跑 正发猛呢 一个劳改犯对着他们招了招手 你们五个是来劳改的 我看到短工们把你们踢进来了 过来吧 老子人好 教教你们这里的规矩 行鸿王一行人 离开高家村之后 一路向东 过了河阳县 在私渡偷偷渡过了黄河 进入了山西省内 在一路向东急行 没用多久 就来到了平阳府 平阳府 也就是现在临焚县 领周六 县二十八 府东连上党 西界黄河 南通辩 洛 北祖静阳 视为多战之地 平阳府繁华 商旅极多 虽然比不上西安府 但也是个出货的极家之所在 行鸿王来到这个地方 当然要大干一票的 从高家村进货的好货 立即拿出来大卖特卖 没用多长时间 货物卖了个干净 身上又揣满了金银铜钱 这就又得去高家村进货了 行鸿郎带着三四十个手下 出了平阳府 又打算返回高家村来 渡过黄河 回到陕西境内 穿过河阳县 走到某个小村子里时 突然就见到前方山道上 有几个老百姓狼狈不堪地奔逃过来 有人边逃还在边喊 快跑 贼来了 好多贼 快跑 小村里的居民们 立即躲回了自家屋子 关上了门 村子里刷地一下清静了 就只剩下了行鸿郎 和他手下三四十个私盐贩子 行鸿郎 这下好了 成了闲眼包 他一句 自嘲还没说完 前方轰隆隆冲出来数百贼兵 穿得乱七八糟 一看就是临时拉起的那种报名 为首一个大块头 一脸横肉 胸向毕露 这大块头 第一眼就看到了闲眼包的行鸿郎一行人 一个女人 骑着马 身后还跟着三四十条汉子 穿得都不算太差 一看就是有点财物的那种人 大块头也开了大嘴 兄弟们 上 这一票肯定能赚得大的 行鸿郎 干你娘的 赶来抢老娘 手下大汉 老大 性别不对啊 行鸿郎怒瞪了他一眼 思言贩子们刷刷刷 腰刀出窍 行鸿郎也抽出了自己的腰刀 大笑道 老娘走南闯北多年了 还是第一次碰到二话不说 照面就上来开抢的 现在的陆林没几个好汉了 全他娘的 是一群没规矩的土匪 兄弟们 给老娘上 思言贩子们怒吼一声 挥刀杀了上去 双方乒乒乓乓 站至一处 思言贩子的战斗力 岂是一群临时拉起来的暴乱贼兵可比 人数虽然有点悬殊 但行鸿郎一伙人却站住了上风 没用多长时间 便将叛军打了个灰头土脸 狼狈而逃 妾 一群垃圾 行鸿郎对着贼军逃窜的背影 摆了一个鄙视的手势 突然发现 右手袖子已经全红 鲜血正滴答滴答向下流 咦 受伤了 什么时候受的 崇祯元年 一月中旬 高家村的人口 又扩展了不少 来高家村混饭吃的难民越来越多了 这件事 城城县令梁士贤当然是知道的 但他并不管 当初李道玄答应给他梁氏救灾时 三十二与梁士贤的师爷 就救灾事项进行过一番详谈 谈到在各地建立诗周点时 就说好了 要在高家村摆一个诗周点 梁士贤急于救命 当然不会阻止这样的善举 于是 当大量的难民们 在县城里传消息 说 高家村的李老爷家 诗周比县城诗的还多 能让人吃饱时 梁士贤听到了这个消息 不但不生气 反而颇为欣慰 这数月来 梁士贤应付这些难民 也应付得疲于奔命了 现在他们主动跑去高家村吃饭 倒也能让梁士贤省点力气 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高家村的村民不变多 才怪了 尤其是短公村 人数急剧膨胀 李道玄不断地摆下塑料小房子 后来西南的竹林边 已经摆不下了 李道玄又只好在西南边的官道边 摆下一片房子 一转眼 西南边也摆不下了 不知不觉之中 高家宝的周围 居然形成了一片卫星村庄 原先只有42个小人的高家村 现在已经变成了 拥有一千多人口的大镇子了 李道玄的视野 在不知不觉中 又扩大了不少 种光道启示造反的崇家村 现在也显示在了箱子外壳上 另外还有几个什么张家村 李家村的 不怎么熟悉的名字 也显示在了外壳上 人口一多 需要给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 也变多了 这倒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李道玄并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 可以为他们提供私来想去 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 修路 多出来的劳力 全都去修路 以高家村为中心 水泥路开始向着周围 所有的村庄蔓延 最开始的郑家村就不说了 通向王家村的水泥路 已经快可以通车 崇家村 张家村 李家村等等 各个村庄的水泥路 都同时开始辐射 高家村周围 方圆十余里内 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 到了这个时候 李道玄才明白了 自家楼下 那条公路 为啥一直在修路了 农民工需要活呀 现在需要用到的水泥有点多了 李道玄也不方便 再去薅工地的羊毛 自掏腰包 买了一大袋 水泥回家 至于沙子 他就不用管了 小人们自己可以挖河沙 凡是小人们自己能做到的事 尽量让小人们自己做 这也算是解决 工作岗位问题的办法 占地面积一变大 李道玄看不见的地方也变多了 他的视角长期锁定在高家宝上空 只是偶尔去别的地方巡视一圈 或者切到别的村庄农田上降雨 除了这两个时候之外 他更喜欢锁定高家村观看 看不见的地方偶尔发生点什么事 他就无法顾及了 有时候 他也不得不感叹 就算是神明 也有照顾不到的苍生 更别说自己只是一个凡人 在这种情况下 民团的重要性就更加高了 程序组建的民团 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人了 这新招收的六十人 都来自短工村 青壮年在高家村待的时间长了 品性得到信任之后 就会被程序看重 收入民团 一旦进入了民团 就不需要打工了 不但吃得好 还有丰厚的工资 可拿 只是 每天的训练都挺累人的 一般人吃不下来这个苦 训练完之后 还要去圣女大人那里 听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 反复背诵一百遍 你们是老百姓的孩子 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李道玄今天的晚餐 是一份干锅鸡杂 六十八个大洋呢 自从通过微雕和拍视频 发了点财 他的外卖档次 也得到了飞跃 从以前的各种套饭 升级到硬菜了 一边吃鸡杂 一边看程序训练民团 还挺好玩 一百个小人 横纵间隔两米 摆成一个大方阵 程序大声道 打 那一百个小人 就同时向前一拳 嘴里还喝得大喊一声 程序 踢 小人们一起向前一步 呵 腿踢得老高 程序颇有点满意 这兵练得真不错 嘿嘿 比老子以前那一百个耸耸兵 要精神多了 以前那群破兵 一叫他们训练 他们就摆烂 说什么没领到军饷 没有钱吃饭 没力气训练 但高家村这民团 各个都吃得好 工钱高 命令一道 各个精神抖擞的执行 训练的时候 半点也不带偷懒的 带着一群这样的手下 老子在碰上 不沾泥和左挂子的话 哼哼 根本不必考虑太奶奶的事 正面给他们秃穿 他正想到这里 一群人拥着趴地兔 走到了面前 趴地兔一见到程序 就像老鼠见了猫 耸威一下 但马上又重新振作起精神 大声道 和教席 我 我是来入伙的 程序美好气地道 入伙 又用错了词 你可以滚了 趴地兔大吉 赶紧改口 我错了 我错了 和教席 给个机会 我是真心诚意地 想要加入民团 程序翻了翻白眼 又来玩天兔霸断剑 不对 趴地免斩钉截铁地道 您说错了 是天兔断霸剑 程序 额头上的青筋开始崩起 程序刚刚美好的心情 被趴地兔踩在了地上 还用力旋转了一下脚尖 程序捏了捏拳头 再不滚 我走到你三天起不了床 趴地兔吓了一跳 别 别别 我这次来 是很有诚意的 你看我背后这些短工们 他们都是短工村里 最老实可靠的短工 他们是来给我做担保的 他身后的一群人 七七开了口 和教习 兔爷虽然有 但是他真的是个好人 程序瞥了一眼短工们 又转头来看趴地兔 两人的眼光 在半空中对上了 趴地兔嗷通一声扑倒在地 师父 您就收下我吧 我是真心诚意想要学武艺 要打出个名堂来 程序长长地叹了口气 罢了 起来吧 站到队伍最后面去 跟着大伙一起练 趴地兔抬头 大喜 多谢师父 我入火了 我终于入火了 哈哈 我入火了 程序怒 叫我叫习 不要叫师父 也不要说入火 那是哪里学来的江湖黑话 李道玄心中暗乐 好玩 这个兔子的可怕程度 搞不好超过高出五和正大牛 这两货虽然笨 但是还算听话 这个兔子 却是个超级皮的 我看程序头上 经常要冒青惊了 正在这时候 东北方的水泥路上 突然出现了一行人 为首一匹高头大马 后面跟着三四十个挑担子的男子 行红狼又来了 高家村的村民们 立即欢呼起来 女好汉来了 快快快 去把家里多余的值钱货拿出来 高出五精神一震 啊 啊 行姑娘来了 程序正打算骂高出五 分散了注意力 突然想到 好像天尊也很喜欢八卦 上一次高出五和行红狼打架时 天尊亲自下法指掺和呢 好吧 天尊最大 训练不过小事儿 程序大声道 解散 自由活动半个时辰 再接着训练 这句解散一喊 高出五刷的一下就跑向了行红狼 好 趴地免 哎 我才刚来 我还没开始学拳呢 怎么就结束了 教我两招再解散啊 两招就没人理他 贼可怜 李道玄暗赞了程序一把 这个解散解得好 高出五爱情故事第三章 终于可以更新了 只见高出五三步并坐两步 飞快地跑到了行红狼面前 咧开大嘴 行姑娘 你又来了 我好想你啊 行红狼一看到这祸头就痛 很痛的那种 翻了翻白眼 我心情不好 没空理你 一边玩去 高出五 那没有关系 我理你就可以了呀 众人 李道玄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难道他是恋爱天才 只是我们误把他当成了憨憨 我如果像他一样勇敢 高中时暗恋的女孩 岂会在毕业后失了脸 至今也没说过几句话 我的青春 隐隐震痛 高出五 行姑娘 我又有了很大一块巧克力了 我要再次向你挑战 和上次一样 你赢了我 就付钱给我 我赢了你 这块巧克力就送给你 行红狼翻了翻白眼 就凭你那十例 高出五 上次是我输了 但是最近这些天 我苦练拳法 变厉害了 三师爷说 我这个就叫做 金飞飞左笔 围观众人心想 虽然我们是文盲 但也感觉 这次不太对啊 行红狼怒 是金飞飞笔 你说的个什么鬼 高出五 咧开大嘴 那个不重要了 再来比武吧 围观的村民们 又开始起哄了 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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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生活方式 比较单调的村民 难得有一个乐子可看 那当然是全员化身乐子人 看热闹得 不嫌事情大 疯狂起哄 行红狼的眉头 微不可查地皱了一皱 他身后走过来一名手下 低声道 老大 不能比啊 你的手 行红狼哼了一声 一把推开了手下 转身面对高出五 好 比就比 今儿个把你这混蛋打服了 省得老是阴魂不散 高出五咧嘴 今天这巧克力 我送定了 行红狼也咧嘴 今天我付钱付定了 围观的人轰得一声散开 空出了老大的空间 高家村领导层 高一夜 三十二 程旭 谭立文 王先生 白夫人 白宫等人 一起坐到了前排 排排坐 吃果果 看大戏模式启动 大年三十那天 都没今天热闹 李道玄看到场面如此热闹 心里暗想 全部都这么爱看八卦 糟糕 才会这么热衷于八卦 忽略了一件事了 娱乐产业 高家村到现在为业 还没有娱乐产业 大家工作闲暇 无事可做 在文明五里 没有娱乐产业的城镇 会因为快乐度不够 生产力下降 甚至发生暴动 导致生产力完全停摆 李道玄的思绪 飞到了娱乐产业上 而箱子里的比武招亲 啊 不对 去掉招亲二字 马上就要开始了 行红狼的右手 不着痕迹地向下垂 微微背到了背后 只将一只左手 平举到了身前 高出五现在也学会了 红拳的基本架势了 看到行红狼这个动作 却看不出来 这是哪一事 心里好生奇怪 红拳里有这样的起手是吗 和教习没有教我啊 莫非是他的近红拳 和我学的关中红拳差异很大 关中红拳里没有这一招 来了 行红狼知道 高出五不会先出手 所以就自己抢先了 一个大步向前 左拳挥起 直倒高出五的面门 他心里已经拟定好了对策 后面准备好了几个变化 只等着憨憨出手 来封自己的拳头 就一套连招 快速地将击倒 然而高出五还真是 惊非昔比了 行红狼这一拳过来 他不再像上次 那么憨憨地挡 而是身子一拳 不但躲开了这一拳 同时还反击了一拳回来 行红狼心中一惊 红拳 这憨憨的动作 虽然还不太标准 但确实是红拳无疑 他左手一封 碰碰连挡了高出五两拳 对方好大的劲儿 只感觉自己的胳膊 都差点震麻 心中暗惊 不好了 我只靠左手单手 打不过他了 战斗中最忌讳胡思乱想 不想 也许还能多挡几招 一乱想 反应就慢了 高出五呼 一拳抡过来 打向行红狼的肩膀 行红狼百忙之中 竖起来左手小臂一挡 碰 这一拳灌在他左小臂上 打得好痛 行红狼向后连退了几步 脚下一半 居然向后仰倒 高出五呼的一声 又追击了过来 一下子将他扑倒在地 死死地压住 这一下压住 他就翻不了身了 虽然他也是非常魁梧的 健壮女子 但比起高出五那 牛高马大的憨劲 又差了一筹 几下挣扎都没能挣得起来 还不小心碰到了右手 痛得他 险些哼出声来 只好叹了一口气 我输了 哇 高出五赢了 村民们大写 赢了 高出五打赢媳妇了 村民们齐齐欢呼起来 但行红狼那边的 一名嘶言贩子 却大声道 不算 你们这不算 老大 住嘴 行红狼打断了手下的话 别说多余的废话 高出五开心地 向着两百斤的孩子 哈哈 我赢了 我可以把巧克力送给你了 这次不能收我的钱了 哈哈 行红狼默默地捏了捏了左拳 嘶言贩子 也委屈地低下了头 李道玄感觉到不对劲了 气氛不对啊 这不像是上次那种欢乐地打完一场价之后的反应 此言贩子们各个神色古怪 这一场比武肯定有问题 他正打算出手干涉 询问原因 程旭突然站起身来 大声道 这一场比武 不算 轰 众人齐齐 转头看向了程旭 行红狼也猛地转头看过去 高出五哀了一声 和叫袭 为啥不算 程旭大步走道场中 对着行红狼道 你的右手有伤 众人听了这话 才猛然一醒 想起来了 这场比武从头到尾 行红狼的右手都背在背后 只用了一只左手出来迎敌 高出五脸色大变 怎么回事 你的手有伤吗 行红狼 有没有受伤是我的事 和比武无关 输了就是输了 老娘行走江湖 从不找借口 为自己开脱 高出五 啊 你受了伤我还打你 没脸见人了 高出五突然冲开人群 逃了出去 一眨眼跑不见了 众人 这一下高家村的领导层们 全都坐不住了 刷的一下跳了起来 高一夜来得最快 她是女人 比较方便 关心女人的伤势 赶紧拉着行红狼的手 行姐姐 你受了什么伤 我那里有许多神药 爹打伤和刀剑伤 都能治 行红狼 件事情已经暴露 倒也不遮掩了 低声道 刀剑伤 伤在上臂 不便在这里展露 这年代 女子是不能随便 把整条胳膊露出来 给别人看的 上臂这种地方 几乎就是禁区了 听她这么一说 高一夜低声道 一会儿去我屋里 我给你涂点药 天上神药 伤口会好得很快的 行红狼 嗯 承煦 行姑娘这么好的伸手 居然会受伤 这路上发生了何事 行红狼 哎 途经河阳县时 碰上一伙贼匪 人数有两三百人之重 我这边就三十八人 以寡敌众 虽然赢了 但大伙多多少少挂了点彩 河阳县 众人都吓了一跳 河阳县可静了 高家村位于成城县管辖的边缘地带 已经非常接近河阳县了 而郑家村更近 几乎直接卡在成城县与河阳县的边界线上 向东一步就能走进河阳县 再向西一步就能走进成城县 李道玄在花鸟市场里转一圈 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卖鱼缸的店 大大小小的鱼缸 做得相当漂亮 李道玄伸手在一个鱼缸上摸了一把 挺不错 好几毫米厚的厚玻璃 结实又稳妥 为了让买家可以舒服地观赏鱼缸里的鱼类 这玻璃虽厚 却晶莹剔透 看起来就像不存在一般 要是用来做商场的玻璃门 必须在上面贴个小心玻璃的警示 不然肯定会有人撞上去 看到李道玄在认真研究玻璃 店主人就明白了 这个人不是随便看看的 很明显地有购买欲望 赶紧一个箭步窜了出来 脸上带起了微笑 帅哥 买鱼缸呀 你可找对了地方 我的鱼缸 是这市场里档次最高的 李道玄微笑 确实 我也挺满意的 店主大喜 那您要哪个 李道玄 我想要个 没有底的鱼缸 不 店主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你说什么 没底的鱼缸 那不就是四面玻璃围成一个圈吗 怎么装水 没水怎么养鱼 戏弄我是吧 没底的鱼缸没有没有 这生意 我做不了 李道玄 我诚心买 要二十个 加紧弄出来 给你加钱百分之十 店主刷的一下 恢复了商业化的笑容 那简单 我把玻璃胶烧绒 就能把鱼缸的底取掉了 现场给您改造 保准每一个鱼缸都没底 哈哈 鱼缸根本不需要底的 您是个懂养鱼的 养鱼就得您这样的内行 才能养得好 老板当场操作 烧绒鱼缸底的玻璃胶 将底取掉 一个漂亮的鱼缸 就变成了几块玻璃围成的一个圈 他的内心 应该在狂骂着傻逼吧 但表面上却一脸淡定如水 没用多长时间 二十个大大小小的 无底鱼缸交货了 大的几十厘米长 小的十厘米 有圆的有方的 李道玄 再加一笔送货上门费 老板便亲自开车 化身霍拉拉 帮他把二十个鱼缸 都搬上了楼 临走时和李道玄握了握手 凑到他耳边低声道 帅哥 过几天 如果你家的鱼死光了 需要重新买鱼和鱼缸时 请到我这里来 说完 撒腿就跑 李道玄回到自己的箱子边 先瞥了一眼高家村 这时候 行红狼已经跟着高一夜 去了望楼 两个女孩子关上了门窗 再给行红狼的伤口图 神药 高处不知道跑哪里 自怨自艺去了 而别的村民 则在和私盐贩子们 交易商品 李道玄点了一下 箱子外面的郑家村 画面刷的一下 跳到了郑家村上空 比划了一下 郑家村外的农田布局 在脑海中 将它们分割成几个板块 然后选了一个大小 刚刚好的无底鱼缸 轻轻地扣在了 其中一个板块上 稍微往下压一下压 让玻璃插入地底一小截 这样就可以防止 贼军挖地倒进去了 再选中一个板块 又扣上去一个鱼缸 不消片刻 六七个鱼缸扣上去了 郑家村大大小的数块农田 全都被巨大的无底鱼缸 罩了起来 很好 李道玄拍了拍手 齐活了 这下子 不需要担心 从和阳县那边 莫名其妙跑过来一群贼 糟蹋了农田了 他再点了一下高家村 事业刷的一下 弹回到了高家村里 这时候 高一叶和行红狼 已经敷好药了 行红狼的右胳膊上 还缠上了白布 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看那包扎的范围 就知道伤得蛮重的 但他脸上看不到 半点痛苦的表情 依旧豪迈大气 难怪刚才没人看出来 他身上有伤 只有程旭 从他的拳法动作中 看出了一点苗头 高一叶 行姐姐既然受了伤 就先不要到处跑了 等胳膊上的伤痒好一点 再离开吧 行红狼点了点头 刚才输给高初五 让他发现 自己的战斗力大幅下降了 如果不把伤痒好 就乱跑 搞不好就死在 那我就在高家村里 讨扰一些时日了 高一叶微笑道 天尊上次就答应过行姐姐 若是你愿意再来 我们会为你准备住宅 你看 那边的山坡上 高家村的北坡 原本是一片没了树皮 枯死的树木 但经劳改贩们的一番辛苦劳动 这些树已经全部砍光了 几天前 李道玄便拿了个小铲子 伸进箱子里 几下就在北坡上 铲出一块开阔地 摆下了一大片硬塑料建筑物 将之取名为高家商圈 里面有一个大宅子 是供给行红狼 和他手下的四眼贩子们歇脚用的 另外还有个菜市场 周围一圈屋子 有青楼 客栈 酒楼 茶馆 可惜的是 李道玄刚摆下去就想起来 塑料房子里不能生活 所以 酒楼 茶馆什么的 很不实用 以后还得让小人们自己建实质的才行 现在的塑料酒楼 茶馆 都只能拿来当摆设好看 至于那个青楼 嗨嗨掉滑掉 行红狼看到山坡上一片五颜六色的建筑物 心里也不禁犯嘀咕 这个从来不曾路过面的天尊 为人倒是豪爽大气 出手大放的不得了 但是这审美水平不敢恭位啊 为什么要把房子 弄成这么鲜艳的五颜六色 太花哨了 一看就不是正经路数 吐槽归吐槽 有人送大宅子 不住白不住 他很快就带着手下们搬进了大宅子里 此宅豪华大气上档次 亭台楼阁 花园假山 应有尽有 后花园里有一棵很漂亮的花树 行红狼虽然长得粗豪 但内在依旧是女人 也喜欢花 他伸手 想摘一朵花下来把玩 但是掰了半天 居然掰不断花枝 硬是没法 把花弄下来 这才发现 这棵花树非常离谱 不知道是什么古怪材质做的 非金非铁一非木 简直没名堂 当天晚上 高出五来了 垂手站在塑料大宅子前 连敲门都不敢 对着两扇塑料大门 巴拉巴拉地 说了半个时辰道歉的话 他以为没人听到 却不知道撕研贩子们一向警惕 塑料门板后面就有哨兵 早就通知了行红狼 行红狼站在门后 听了一小话 嘴里哼了一声无聊 便回去睡了 太阳刚刚起床 才伸了个懒腰 就有些阳光没能捂住 漏到了下界 太阳一到 公交太阳车就可以启动了 两个新上任的公交车司机 各就各位 郑家村的二十余名村民 轮流上了车 开始向着村子出发 每天早上坐车回家种田 已经成为了郑家村村民们 缺的一环 但今天 他们的心情却很沉重 行红狼带来的消息 真不是什么好消息 何阳县一旦开始闹贼 贼子随时可能 冲进郑家村 那他们的庄稼 好不容易 天尊请来了龙王爷 让郑家村焕发了生机 大伙从去年秋天播种开始 小心地伺候着麦田 靠着天尊赐下的鲜肥 今年的小麦掌势喜人 带到收获时节 大伙怕是要创出 前所未有的丰收来 何阳县闹什么贼 两个新上任的司机实在太谨慎了 车子开得很慢 六里水泥路 开了大半炷香的时间才到 村民们急不可耐地跳下车子 郑大牛的爹地一个 跑到了自家的田地边 正打算往田地里走 突然 天空中响起啪的一声巨响 似乎有人在天空中拍了一下手掌 村民们惊了一惊 赶紧抬头 就见云层开处 亮出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两个大字 小心 二十几个村民都不识字 看到天空中的大纸 不知是何意 但他们知道天尊既然给了指示 那一定是有缘由的 天尊下了法指 但不知道是什么法指 郑大牛的爹大叫起来 大伙招子放亮点 小心点周边 莫不是和阳县的贼要来了 他这么一说 大伙都吓一跳 动作一下子就变得小心翼翼 招子也放得比刚才亮多了 说来也有趣 这招子一放亮 马上就感觉到 有点不对劲了 自家的田地 看起来怎么有点歪 没错 田坎的边缘 似乎断了 村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 见识不广 但是水面会折光这种 最基本的生活常识 还是知道的 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罢了 郑大牛的爹大声道 哇 大家发现了没有 有一道透明的墙 挡在田地的前面 大伙当然都发现了 玻璃墙这东西 如果大意确实会看漏 但只要稍稍注意 那就是能看得见的 若是大城市里的居民 就能认得出来这是琉璃 但是郑家村民们 却不认识这个 一伙人面面相去 猛逼无比 这透明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挡住 我们的农田 找找看有没有口子进去 村民们围着玻璃墙 转起了圈圈 一个大圈转下来 不得其门而入 这一下就更猛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 我想到了 哈哈 我想到了 郑大牛的爹 突然狂笑起来 这是天尊放下的法宝 他用法宝 将咱们的农田围起来了 挡住河阳县的贼子 免得他们糟蹋了 咱们的麦田 村民们听到这话 才恍然大悟 天尊刚才下的法旨 应该就是告诉我们他 放出了一个法宝吧 虽然不认识字 但他们也看得出来 天尊下的法旨是两个字 不就是法宝二字吗 村民们得到粗大腿送的外挂 思路瞬间打开了 这法宝是透明的 只挡住贼子 却不挡阳光 实在是厉害 法宝就是法宝 这透明墙壁好厚啊 贼子拿大锤子来 也砸不开吧 让他们看着我们的小麦 长势喜人 却吃不到 气死他们 哈哈 喂 我们自己也进不去了 我今天还打算出出草呢 这众人猛住 李道玄故意一直不动手 等他们议论到这里 该想明白的事 都想明白得差不多了 才开始动手了 伸手到箱子里 轻轻地抱起了一个无底鱼缸 将他拿出了箱子 村民们只听到轰隆隆的声音 那透明的墙壁 突然向天空中升起 飞入云层 消失不见了 郑大牛的爹欢呼起来 我家的田可以进去了 哈哈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天尊代 我们来的时候 收走法宝 等我们干完了 活要走的时候 再将法宝罩下 一个接一个的鱼缸 被李道玄收走 郑家村民们 赶紧冲进自家的田地里 用最快速度 搞定今天打算干的活 然后退出田地范围外 恭敬地对着天空中行礼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 干完活准备走时 天空中就又降下来 那些透明的法宝罩子来 Doen Doen Doen的一阵盖 将郑家村所有的农田 全部盖住 郑家村们欢呼起来 天尊保佑 这一下子 村民们对自家的田地 真是前所未有的放心 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起来 开开心心地乘上公交太阳车 开开心心地返回高家宝 李道玄也不经玩耳 手指在高家村的字样上一点 视野刷地一下切了回去 一见回来 就看到一出好戏 高一夜穿上了端庄的衣服 一脸严肃地站在民团的前面 民团的一百余人 全都恭敬地站着 双脚并直 站得鼻挺 一脸认真严肃听讲的模样 哦 有一个例外 啪地兔 啪地兔的嘴里 正在小声嘟弄 什么吗 我好不容易几斤考验入了火 就是不教我拳法 莫名其妙地 又把我拉来听课 高一夜瞥了他一眼 啪地兔 你是新来的吧 是的 啪地兔被点到了名 倒是收起了一点点懒散模样 赶紧立正 本兔才入伙一天 本来是习惯性地说 本兔爷的 但是面对圣女 实在不敢造次 就把爷子给去掉了 高一夜微笑 新来的不懂规矩 我不怪你 但若是 以后还这样懒懒散散 就算我放过了你 天尊也会出手收拾你的 这话吓了啪地兔一大跳 什么 不好好听课 居然会引来天尊亲自出手 这么严重 我看天尊对大家好得很的呀 高三娃逃课的时候 天尊都没收拾他呢 为什么轮到我这里 就这么着惦记 高一夜表情严肃 高三娃逃课 那叫小孩子不懂事 天尊笑过之后 也会让高三娘 赏她一顿竹笋炒肉丝 用天尊的话说 那叫做给她一个完整的童年 而咱们民团 可不是小孩子玩耍的地方 在这里绝不允许抱着玩耍的心态 尤其是我讲的课 比和交习叫得还要重要 你若是不好好听 触犯其中任何一条 那就是军阀处置 绝不姑息 啪地兔吓了一跳 但内心深处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幸的 犯个小错 怎么可能引来天尊亲自来降罪 这未免有点夸张了 天尊他老人家是天上神仙 管的事情何等之多 犯得着盯着我一只小小的兔子吗 圣女肯定是吓我的 李道玄见他表情 就知道 这货没当一回事 这可不行 手上掌握着力量的人 就必须有更好的平行 否则 屠龙少年又成恶龙 他掀开了箱子盖 伸出手去 放到了啪地兔的背后 高一夜看到天尊的大手 已经在啪地兔背后了 就知道这货要挨揍了 不经玩耳 啪地兔 你已经惹得天尊生气了 准备接受惩罚吧 啪地兔见他笑了 刚刚明明板着一张脸训人 现在却突然微笑起来 还以为他说笑呢 完全没当一回事 就在这时候 一股大力 突然从背后推了过来 他根本无力与之抗衡 被那大力推得向前一扑 拜通一声 摔了个狗啃屎 这可不是他第一次挨天尊揍了 这种挨揍法 整个高家村 就他一个人享受过 可是说是独一份的恩宠 啪地兔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嘴里大叫 天尊饶命 我错了 我错了 高一夜大笑 你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 啪地兔 知道了 我要好好听圣女的课 好好听课 好了 起来吧 高一夜把笑容收起 重新摆回了严肃脸 所有人跟着我念 一切行动听指挥 名团齐声道 一切行动听指挥 高一夜 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名团齐声复述 生振全村 啪地兔也收起了自己的怠慢样子 跟着别的人一起 大声复述起来 虽然他一心入伙 做个陆林好汉 但他也是贫苦老百姓出生 听着这一句一句的口号 他突然感觉 咦 这些要求很有道理啊 都是照顾老百姓的 如果我按照这些要求好好做 那不就是成为一条好汉吗 这么一想 他喊得就很有干净了 李道玄暗暗点头 很好 这样就对了 一直好不对 纪律才是灵魂 至于战斗力 我可以开挂帮你们补 但纪律这个东西 开挂都不行 只能靠小人们自己 只嘎一声响 塑料大宅子的门开了 行红狼走了出来 伸了一个大懒腰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 感觉恢复得不错 在来到高家村之前 他用的要是自己的陆林叶方子 效果实在不怎么好 数日了都不见好转 伤口甚至有点糜烂 昨天刮了笼之后 重新用上了高一叶给的神药 这胳膊 还真是舒服多了 精神大振啊 站在北坡上 向着高家村俯视 马上就看到了名团 正端正地站着 听圣女大人训话 然后不时地齐声大喊 不损坏庄稼 不调戏妇女 听着这些口号 行红狼颇掘有趣 这高家村民团有意思啊 大清早的居然不练拳法 练这些奇怪的口号 仔细听听 这些口号倒也有些道理 如果高家村民团 能真的做到这些口号 那就比现在那些 没规矩的陆林好汉 强得多了 事风日下 江湖上没几个好汉了 只有一群猎贼 与此同时 闻名天下的第一好汉 白水王二 正率领着六千亿军 从宜军县北上 穿进了洛川县的境内 洛川巡检正打算前来迎战 就听闻洛川不沾泥 从黄龙山返回 向西进入了洛川县境内 洛川巡检手里的兵 不比城城巡检程序多 也就一百来个虾兵卸将 听到两路贼寇上万大军入境的消息 整个人都骂了 该先打谁呢 左思右想 还是得先打王二 只要干掉王二 干倒了这面天下第一反贼的旗帜 所有贼寇自然心胆剧烈 而另一边 陕西都梁道洪城仇 收军离开了黄龙山口 他毕竟是一个有家有业的人 他的正经工作 是都梁道 不是守山道 哪能一天到晚 就驻扎在黄龙山口 防着贼军流窜出来 洪城仇收军一退 从黄龙山通向宜川县的大路 又一次敞开了 宜川左挂子 岂能不抓住这个机会 赶紧率领挥下贼军 回转宜川县 在自己的老窝里转战四方 这就叫如鱼得水 整个陕西乱成一团 行红狼哪知道陆陵好汉们 现在个个都变成了疯子 在高家村里 只能感觉到一片平静 脉步从北坡溜达下来 走到半坡 碰上了承旭 承旭对着他抱了抱拳 行姑娘 行红狼见他似乎是冲着自己来的 不禁其道 哦 何教习找我有事 行红狼大骑 你手下有个名团 还有近千的村民 可以随时调派 只要圣女开个口 还会确认用程序 人虽多 顶用的却一个都没有 程序微笑 是啊 想找行姑娘 借两个人手用用 行红狼 你要什么人 程序 赤后 这句话一入耳 行红狼恍然大悟 原来是赤后 赤后 自古以来都是由精锐的士兵来担任 不但要单兵作战能力强 还需要灵活的头脑 准确的判断力 攻马贤熟 经验丰富 这可不是随便一个村子里的名团 就能出得了的人才 程序有点小尴尬地道 我手下一个能胜任 赤后的人都没有 那河阳县的贼军 随时可能过来 我可不想 让贼人摸到眼皮子底下了 才知道他们来了 行红狼 所以就看上我的人了 程序道 行姑娘手下的伙计 个个都是久走江湖 论其眼光见识 脑子灵活 比我手底下那群人可厉害多了 姑娘反正要在高家村养几天伤 这几天时间里 借我两名老伙计用一用 对你来说也更加安全 不是吗 行红狼点了点头 这话在里 他要在这里养伤 放出赤后 对自身安全 也是有帮助的 转身吩咐道 把老朱和老张叫来 程序黑黑笑 让你的伙计 带两个我的兵去 教教他们赤后的门道 行红狼哭笑不得 还在我这里偷起尸来了 河阳县 西北 永宁庄 随风雄正站在一大群村民们的面前 脸上带着凶狠的笑容 他是一个贼囚 这是看名字就知道 身材高大魁梧 一身横肉 在这年头 还能吃出一身横肉来 那当然是因为 抢字奉行的比较好 我叫随风雄 是个好人 他对着面前一群瑟瑟发抖的村民们 举起了手里的大刀 黑黑笑道 我和你们一样 是穷苦老百姓 所以我不杀你们 给你们一个能活下去的机会 村民们听了这话 惊恶抬头 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这随风雄居然要给活下去的机会 随风雄黑黑笑道 加入我 和我一起抢的痛快 不过嘛 我饿了的时候 会找你们要粮食 村民们 随风雄 别这样瞪我 我也是为你们好 下一次 你们攻占了某个村子 就对新来的人说同样的话 找他们要粮食 来给你们吃便是 这样一来 岂不是大家都能活下去了 村民们这一下听懂了 说白了 就是一层一层的向上供养吗 入火越早 供养自己的人越多 入火越晚 要供养的人就越多 仔细想想 那当然是赶紧入火呀 村民们立即入火 高呼 大王英明 别叫我大王 随风雄黑黑笑道 叫我熊队长 我上面还有位老大 名叫翻山越 大家见到他的时候 叫他越大王 记住了吗 众人心想 原来你也要向上供养啊 明白了明白了 全都明白了 随风雄大手一挥 收下了永宁庄 一百多个村民 成为了他的新手下 部下的数量 膨胀到了两千两百多人 嘿嘿 真是爽歪歪 他正爽呢 就见东边的山坡上 下来一支贼军队 正是他的老大 翻山越来了 同时来的 还有老大麾下的另一位队长 名叫二淳 随风雄赶紧迎了上去 大哥 三弟 我在永宁庄 又收了一百多个手下 你们的收获如何 他这一问 二淳的脸上 就闪过一抹不爽 我这里也有一千多人了 随风雄大骑 有一千多人了 三弟为啥还不高兴 二淳道 我被人给砍了 他亮出一只受伤的胳膊 数日前 我还只有三百个手下时 在一个小村子里 看到一对商侣 领头的是一个女人 长得很魁梧 好似挺有钱的样子 我当然要上去抢啊 没想到 那女人居然有几把把刷子 手下三四十个人 就打败了我三百人 还在我身上剁了两刀 还好老子也还了他一刀 不算很吃亏 这几天 我拼命地招揽手下 是要报此仇 随风雄惊了一惊 魁梧的女人 莫不是文明山西的 丝颜贩子 行红狼 没错 肯定是那家伙 老大翻山越发话了 行红狼伤了三弟 还砍死了我们 好几十个兄弟 然后向西 窜进城城县了 他娘的 随风雄怒 砍了我们的人就跑 岂有此脸 翻山越道 我听说河阳巡检 已经带兵向着 我们这边来了 附近的乡绅父户 也组织了民团 与那巡检合兵一处 声势不小 我们在河阳县 已经待不下去了 干脆趁此机会 向西进入城城县 一方面躲开 河阳巡检的追兵 另一方面 也可以追一追那型红狼 为三弟报仇血痕 随风雄迟一道 城城巡检程序 听说是个狠角色呀 以前江湖传言 他是个耸货 没想到 那是他放出的假消息 真正的程序 简直可谓战神 先拜白水王二杀 郑艳夫和种光道 再拜洛川布沾泥 遗川左挂子 杀得所有陆林好汉 都不敢进城城县半步 我们跑去城城闹腾 万一碰上战神程序 岂不是 翻山越哈哈大笑 无妨 那程序已经被锦衣卫杀了 哈哈 朝廷真探娘的有趣 程庄好不容易出了一个 能打的巡检 锦衣卫就帮咱们杀了他 哈哈 皇帝佬是帮咱们这边的 呀 大哥这消息 哪里来的 我从一个异族那里听来的 此事绝对假不了 那还等什么 程庄 走走走 哈哈 白水王二 洛川布沾泥 遗川左挂子都不过如此 要打城城 还得看我和阳翻山越的本身 崇祯元年 城城战神程序 已离开了人世 但江湖依旧流传着战神的名字 李道玄正在考虑着娱乐产业 上次行红狼和高出五比五时 那热闹的围观人群 就说明了一点 人口已经上千的高家村 再不发展娱乐产业 就会影响到生产力了 必须给这些吃饱了 没事可干的村民 找点乐子 但是 娱乐产业这事 可不好罢啊 从每个方向入手呢 给他们书看 一群文盲不识字 把村里有限的几个读书人 拿来当说书先生 也不太现实 李道玄抱着脑袋 苦苦冥想 就在这时候 高家村西南方 通向县城的方向 来人了 为首一人 骑着高头大马 穿一身官服 正式献领梁士贤 旁边还有一名武将 穿着铠甲 看样子 像是新上任的巡检 顶替程序位置的 两人身后 还跟着师爷 副巡检 牙役 士兵 浩浩荡荡 好大一支队伍 李道玄不禁忧了一声 好玩 又有乐子可看了 高家村这边的人 一看到官府的人来了 顿时热闹起来 普通梁民进入看热闹模式 行红狼带着私盐贩子们 缩回了塑料大宅子里 不出来了 程序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蒙面巾 飞快地缩回了主堡里 躲了起来 三十二整了整衣衫 摆出一幅牛笔轰轰的 大家族管事的气势 从补子里迎了出来 哎呀 许久不见 现尊大人气色依旧 真是可喜可贺呀 梁士贤翻身下马 抱了抱拳 三管事 旁边的新巡检 也翻身下马 用古怪的眼神 瞥了一眼高家宝 梁士贤介绍道 这位是新任的成城巡检 名叫方无上 这位是李家的三管事 双方认识完毕 三十二打过了招呼 做足了礼数 这才问道 不知梁大人和方将军此来 有何见叫 梁士贤长叹了一声道 本官又要来借兵器了 三十二新知肚明 和阳县闹贼的事 传到县令耳重了 梁士贤的老脸都要丢尽了 闹一次贼 就来李家借一次兵器 这说出去也太过尴尬 让他这个县令的面子往哪里搁 但是贼人随时可能到来 面子这玩意儿还有个屁用 该扔就得扔 扔地上还得踩两脚 如果有必要的话 踩完了再捡起来 田也是可以的 三十二微笑 既然是梁大人所请 那我们李家当然不会吝啬 上次那五百把张弓 便再借给梁大人便是 梁士贤大喜 李家果然良善人家 两人在这边尬聊 另一边 新来的巡检方无上 却在东看 西看 眼光不停地到处巡视 眼前这个巨大的家宝 让他颇为感兴趣 这三丈高强 四面脚 就和白先生第一眼看到 客家围巫师一样 大受震撼 方无上本想在高家村吃大户 等着贼军来 但这个大户 大到这个地步 他反倒不敢吃了 生怕自己得罪了人 被人家的后台掺上一本 吃大户吃得掉了脑袋 那可不划算 方无上开口道 三管事 何阳县闹贼的事情 你们可有听说 三十二 听说了 何阳县离我们这里太近了 让人心中着实不安 我们已经在组织民团相拥 准备与贼子一战了 方无上其实已经看到 高家村的民团了 一百多个青壮男子 正坐在远处的空地上 听一个少女说话 那少女穿的端装 表情也严肃 他说话时 民团的人全都认真倾听 不敢有半点不敬 一看就知道 这女人是个人物 方无上心中冷笑 民团居然让女人带 不好好操练 却让一个女人在那里训话 这样带出来的兵能用吗 竟是瞎搞 就在此时 高一叶把思想政治课上完了 台步离开 返回主堡这边来 他刚刚一走 民团就松懈了下来 趴地兔刷的一下跳起 大笑 哈哈 这一下可以叫我拳法了吧 快快快 叫我打拳 咦 和教习去哪里了 刚刚还在这附近呢 左看右看 看不到教习 没人来管他 圣女也走了 趴地兔瞬间恢复刺头兵本色 刷的一下 从腰间抽出绣剑 大笑道 各位 来看我给大家表演一招 我的压箱底绝活 一一天兔断霸剑 众人一起笑 你就算了吧 趴地兔 我可是苦练过的 看剑 他刷的一下跳起 夸张地大开大合 一剑挥出 嘴里还跟着吼出声来 天 兔 断 霸 剑 远处的方无上 看到他这一剑乱七八糟砍出 全无半点气势 满身都是破绽 不禁摇了摇头 果然是女人带出来的兵 这名团根本不堪一用 这时候 梁士贤还在和三十二大聊呢 三管事 本官这次带方巡俭来 就是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方巡俭要带兵过来 抵抗贼军进入城城 贼军势大 方巡俭手下能用支兵不多 到时候 恐怕要你们的名团 助他一臂之力 三十二犹豫了 不知道该如何拒绝 方无上却抢打起来 不用了 梁士贤 嗯 方无上道 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名团是什么样子了 这样的名团跟着我一起行动 只会爱手爱脚 拖我后腿 看来我们是白来一趟了 三十二 方无上道 我自己去缴贼便是 说完 他也不多说废话了 直接掉头就走 三十二 梁士贤有点小尴尬 可 三管事莫怪 五官就是这样 粗皮了些 一点礼数也不讲的 三十二心中暗乐 不怪不怪 当然不怪 他不要我们帮忙 倒是挺好的 我们的兵 现在一半都有甲 另一半没甲的 也在免疫的关键位置 缝了几块护甲片 这样的装备 可不方便被你们看到 一起行动的话 我们还头疼呢 他转头过去 远远地看了一眼名团 看到趴地兔还在那里耍宝 像个白痴一样 挥舞他的袖剑 心中暗喜 很好 这傻子立功了 回头给他发一份奖金 趴地兔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立了大功 还拿着一把袖剑 左挥右挥呢 突然见到 一个穿着武将铠甲的男子 快步走了过来 趴地兔 那男子当然是方无上了 他突然一个大步 抢到了趴地兔面前 这动作贼吓人 趴地兔 哀呦 一声惊呼 手里的剑情不自禁 就对着方无上砍了过去 方无上身子一侧 脚下一扮 趴地兔嗅通一声 摔了个狗啃屎 方无上 哼 废物 说完大步扬长而去 趴地兔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的委屈 他娘的 我就知道 当官的 没有一个好东西 本兔也又没招他惹他 干嘛突然过来打我 旁边的人一起摊了摊手 耸了耸肩 郑大牛道 别说他了 其实我也很想揍你的 旁边又一个人举起了手 我也想揍 其实我也想 一转眼 一百多人的名团里 除了高出五之外 别的人全都举起了手 趴地兔吓了一大跳 看到高出五没举手 就想抓到了救命稻草 刷的一下 躲到高出五的背后 急叫道 出五哥 还是你对我好 只要你不打我 高出五 哎 我居然趁着行姑娘受了伤的时候 打了他 我真不是个男人 众人 趴地兔大汉 出五哥 刚才的事 你没听到吗 高出五 啊 刚才发生了啥事 趴地兔 他们都说要打我 高出五 啊 是这样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也早就想打你了 既然大家都这样想 那就动手被趴地兔 啊 一群人瞬间将趴地兔撂倒在地 抓住手脚四肢抬起来 用他的裤裆 对准旁边的大树 撞上摩擦摩擦摩擦 像魔鬼的步伐 趴地兔 啊 不要 本兔也会绝后的 不要啊 村子里的妇人们 看到这一幕 不禁眼脸转头 没好气地骂道 男人们真是没名堂 竟做些蠢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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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